男孩拥有比肩神明的力量 却不敢轻易使用 只因他被七位神灵同时计舍 没使用一次呢 身体就会被夺射掉一步 一进入门内 就传来了极其喧闹的音乐 陈平沿着小道一路走 发现他居然蜿蜒向地下 下了大概两层楼的高度 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开始映入眼帘 巨大的舞池 可以容纳数千人的舞池 几乎一眼都看不到镜头那种 人们在那里肆意地扭动着身体 女的穿着格外清凉大胆 男人有的甚至已经脱掉了上衣 双方的肉体在胶容碰撞 震耳欲聋的声音 混乱又迷幻的灯光 空气中弥漫的酒水与荷尔蒙 混杂在一起 让无论多理智的人 都会有几分意乱亲密 这里仿佛就是地下的欢乐海洋 有的在喝着特殊药剂调配的酒水 有的在抽着最新款的觉醒电子烟 有的甚至在吸食着一种特殊的味道 颇为难闻的流食 他们的脸上都有着异样的潮红 或面露微笑 或神志迷离 那是透支生命的欢愉 就连播放音乐的DJ 居然都是一个灵魂系的C级觉醒者 他一头粉刺的长发 穿着皮衣 腰脂纤细 身子柔软 扭动得风情万重 双手拨动间 还能够给他的音乐注入灵魂 让听到他音乐的人 能够更加兴奋 更加爽快 当然 在场觉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长时间这样 被DJ的灵魂拨动影响 灵魂肯定会受到损害 会出现较强的副作用反噬 但似乎又没有人会在意这件事 在这里 似乎快乐就完事了 而负责助唱的乐队 主唱浑身冒火 发出金属般的声音 显然是一位C级的火源速觉醒者 每一次场到高潮 浑身的火苗都会暴涨 引起一波全场高潮 陈平王武池的忠心看去 还能看见一个巨大的八角龙 上面有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 正在与一头猛兽薄杀 男子是地级巅峰的金刚系觉醒者 猛兽则是一头变异的黑毛师 双方的薄杀权权盗肉 鲜血四剑 引来四周的一阵阵激烈的欢呼与尖叫 任何战斗 只要权权盗肉 只要剑血 都能刺激人的感官 它会让人激动 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 武池中还有一些人在一旁激动地吓住 也不知是赌那个男人的命 还是赌那头黑毛师的命 不得不说 整个地下无常的玩法 还挺多的 陈平看了一眼 就发现了十几重玩法 只觉得大开眼界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黑豹社团的伟大 作为黑区顶级社团的牌面 杜鲁看着面露惊叹的少年 笑着开口道 你们玩的是真的放开啊 陈平摇头道 为了玩 连命都不要了 他的神魂很强 能够清晰感受得到 全场数千人的生命 都在透支着 哈哈 这个世界 唯有快乐永恒 怎么选择 都是他们的自由 我们无权干涉 您说是不是 杜鲁笑道 陈平沉默了 杜鲁也不过多解释 毕竟跟一个快要死的人 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他带着陈平 一路朝武池中央走去 并且不动声色地 再度按了一下他的机械臂 一手音乐结束 全场都迎来了 短暂的气氛回落 而八角龙上 黑毛师缓缓倒下 那位地级金刚系觉醒者 浑身是血 以胜利者的姿态 举起了双手 全场爆发激烈地欢呼 让我们恭喜班杰鸣 取得本场人寿大笔的冠军 一时间 礼花轰鸣 欢呼如潮 很快 主持人的画风就开始转移了 下面 我们黑豹社团 将有一个特殊节目 有一个实力不俗的少年 打死了我们黑豹社团的两位团员 如今 他还来到了我们黑豹社团的总部 想要见识一下 我们黑豹社团 我们黑豹社团 自然不能剥夺他 想要见识我们社团的自由 今天我们 就会让他如愿以偿 主持人的声音传来 让数千人的舞池 都是一阵花燃 下一刻 聚光灯如光柱般涉落 击中在了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少年身上 少年眼神清澈 表情平静 跟舞会的整体气质 完全格格不入 这一瞬间 陈平感觉到几乎全场的目光 都击中在了他的身上 并且有数十位觉醒者 散发着格外灵力强悍的波动 庞大的精神压力 几乎能够瞬间将一个人给压垮 他杀了两个黑豹社团的成员 居然还赶来这里 哈哈 何其猖狂的黄皮猪啊 就算是觉醒者 他也必定有来无回了 今晚有乐子了 说不准能够看到 黑豹之解觉醒者的名场面 无狐 黑豹崛起 抱抱抱抱 抱抱抱抱 全场一起高呼助报之名 那股声音 那股气势 能够给人更大的压力 他们有的举起了酒杯 有的人在扭动着郊区 但无一不对 那个聚光灯下的少年 头已幸灾乐祸的表情 杜鲁一步步地退下 脸上带着几分猙獰的笑意 小子 你这是自寻死路 可怪不得我 谁知 出于这种环境下的少年 居然还能对杜鲁抱以一笑 没有啊 我怎么会怪你 是你带我来黑豹社团的 我还得感谢你呢 杜鲁表情一宁 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少年 都什么时候了 为何少年还如此淡定 他难道没有意识事情的严重性 才困惑的瞬间 一道强大的黑影 已经从远处抱摄而来 他落下的瞬间 地面都是一阵摇晃 强大的气势 让舞池中的众人快速退去 刚刚全杀黑毛师的强大拳手 班杰明 班杰明浑身浴血 气势却暴涨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这是他刚刚全杀一头 凶兽鸡肋的气势 仿佛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他会害怕的人 嘿嘿嘿 黄皮猪 竟敢杀我黑豹社团的人 今日我就敲碎你的脑袋 让你的鲜血 融入我们社团的美酒之中 班杰明气势汹汹地走向少年 四周已经开始高呼班杰明的名字 班杰明面对少年 毫不废话 脚步一踏 整个人便如一道暗影弹射而来 快捷的身法 充满着血煞之气的拳头 就这样迎面朝陈平的脑袋 轰杂而落 拳头击出 引起空气爆裂 少年确早已经偏转了身体 平静地 看着那拳头擦脸而过 班杰明瞳孔一缩 他竟是看不清少年是如何躲避的 嘿嘿嘿 班杰明怪叫一声 一声格斗技巧全开 浑身觉醒力量澎湃 双拳如龙似虎 疯狂垂向眼前的少年 但眼前的少年却好像开了躲避挂一样 他就连打中少年的机会都没有 老是躲避有什么用 有本事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 班杰明怒吼一声 想要勾引少年出手 好看出破绽 下一刻 少年的手掌不知何时 已经按在了班杰明的胸口 正如班杰明不知道他躲避的动作一样 这一次 班杰明也不知道少年何时出的手 沉闷的声响 一股气浪冲击 漠然肆虐 少年那白皙修长的手 仿佛蕴含着极度恐怖的力量 班杰明那千锤百炼的坚硬胸口 直接凹陷了一个极大幅度的掌印 他双眼圆瞪 整个人被距离裹挟道飞出去 撞在墙上 然后缓缓滑落 一旁仍在欢呼呐喊的众人 声音漠然一致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那个方向 这个地下舞池的拳王 如今已经双眼圆瞪 表情凝固 软啪啪地倒落在地 完全没有了生机 喧闹的舞池 迎来了沙纳间的安静 他们都没想到 那么降大的班杰明 居然会连一招 都撑不住就落板 舞会DJ粉毛女愣了一下 随后突然弹起了一阵 快节奏的旋律 场上的一个个觉醒者 开始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 更有一大批 穿戴着机械骨骼的战斗人员登场 黑豹社团要认真了 这个少年不简单啊 不简单又怎么样 在社团的领地 招惹社团 还没一个下场是好的 不错 黑豹就是我们的王 王万岁 抱抱抱 舞会中 众人再度欢呼 并且变得更加兴奋了起来 少年越是强大 他们越能看见一场 精彩的杀戮与表演 陈平意识十分诧异 眼前这些人 在他展现了实力之后 不仅没有任何的京剧 反而还格外的兴奋 全场的音乐节奏开始响起 电音炸裂 激情澎湃 肉黑豹社团 死 杀 一大群战斗人员 同时杀向少年 金刚系觉醒者 负责近距离搏杀 元素系觉醒者负责操控元素 进行狂轰 陈平依旧任何修为都不显 身子快速腾挪 犹如鬼魅一般 躲过了密集的可怕的进攻 一拳拳轰击而出 金刚系觉醒者那强大的肉身 在他的一拳一掌下 轻易地凹陷崩碎 吐血运死倒地 生死不知 四面八方 突然有凛冽的金属光影 怒闪而来 那是一个个身体经过改造的 外骨隔战时 机械手臂 机械刀 撕裂空气 带起一片刺耳的丝鸣 刀光剑影中 陈平依旧身法自如地 躲避着对方的攻击 抬手化作残影 机械刀被残影划过 直接崩碎成两截 他要抬手 抓向侧方的一人 对方的机械手臂 在他五指的抓取下 竟是往体内凹陷 扭曲 手臂鲜血蹦射 啊 那人惨叫 少年却轻描 但写得将那个男人的手臂 给卸了下来 死 其中一人终于抓住机会 巨大的手臂外骨骼化作铁拳 重重轰在少年的后背 巨大的金属阵鸣之音 少年的身体纹丝不动 就连衣服都没有任何破烂的迹象 但一股反振的力量 却引得巨大的机械铁拳崩碎 那个男人被无形的反振力量击中 吐血倒地 浑身抽搐了起来 拥有机械外骨骼的战斗人员 根本无法破少年的防御 吐吐吐吐 密集的枪声响起 黑豹社团的枪械战斗人员 早已经准备就绪 火力全方位覆盖了少年 少年的眼瞳 有一道道金色电光闪过 周身突然涌出强大的电磁力量 创造出了一个奇异的磁场 密密麻麻的威能极大的子弹 就这样被立场控制 动能被削减于无 统统悬浮在半空中 无法再度前进 石枪人员都看傻眼了 却见少年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 砰砰砰 密密麻麻的子弹 统统以原有的轨道倒数而去 速度比之前更快 鲜血爆射 惨叫声连绵不绝 所有持枪的武装人员 统统重枪倒地 血腥味弥漫着整个舞会 这一刻 终于有人慌了 他们一时到了少年的危险 此前还将骂着少年的人 更是吓得脸色苍白 屁滚尿流地朝远处逃去 整个舞会场地都出现了骚乱 舞会场地的DJ粉毛女 已经将整场舞会的音乐气氛 提升至最高 她双手快速波动 一股极度强大的灵魂力量 伴随着电音 以一种震动的方式 直观少年的脑门 这是无声无息的杀人计 她已经通过这种手法 杀过好几个觉醒者了 然而电音魂杀 才集中少年的头颅 就仿佛陷入了 身不见底的汪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少年没有任何反应 DJ粉毛女孩 以为自己搞错了 又是连续击招魂力 杀人计报事而出 因为魂力的波动过于强烈 沿途的玻璃纷纷炸碎 十几个正在欢愉的民众 都直接被这股魂力 撕裂了灵魂 原地暴毙 然而少年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少年还是有反应的 她终于注意到了DJ粉毛女 双眼淡淡地 朝DJ粉毛女扫了眼 粉毛女仿佛看见了 一尊无比伟大恐怖的身影 正凝视着她 那股无形无量的神道威压 直接将她的神魂给碾碎 粉毛女一声惨叫 便倒在了台上 一条火龙开始咆哮着 朝陈平沙来 抱抱抱 咆哮 主唱也出手了 怒吼的电音 赤裂的觉醒力量 她作为元素系的C级觉醒者 抬手就是一发炽烈的 火龙贯穿全场 高温燃烧了四周的桌子与地面 正面击中了少年的胸膛 轰隆 火焰爆开 掀翻了一大片的人 然而爆炸中心 一道挺拔的身影 依旧屹立着 主唱愕然 却见火焰中的少年 正对着她微笑 一身崭新的运动服 鲜尘不染 毫发无伤 清亮的眼眸 深处闪过一头金屋 眼前爆炸肆虐的火焰 突然凝缩变形 凝化为一头金灿灿的上股金屋 以更加炽烈的恐怖温度 撞向主唱的身体 主唱抱着电击她 呆呆地看着来袭的金屋 根本来不及躲避 那头金屋便透体而过 极致的高温让 她的身体 瞬间从血肉之躯化为焦炭 就连死前 那惊恐震撼的表情 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脸上 堂堂火系觉醒者 竟是被烧死了 一声尖锐的能量丝鸣 从身后来袭 浑身披着外骨骼战甲的战士 迎面杀来 速度快地像一头猎豹 她本身就是C级金属性觉醒者 如今又驾驭一具覆盖全身的机甲 进攻威力暴涨了足足数成 手中的粒子光刀 划出一道致命的弧度 斩在少年的脖梗上 刺眼的光滑炸裂 在战士那骇然的目光下 粒子光刀 竟是无法斩入少年皮肤 哪怕一丝的距离 就像是跟绝世神兵碰撞一样 对方竟是毫发无损 怎么可能 就算是小金刚进的觉醒者 皮肤都不可能那么硬 你这能量光刀 差点一散 少年转身 咧嘴一笑 拳头不知何时 已经轰在了战士的外骨骼机甲上 恐怖的全境 将四周的物质瞬息湮灭 眼前坚硬的高科技外骨骼 在全境的冲击下 碎成了无数的零件 那战士五脏六腑齐碎 整个根滚落地面 生死不知 怎么可能 黑豹社团的干部都被干掉了 逃 快逃啊 这是怪物 全场尖叫 四处逃散 倒落的碎裂的酒瓶 刺鼻的血腥味 人们惊恐地叫声 舞会上的画风 突然就发生了改变 少年依旧保持着淡淡的微笑 看着仓皇四窜的人们 笑道 嘿 我还以为 你们一个个都置身死度外了呢 原来 你们也会怕的呀 混乱的舞会中 杜鲁傻傻地看着 那犹如魔头般的少年 脑袋嗡嗡作响 他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自己 到底引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进来 混乱又血腥的舞会 少年犹如闯入舞会的绝世凶兽 撕裂着一个又一个的猎物 砰砰砰 一个个有着机械外骨骼的战士 被陈平用拳头打爆 这些机械外骨骼 硬度都很不错 还能大幅度提升使用者的力量与速度 有的甚至 还能发射强力的电磁能量炮 陈平见识到了 来自灯塔国的各种神奇的技术 然后徒手将其打爆 呼 一些觉醒者拥有了机械外骨骼之后 与之战斗起来的却会吃力一些 少年淡淡地评价道 说是这么说 但少年那游刃有余的模样 那战斗到这里 依旧豪发无伤的情况 还是给众人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没多久 数十个黑豪战斗人员就已经倒下 杜鲁更是双腿发软 胎软在地 他根本无法用言语去形容此刻的心境 不少人已经冲到了地下舞会的出口 结果绝望的发现门已经被锁死了 这是杜鲁打算关门打狗 故意锁死的 但万万没想到 狗竟然是他们自己 到底是谁派你来这里的 冰冷忧生的话语 漠然出现 喧闹混乱的舞会 因为这个声音出现 出现了几分忌忌 一个浑身缠绕着冰冷能量的黑袍男子 骑着一头五六米长的黑豹王 手握一柄扭曲的骷髅权杖 出现在舞会中 双瞳闪烁着深蓝色的光 凝视着少年 社长终于来了 对了 社长可是极其有名的大咒术师 他连B级绝行者都能咒死 一定能够将眼前这个怪物给干掉的 社长大人 为我们的兄弟报仇啊 社团战斗人员 看见来者都无比的激动 犹如看见了救星一般 没有人派我来 我只是想要来这里感受一下登塔国的社团风情 谁知道 你们一言不合就要干我 我只好正当防卫了 陈平叹气道 正当防卫 众人看着伤亡惨重的黑豹社团的战斗人员 又看了看仙尘不染 毫发无伤 甚至连灰尘都不沾染一下的少年 默默地咽了一口唾沫 这话要不是当场说 谁特么相信你是正当防卫 呵呵 小小说笑了 黑豹社长体内的骤力狂涌而出 愈发汹涌 深蓝色的能量 犹如一股股云雾般 朝四周蔓延 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你可知 我黑豹社团也不是任人拿捏的 我黑豹社团的背后 可是九头蛇社团 黑豹社长冷声开口道 陈平脸色微微一变 九头蛇社团 这个社团的名字 他倒是听说过 据说是登塔国最有名的击大社团之一 没想到 黑豹社团居然还是那个社团的附庸 陈平是想领略一下登塔国社团的风采 但若是主动招惹登塔国最危险的 击大社团倒也是没有这个必要 好吧 我社团风猜我算是好好领略过了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你们跳舞了 说着 少年转身就要离开 然而 在黑豹社长眼里 这个少年就是畏惧了 想要跑路了 他当即凝笑起来 想要走 没那么简单 本座早就通知了九头蛇的高手前来 你现在已经是插翅难飞了 说住 他手中的骷髅全杖势 放出蓝灰昼光 膨胀扩散 倒在地面的觉醒者尸体 一个个踢表 开始出现深蓝色的皱纹 然后从地面爬起 浑身凝固的血液在燃烧 气息竟是开始变强 然后面目猙獰的 朝沉平扑去 这是能够驱使 尸体为他作战的大咒师 黑豹社长也知道 眼前的神秘少年很将大 所以不敢妄子接近开战 大量觉醒者尸体复活 绝对能够拖住少年 拖到九头蛇社团的高手前来了 死吧 黑豹社长骑着黑豹往远离少年 反手还对少年的法香 施展了一发黑死咒 黑死咒是他最拿手的对敌咒法 中了他黑死咒的觉醒者 会在不久之后 莫名化作一滩黑色血水 漆黑的咒力 瞬息跨越空间 落在少年的身上 少年的身躯微微一毒 漆黑的咒力入体 黑豹社长怪笑 这个少年终究还是轻敌了呀 若是少年的体质不够强大 那么都不需要九头蛇的高层出马了 他自己就能直接将这个可恨的黄皮猪咒杀 陈平的身体微微一毒 似乎有些不适 而四周的咒术尸体 已经朝他扑来 就在黑豹社长洋洋得意的时候 少年已经抬起头 凝视着黑豹社长的方向 脚步微微向前一踏 地面上的血液 突然泛起了强烈的血光 他双手捏出一个咒印 大量血气挣腾而起 竟是在虚空生出一道道 深奥繁复的血之咒纹 仅仅是看一眼 就感觉欲要坠入一片尸山血海之中 森森血迹 残亡轮回 但有所显 皆为无尘 陈平一声轻贺 虚空中的咒纹释放出 让黑豹社长都心惊肉跳的咒法波动 下一刻 所有朝他攻来的咒术尸体 都调转方向 朝黑豹射长扑去 并且速度更快 神色更猙獰 力量更加疯狂 仿佛要将体内的所有力量 在这一瞬间压榨出来 一个个人都化作一道道恐怖的血光 黑豹社长满脸惊骇 这可是咒术的力量 这个金刚系觉醒者 怎么会施展咒法 而且 还是如此恐怖的咒法 很快 血光就扑至黑豹社长的身侧 有的咒术血尸 撕开了黑豹王的躯体 疼得黑豹王惨嚎着倒地 有的咒术血尸 趁机抓向黑豹社长的头颅 死 黑豹社长挥舞骷髅权杖 连续施展几发黑死咒 几发深蓝色的恐怖咒光 喷薄而出 将前方好击尊血尸 直接皱成黑色的血水 但下一个呼吸 数十头咒术血尸 已经将黑豹社长的周身包围 一个个笑容猙獰 气息比此前恐怖了数倍不止 是放出 让众人都头皮发麻的恐怖波动 黑豹社长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绝望与惊惧 下一刻 他就被无穷无尽的咒术 血尸淹没 一大片血气爆开肆虐 伴随着骨肉的撕裂 与啃咬之音 当浓郁的血气散去的时候 一众咒术 血尸已经倒落在地 而在血尸的中心 是一具黑豹王尸体的骨架 以及一具人形骨架 至于上面的血肉 竟是都已经被血尸啃咬得干干净净的 数千人看着这荧幕 都是感觉到无尽的寒意 有的甚至直接干呕起来 他们是目睹过黑豹战斗人员之间 其他觉醒者的现场 但是黑豹社团的老大 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 还是让不少人的心里 产生了强烈的不适 那穿着休闲运动服的少年 衣衫依旧鲜尘不染 干干净净 脸上有着坦然与平静 好像这件事跟他完全无关一样 我都说我要走了 为什么非要拦着我 双眸再度环顾了一下四周 开口道 这下我真的要走了哈 应该没有人拦我了吧 全场舞会 无论是冲动狂热的混混 还是冷酷是血的战士 无一人敢出声 陈平又将目光投向那个 有着机械双臂的杜鲁 杜鲁双腿一软 直接就给少年跪下了 居然还在不停地磕头 前辈饶命 看在我带你来参观黑豹社团的份上 就饶我一命吗 众人闻言都是一阵恶然 然后纷纷愤怒无比地瞪着杜鲁 好家伙 就是你将这大魔头带进来的 陈平对杜鲁有好一笑 放心好了 我不杀你 你犯不住那么紧张 我又不是什么心狠手辣之辈 众人看着满地黑豹 战斗成员的尸体 以及只剩下骨架的黑豹社长的尸体 心头又是一阵恶然 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你要不看看 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说着 陈平便已经转身离去 杜鲁根本不需要他收拾 有人会替他收拾 舞会中所有人都很自觉地 给这神秘的白衣少年 让出一条道 他们看着白衣少年 走到通道的尽头 一脚踹开上了锁的厚重的铁门 将整块铁门都给踹飞 扬长而去 只在整个黑区 留下一个传说 陈平只是想要领教一下 灯塔国社团的风采 现在去黑豹社团总部逛了一圈 也得确领教了对方的风采 唯一的遗憾就是 社团的人有些不抗打 还没热身就结束了 当然 他倒也不会对社团的人手软 更不会因为增加了杀戮 而感到愧疚 毕竟看看社团的那些小弟们 就知道 这个社团到底是什么样的了 拦路打劫家常便饭 偶尔心之所致 就能杀人越货 当场之解觉醒者 贩卖器官 都会有一大群人 在一旁起哄和围观 这群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死有余辜的家伙 陈平大步走出黑豹社团 四周昏暗的灯光 错乱的霓虹 地面的水渍 倒映着不远处 绿色灯牌的余光 陈平在狭窄的通道中 大步向前 这里破败的房屋 四处散落的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 以及那偶尔飘来的骚臭味 似乎已经成为了 整个地区的标配 一道道小黑影 还在地面乱窜 那是一只只小老鼠 EJU S 斜杠WWW BCCC 他又看向远处 那里一片灯火灰红 高楼凌厉 绚烂华丽的灯光 装点的夜色 宛如最伟大的不夜城 繁华盛世中 那里的人 都有着幸福美好的笑容 金山城的主城区 跟这里的昏暗与破败 完全不同 简直就像是两个世界 怪不得这里叫黑区 一个根本不会被看见的区域 生活在金山城的人 又哪里会在意 这个城市边缘的黑区 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根本就看不到这里 陈平在网上查了 查关于黑区的情况 上面也只有一些 简单的介绍 黑区中居住的民众 大多数是一些特别向往灯塔国 但又没有合法手段移民灯塔国 所以选择偷渡过来的人 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 没有各种证明 所以难以找到工作 只能生活在管理 分外薄弱的黑区一带 既言残喘 干着罪脏罪累的活 还要被黑区的社团 肆意奴役 这些人是来到灯塔国了 但灯塔国的美好 他们只能看 却不能拥有 陈平有时候真的很纳闷 他们以这样的途径 来到灯塔国能够得到什么 图啥呀 他是放了一下神识感知 发现仅仅是金山城的黑区 领地就极大极大 人口估计 有不下百万之数 堪比一座中型城市了 轰隆隆 远处 乌云如泼墨 突然有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 锁定在他的身上 穿着黑色紧身服 背部声长着蝙蝠双翼的男人 从天而降 落在一栋楼房的顶端 嘴里发出奇异的声波 将少年的身位锁定 九头蛇的大战将 蝙蝠王 嘿嘿 猎物锁定 是个很降大的觉醒者呢 居然是A级出阶的极限觉醒者 怪不得黑豹社团会被团灭 多半是从其他国度 前来参加万国之战的强者 蝙蝠王说着 便冷笑不已 他作为将神系A级中期觉醒者 实力之强大 让黑区所有的人听到他的名号 都会闻风丧胆 在金山城的黑区中 他就是霸主之一 同时 又有七八道强大的身影 跟随着蝙蝠王一起出行 他们都是B级觉醒者高手 听到黑豹社团的信号就赶过来了 老大 发现位置了 居然是A级出阶觉醒者 看来要有一场恶战了 哼 有我们的老大在这里 A级级现觉醒者 照杀不误 黑豹社团虽然不强 但好歹是我们九头蛇的 附庸势力之一 敢敢在我们的地盘 招惹我九头蛇 我们一定要让他付出最惨烈的代价 一众B级高手 都以蝙蝠王为首 此刻义愤填膺道 蝙蝠王浑身是放出如墨水般的能量 那些能量又凝缩成一只只嗜血的小蝙蝠 将危险的契机锁定在那个孤身行走的少年身上 就在东南方 他逃不掉的 蝙蝠王身形再度腾空而起 对着少年直接飞来 当他腾空而起的时候 成百上千头嗜血蝙蝠相随 如王般出征 七位B级高手从中相随 气息强大 进入了战斗状态 陈平感知到了 来者气息之强大 无奈九头蛇蝙蝠王 主宰着这片暗夜的君王 至高无上的黑区之王 强大又充满自信的声音 在身后传出 伴随着黑压压的嗜血蝙蝠 铺天盖地而来 黑区的民众 一个个吓得门窗紧闭 光是听到那声音 就足以让人瑟瑟发抖 显然都是被蝙蝠王的强压统治 被欺凌镇压过 你在黑豹社团所做的一切 已经严重侵犯到了 我九头蛇社团的权益 现在乖乖束手就擒 你还能有一线生计 否则 我将用最残酷的手法 将你镇杀 蝙蝠王终于逼近了那个少年 巨大的蝙蝠 双翼如夜幕伸展 强大的血脉气势 毫无保留地释放 居高临下地府 看着下方的少年 如俯看一只蝼蚁 少年亦是在这一刻转身 抬头望去 一股属于他的气势 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 冰冷 强大 让人血液凝固 灵魂战力的气息 漠然出现 沙士 并且是大成的沙士 这股强烈的沙士 仿佛要凝固整片天地 嗜血蝙蝠群 直接背下地忘记了飞行 坠落地面 七位跟随而来的B级高手 无法呼吸 浑身发软 沃德法克 蝙蝠王神色大亥 从未在A级觉醒者中 见过如此恐怖的气势 就在这时 金色的能量浆液 从少年的体内流淌而出 如水似火 燃烧沸腾 极度恐怖的力量 超越极限的力量 爆发而出 蚂蚁战法 陈平双指并拢 强大浩瀚的金刚气径 凝缩成剑 交织着金色的神雷 对着高空的蝙蝠王 隔空一画 顿时有金光划破昏暗的夜空 犹如劈开夜幕的神剑 数百头嗜血蝙蝠 在这一瞬间 蒸发成烟 蝙蝠王面露震撼 才想着要躲避 胸口就已经被那道金光透体而过 支配着夜幕的身躯 都被金光割开成两半 锋芒惊逝 少年缓缓收拢双指 气势内敛 轻描淡写地收下 蝙蝠王的空间储物法器 转身就走 没有说一个字 也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 就仿佛是随手 碾死一只虫子的折仙 七位气势汹汹的B级高手 直接看傻了 半赏都不敢多说一个字 弹指杀浮王 支配着整个黑区的霸主 堂堂A级级献决行者 居然被一招干掉 眼前这个神秘少年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怪物 B级高手们浑身一片冰凉 战役全无 看着少年再度转身离去的背影 全都凝固在原地 无一人感烂 陈平知道自己 招惹了九头蛇 现在的赶紧离开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一招 秒了蝙蝠王 他随后一路收敛契机 离开了黑区 前往金山城最豪华的金山塔住下 金山塔高达两千八百米 外形如金色的山峰 直插天宇 大气恢弘 金色的光辉在表面流淌 顶端还有新自由女神像 手中的火炬燃烧着不灭的火焰 它是金山城的地标建筑 而陈平在金山塔 定了一间五万刀一万的豪华总统套房 极为宽敞的房屋空间 小型的距林阵 以及三百六十度的大型落地窗 真正高耸如云的高度 能够让他以极为舒服的姿态 镜向整个金山城的繁华 霓虹的绚烂 无人机的矩阵 穿梭不停的飞行器 以及一幕幕壮观的全息投影 在这里都是一览无余的 他还能看见淡淡的云层之下 民众如蚂蚁般爬动 站在这个地方 会情不自禁地生出一股豪气 感觉整个城市就是自己的一样 不得不说 这个酒店对于人性的把握 真的很到位 只要你钱够多 金山城就可以是你的 陈平静静地看着金山城的夜景 看着这座灯塔国极为繁华的城市 轰隆 域名3w.b2ge cc 剧烈的爆炸 在金山城的一处方向中出现 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很特别的力量 正在释放而出 这股力量很特别 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 那是什么了 觉醒灾难 作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 实在太容易出现觉醒灾难了 一个女人突然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 肉身快速扭曲膨胀 变成了一头下半身是蜘蛛 上半身有着羊角的足足20多米高的怪物 轻轻吐出一口白丝 就将路边的十几个无辜的路人捆绑住 那带有腐蚀性的白丝 很快就将十几个路人的身体 融化成一团白色物质 死相极其惨烈 觉醒灾难爆发的街区 顿时出现极强的骚乱 陈平的修为已经不同于往日 仅仅凭借那觉醒灾难的波动 就能大致判断 眼前这个灾难 至少也是七星恶兽级的灾难 至少得出洞壁急觉醒者才能处理 就在陈平想着金山城的觉醒者 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 天空巡航的无人机突然出现在了蜘蛛怪的上空 喷射出了大量的灵能胶质 犹如最为强力的胶水 从天而降 将蜘蛛怪的身体粘连在地面上 蜘蛛怪剧烈挣扎 可就在下一刻 蜘蛛怪附近楼房的墙体 突然伸出了一根根漆黑的炮管 耀眼的能量光辉在积聚 轰轰轰 强大的灵能大炮喷射而出 毁灭的能量瞬间淹没了蜘蛛怪的身体 众人只能听见蜘蛛怪的惨叫 以及震耳欲聋的爆炸 当能量消散的时候 蜘蛛怪已经变成一具焦黑的尸体 完全没有了生机 这 这就结束了 陈平看得惊奇 心里算了算时间 从觉醒灾难爆发 到觉醒者灾难结束 居然连一分钟的时间都不需要 就算是在下国 建立了完整的应急管理体系 也比较难做到这种速度 连陈平都觉得 这样很困难 更别提街道上的其余民众了 附近街道的民众们 看见觉醒怪物 如此干脆利落地被干掉 一个个兴奋地高举着拳头 大呼着灯塔国万岁 灯塔国时代之光 之类的口号 一些来灯塔国旅行的民众 以及觉醒者们 都不可一指地 对灯塔国产生强烈的向往 这个时代 最缺的是什么 那自然就是安全感了 金山城的觉醒灾难 就很生动地告诉他们 来到伟大的灯塔国 那么就不用担心任何的觉醒灾难 整条街道都陷入了狂欢 完全不在意 已经有十几个同胞 已经被蜘蛛丝融化成了胶质 惨死街头 他们只是开心 只是在欢呼 同时 房间内的电视新闻 已经在播报这个事件 重点说了蜘蛛怪的可怕 以及他们金山城处理灾难的事件 无疑不在印证住灯塔国的伟大 灯塔国还是有点东西的 陈平微微点头 这是他在下国从未见过的一幕 然而巧合的是 莫多久 视线极远处的黑区 居然也有一股诡异的能量爆发 漆黑的能量笼罩了一大片的区域 觉醒灾难 得益于陈平纳俯瞰全城的高度 以及极强的势力感知 他看见了觉醒灾难发生的全过程 有一个人被伟力降临 觉醒成了一头巨大的老鼠怪 老鼠怪的高度足足有二十多米 一根根毛发 犹如黑刺般 竖起往外刺 双瞳泛着星红疯狂的光 似乎陷入了某种狂暴中 见人就咬 还将一栋破旧的房屋 给撞得坍塌青岛 大量黑区民众仓皇逃窜 尖叫着逃离 陈平施展全力去赶知 赶知到了老鼠怪的波动 六星恶兽级 威胁略小于蜘蛛怪 但也十分危险 轰隆 老鼠怪又撞倒了一栋破旧的楼房 还将一个逃跑的居民抓住 咬碎 天空上方 碰巧有一群循环的无人机 从不远处飞过 但他们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老鼠怪一般 仅仅是从金山城的边缘飞过 然后就绕到了其他方向 根本没有深入黑区的想法 金山城的主城区与黑区之间 仅仅有一堵墙之隔 但却仿佛隔断了两个世界一般 明明已经进入射击范围 明明仍有居民的惨叫 在夜色回荡 无人机却好像根本没有发现 亦或是根本不搭理黑区的一切 似乎黑区的灾难 都不值得他们浪费火力一般 就那样擦身而过 走得很干脆 老鼠怪仍在疯狂肆虐着 庞大的身子 撞碎老旧的楼房 尖锐的利爪 撕裂民众脆弱的身体 肆意猎食着黑暗中的人们 陈平本想着老鼠怪 闹出那么大动静 想来很快就会被震杀 没想到 等着等着 等了很久 居然还是没有人来 陈平眉头深深一皱 心里升起 想要再度前往黑区 亲手将老鼠怪猎杀的念头 那些黑区的无辜民众也是人 他不忍心看着无辜的民众 被怪物残害 就在他决定要动身的时候 突然间 有一道血红色的刀光 在黑区深处出现 跨越了数百米 一击就将老鼠怪的躯体 劈成两半 陈平神色微微一理 A级级现觉行者 原来黑区还是有强者折服的 没多久 又出现了几个人 他们在兴奋地解破着老鼠怪 将老鼠怪身体有用的部位 都给切割下来 搬运走 也不知道要用于干什么 陈平又看了看时间 老鼠怪的清除时间 足足花了八分钟 是蜘蛛怪清理时间的十几倍以上 讽刺的是 蜘蛛怪比老鼠怪 还要强大一个等级 唉 在灯塔国的眼里 黑区的人命 看来是真的不值钱啊 陈平无奈地苦笑住 他大概能够猜到 黑区出手的是谁 多半是社团中的强者 而社团能够在黑区盘踞 成为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就是因为遇到觉醒灾难 社团的强者 可以帮忙解决 所以 社团的人就能理直气壮 去收取黑区民众的保护费 甚至肆意奴役黑区的人 灯塔国的财团 看线社团还有些用 可能也不会基于清理他们 让他们成为了一种 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双方反而成为了一种 奇特的共生关系 陈平总感觉有些不舒服 明明无人机就在上空 明明黑区的民众 正在被觉醒怪物残暴地杀害 但是财团的力量 却无动于衷 就仿佛不把那些 受害的人当人看似的 就在他思绪有些乱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敲门声 陈平开门 一个穿着极为考骄 做绅士打扮的男子 正笑容满面地看着自己 戴着礼帽 穿着皮鞋 肩膀上还有一只彩色的鹦鹉 他颇为热情地跟陈平打招呼 尊敬的陈平雄王 我是自由世界组织的 金山城总代理凯尔 特来向你问好 陈平心头一灵 浑身神经随之紧绷 自由世界组织 这可是灯塔国 凌驾于财团之上的 最强觉醒势力 自由世界组织 金山城总代理凯尔 陈平念头急转 脸上浮现出一抹 恰到好处的惊讶 你好 凯尔兄弟 陈平笑容满面 跟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 帅逼握手 我何得何能啊 居然劳烦您大驾光临 凯尔的笑容 亦是如沐春风 陈平雄王谦虚了 本来我自由世界组织 是打算出动 马蒂尔塔大长老前来 亲自拜访的 但是他因为 玛雅神经的一件急事 不得分身 所以才委派我前来 陈平心头一灵 金山城是 玛雅神经最近的超级城市 它的重要性 在灯塔国中是名列前茅的 到时还会有很多 来自各国的顶级强者 汇聚在这个城市 所以 这个城市的总代理位置 对于自由世界组织而言 是极度重要的 在灯塔国 财团力量凌驾于众生 而自由世界组织 凌驾于财团之上 凯尔作为金山城总代理 事实上 估计就是金山城 说话最管用的人 他能亲自前来 已经很让他惊讶了 没想到 自由世界组织的大长老 居然也想要亲自来拜访 要知道 自由世界组织的 每一位大长老 可都是S级超线者级别的怪物 他们到底想要干嘛 不知凯尔兄弟 来找我何事啊 陈平坐在沙发上 抬手气筋外放 茶壶茶杯都是悬空而起 茶叶仿佛有生命一样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 跳入茶壶内 随后热水滚烫 如水蛇般冲入茶壶 然后轻描淡写地 给凯尔倒了一杯 热气腾腾的灵茶 凯尔看得很满意 拿起茶杯 慢慢递品了一口 好茶 清香淡雅 飘渺通透 都说东方的茶道精妙绝伦 如今一瓶 果然比我们这边的咖啡一道 药剂一道 要来得更加的道运流长 是陈平雄王你 让我真正地领教了 东方茶道的魅力啊 凯尔笑着称赞道 肩膀上的彩色鹦鹉 咕咕咕的附和 陈平面不改色 心里暗爽 好家伙 这马屁拍的 真让人舒服 不知陈平雄王 来我金山城 挺不错的 风景不错 陈平点点头 对方都那么夸他了 他自然也不好冷脸 哈哈 习惯就好 我灯塔国的美妙 你如今只是看到了表面而已 若是深入了解 你必然会体会到 作为一个顶尖觉醒者 在灯塔国到底有多快活 凯尔喝了几口茶 笑着开口道 陈平隐隐抓住了几分 凯尔话语中的想法 对了 黑区那边出现了一件大事 黑豹社团几乎覆灭 九头蛇还损失了一尊 大将黑富王 在现场呢 无人机抓拍到了一个画面 跟陈平雄王比较像呢 凯尔笑着开口 悬从手机中 翻开了一个照片 照片中 是一个穿着运动服少年 那是刚刚展了黑富王 大步在昏暗的街道中 穿行的画面 也不知无人机 是什么黑科技 在那么黑暗的环境中 居然都能拍到先毫避险 比常人用目光看的视野 还要更加清晰 而且 应该是超远距的拍摄 看来还是小看了 灯塔国的各项科技啊 就算是在肮脏破败的黑区 不想查就算了 若是想查 对方居然也能够捕捉到 如此精确的细节 嗯 是我干的 你们想怎么处理 陈平干脆坦然地承认 他本来做这件事 就不打算瞒天过海 这凯尔来这里 难道说是想要兴师问罪 兴师问罪 不带个厉害一点的人过来 一个A级巅峰的强者 就想拿下他了 哎呀 哎呀 陈平雄王 你也别那么严肃 只不过是死了一批黑区人而已 而且 还是我们伟大灯塔国的蛀虫 您这是为民除害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凯尔勒呵呵道 我这是特意前来感谢 您仗义出手啊 陈平 他跑去黑区大闹一场 结果自由世界组织 还专门来人感谢他 他可不会天真的以为 事情有那么简单 大名鼎鼎的黑富王 黑区的霸主之一 竟是被陈平雄王 你一招毙命 何等耀眼的绝世风采啊 此前就听人说 昆仑学宫出了一位精彩绝艳的麒麟子 我还不甚在意 如今看来 您的妖孽程度 比传闻的还要夸张 凯尔对住陈平 又是一顿乱吹 把陈平都吹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过呀 你杀社团的人我们不管 但是黑豹社团中 还有我们灯塔国的十八位合法公民 这点我 还是必须要管管的 凯尔画风一转 又开口道 陈平内心又变得颇为紧张了起来 但凯尔下面的一句话 却让陈平有些瞠目结舌了起来 十八位公民 都是普通的公民 纵然他们有错在先 您就这样干掉他们 也是需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根据我们灯塔法的规定 决心者因为防卫过当 或者各种过失原因 杀死灯塔国公民的 每一个公民的性命 大概值一千星元时 也就是说 您需要向我们支付 总计一万八千星元时 才能豁免罪行 陈平张大了嘴巴 一时间没转过完 啥玩意儿 一个公民性命值一千星元时 凯尔有些诧异地 看了陈平一眼 怎么了 难道不是防卫过当吗 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话 一个公民给赔一万星元时 才能豁免罪行哦 莫 我就是防卫过当 陈平坦然承认道 凯尔笑了起来 那就是一万八千星元时 因为陈平雄王 是我们灯塔国的特级贵宾 所以 这一万八千星元时 我们会帮您代付 陈平一时间情绪复杂 脑袋里 还在回想着这几句话 过失杀人一千星元时 故意杀人一万星元时 谢谢 陈平本能地开口回答 凯尔见状保持微笑 开口道 哪里的话 陈平雄王客气了 陈平还是有些不满 不过 把公民的性命 去用星元时进行赔偿 会不会有些不好 没什么不好的呀 我们会处理妥当的 包括安置于南公民家属之类的事情 保证皆大欢喜 再说了 觉醒者愿意赔星元时给我们 就代表他们知道错了吗 你还想让觉醒者们怎么样 在这个世界上 觉醒者本来就该拥有特权的 当然了 若是星元时不够多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必将受到我们灯塔国最严厉的处罚 凯尔很自然地开口道 陈平迟疑了一下 我并不觉得 一些受害者的家属 会觉得星元时能够解决一切 话语一落 一双手却是拍在了陈平的肩膀上 凯尔笑容中带着几分深邃 开口道 陈平雄王 不要把在下国的经历 带入到我们的灯塔国 我们灯塔国以强者为尊 以资产为尊 他走到了落地窗前 俯瞰着无边无际的城市灯光 嘴角微微上扬 缓缓道 看见地面上爬动的人了吗 最底层的民众 他们早就学会了及时行乐 早就学会了崇拜强者 依附于强者 是的 如今的他们 最懂得的就是 如何向强大的力量低头 所以就算有什么不满 在接受了合理的赔偿之后 也得认 陈平对这话莫名的不舒服 灯塔国一直自诩为这个时代的光 但若人命真的 能用星元式去衡量 所谓的自由与民主 不就是笑话 哈哈哈哈 凯尔文言笑出了声 不 你错了 陈平老弟 这里的却很自由民主 这里的公民有自由 依附任何强者的权利 他们也可以很民主的选择 到底有哪一位强者 去主宰他们的命运 我们灯塔国 也得去是这个时代的光 因为我们 在顺应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本来就是强者未亡 而我们会将这个时代的特征 完美地展现出来 我们也会坚持不懈地让 我们的底层民众 去认可这样一种理念 凯尔走到了陈平的面前 眼神中充满着骄傲与炽烈 陈平老弟 这个世界的真相 本就该如此 我们要尊重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们才是站在 食物链顶端的那一批人 我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 这点您不能否认 无论是下国 还是昆仑学宫 都太注重底层蝼蚁的死活了 这种做法 会极大的束缚 一个觉醒者的发展 要是一个觉醒者 参与搏杀 都要瞻前顾后 要是一个觉醒者 平定魔宗时 不小心杀死几个无辜 都要被网爆 要是一个觉醒者 连修炼都要小心影响到凡人 这样的修行环境 对觉醒者而言 又有何尊重可言 你这样的绝世天骄 应该拥有更加自由 更加广阔的舞台 凯尔拍着陈平的肩膀 语气诚恳道 我们自由世界组织 很欣赏你 并且早就在关注你了 加入我们吧 下国和昆仑学宫给你的东西 我们也能给 并且能给你双倍 陈平心头一领 图穷比剑了 原来这才是凯尔来到这里的真正原因 自由世界组织的金山总代理凯尔 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招揽陈平 加入自由世界 你们给两倍 陈平听得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们知不知道 昆仑学宫给了我什么 你们给两倍 真的给得起吗 凯尔文言也不恼 而是微微躬身 开口道 放心吧 陈平老弟 我会让你感受到 我们自由世界的诚意的 说着 他轻轻按了一下手环 整个登塔国的地图 便出现在眼前 全西投影的地图中 是数百座繁华的城市 凯尔开口道 您一旦加入我们自由世界组织 将直接成为我们登塔国的特级公民 特级公民跟普通公民的待遇 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级公民享有包括过失贩错误罪 牟利免税 优先进入禁区等99项特权 并且其余势力 若是侵犯到您的权益 或其余势力 若是想要对你不利 我自由世界组织 都必然会为您出头 成为你最坚定的靠山 陈平道西一口凉气 据说登塔国的特级公民极难申请 每一个都是对登塔国具有重大贡献 或者实力滔天 家族背景强势万分的核心人物 才能成为特级公民 诸如各大财团的领袖 以及各大部门的一把手 如今 他一加入登塔国 就是特级公民 凯尔又对住数百座繁华城市中的 其中一座折址 开口道 这座城市名为西海市 人口260万 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 以及丰富的觉醒资源 你若加入我们自由世界组织 你就是西海市的名誉市场 不仅拥有最高的权利 还有由此城市财政净收益 及觉醒资源总收益的20% 作为市场的专属资源 依注S 斜杠WWWBCOOC 陈平心头再度一阵 开局就送一座城 对了 西海市去年的净收益 可是很高的 就算是只有20% 你每年也能得到 五一刀以上的稳定收益 另外 还有不下于100万新原始的修行资源 凯尔又开口道 陈平的心 在剧烈跳动中 这等修行资源 就算是如今的他去看 都无比的心动 怪不得世界各国 那么多顶尖觉醒者 都被灯塔过拉拢 这一番唐一炮弹之下 又有多少个强大的 觉醒者顶得住 当然 陈平对于钱这方面 实在是不缺 因此 目前的反应倒也还算平静 除了心跳快一些 脸色如常 凯尔看见如此淡定的少年 心中微微一惊 这反应 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换做其他极限觉醒者 听到这等逆天的条件 早就脸红心跳 恨不得立即投向 灯塔国的怀抱了 如今 这少年居然连脸色 都不变一下 除此之外 你一加入自由世界组织 就能成为自由世界 大长老候选人 成为我自由世界组织的高层 拥有你无法想象的权利 就算是灯塔国的社团 财团 也不敢轻易招惹你 并且还有资格去兑换 我自由世界的 各种顶级觉醒资源 无论是丹药 功法 还是科技文徒 凯尔又补充了一句 陈平的脸色 这才微微有些变化 哎 怪不得有那么多的顶级觉醒者 扛不住灯塔国的诱惑 这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个盟国的国家 当初成了灯塔国的狗 以损害国家重大利益未代价 为灯塔国书 送了大量的利益与资源 当初事情被爆出的时候 才发现 那个国家的一把手 二把手 竟是灯塔国的特级公民 家人也全都是灯塔国的公民 当初真的是举世哗然 没想到灯塔国的偷家手段 如此逆天 直接把对方的老大都给偷了 陈平当初还想堂堂一国领导人 怎么会那么的没有格局 现在陈平才有些体会得到 当初那些人 到底经受了什么样的诱惑 我给你的条件 是给所有极限觉醒者中 最好的条件 甚至已经达到招揽 S级超限者的标准了 这代表着我们对你的重视 以及对觉醒人才的渴求 另外 一旦你踏入S级 那么你的待遇 将会随着境界的提升再度增加 你也会成为自由世界组织的大长老 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至上的感觉 凯尔看着脸色终于有些变化的少年 笑容自信 开口道 所以 加入我们吧 在灯塔国 你将会享受得到 在下国从未有过的自在与快乐 在这个大觉醒时代 你我本来就该 是那高高在上的王 驱逐这个时代的主人 凯尔的话语极具鼓动性 但凡有些中二的少年 如今就已经忍不住 想要加入灯塔国了 陈平听着 觉得颇为燥热 内心似乎有欲望被勾起 但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他也中二 他也幻想过 成为这个时代的王 但是 他更多的是受到脑海中 七位神明的各种蛊惑 那种蛊惑条件 可比凯尔的条件开得高多了 他依旧不为所动 经历了一次次神明诱惑的他 如今又怎么会为了这些条件 离开自己的国家 就在凯尔以为少年 要忍不住答应的时候 少年却是礼貌一笑 开口道 抱歉 我还是更喜欢我的国家 喜欢我的国家中 普通人与觉醒者 都能有好平等相处的世界 虽然对于觉醒者来说 会有些束缚 但我很喜欢那种氛围 也很喜欢我们国家 那诸多民众发自内心的笑容 凯尔愣住了 似乎从未想过得到这种回答 你在说些什么 你在拒绝我 少年肯定的点头 双眸清澈明亮 表情坚定 凯尔被气笑了 陈平 你不知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是觉得 我们给的条件不够好吗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啊 陈平再度摇头 我说了 并不是条件的问题 而是我更喜欢我的国家 我更喜欢我的国家 在大觉醒时代中 民众们那发自内心的 开心与愉悦 那些民众 开不开心关你什么事 凯尔激动道 在我们这里 会有一万人以你为尊 你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以拥有一切 陈平叹了一口气 我不在乎那些 我感觉在下国也很自在 而且能够感受 得到更多的温暖 与发自内心的愉悦 凯尔 凯尔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 居然会说出 这么荒唐的理由去拒绝他 感受到温暖与愉悦 这是什么玩意儿 陈平雄王 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不必在这里戏弄我 或许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再对我答复 哎 我说了 我没有任何敷衍 你戏弄你的意思 而且我也不用想了 我的意思是 我拒绝 陈平再度开口 拒绝得十分的直接和粗暴 他在这一刻 想起当初灵异森林战区 十万将士死战不退的 悲壮与不屈 想起了跟队友们出生入死 只为了守护育男众生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纯粹心境 在灯塔国 或许能很快活 但他的道 他的心 却不适合这里 凯尔脸上的笑容保持不住了 双眸微微眯起 蕴含着一丝冰冷 以及茫然 凯尔来这里之前 早就做好了个重功课 对于这样一个潜力无限的少年 既要满足他的物质欲望 也要满足他的精神欲望 更要满足他的成就感 开局就送一个特技功名 外加一座城 还让他成为自由世界组织的高层 灯塔国食物链顶端的位置 这等福利 绝对比昆仑学宫那什么封号弟子 要有更高的含金量 要有更加丰厚的收益 甚至是数倍的价值 可是 少年居然拒绝了 而且 拒绝的是如此的干脆 他怎么敢 陈平的坚定 让凯尔陷入了茫然与不解 此前还其乐融融的气氛 就这样沉默了下来 凯尔看着陈平那认真的模样 没来由地涌出一种愤怒 陈平 不如我等吗 凯尔的语气都变了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陈平感受到了 那宛如实质的压力 但他心境没有任何变化 既然不会被利诱 当然也不怕威逼 不卑不亢地开口道 不是在羞辱你们 只是简单地拒绝 怎么 你们自由世界组织 连让人拒绝的自由都没有了 凯尔被说的语气一致 随即被气笑了 好 拒绝了也好 他站起身 整个人的气质 变得无比地冷漠和生疏 我自由世界组织 天骄被出 强者云洁 也不差你这么一个天骄 无论是有未来之光称号的香克斯 还是冰蓝魔女之称的米兰达 哪一个不是强决当代 潜力无限 我们自由自在渴望人才 但也不是非要你这么一个 而你却是避讳 因为错过这么一个伟大的机缘而悔恨 域名3w.b2ge cc 说完 凯尔转身就走 不带丝毫意思的犹豫 陈平也没有留 而是平静地看着凯尔离去的背影 陷入某众深思之中 金山塔之外 凯尔肩膀上的彩色鹦鹉 突然变大 化作一头剧情 他脚踏剧情 腾空而起 俯瞰着那高耸入云的金山塔 嘴角发出一声不甘的冷哼 哼 鼠目寸光 不知好歹 凯尔很生气 他觉得自己开出这个条件 但凡正常一点的人 都不会拒绝他 他本以为此行事实在必得的 谁知 这位容貌俱美的绅士 缓缓将双拳紧握 果然啊 这个陈平就是在羞辱他 该死的家伙 回到自由世界金山城分部 凯尔看见两尊无比强大的身影 正站在一旁 接受马蒂尔塔大长老的教导 一人浑身笼罩着扭曲的光团 神秘又降大 一人长发如冰 周身的冰冷 让万物都可以凝固 凯尔微微正色 同时心中生起一抹骄傲 他们正是被自由世界 寄予厚望的未来之光香特斯 冰冷魔女米兰达曾为自由世界组织立下过赫赫战功 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逆天战力 明明是A级巅峰 却有合力猎杀战力 媲美S级超限者的九星上谷凶兽的记录 凯尔跟他们都是A级巅峰觉醒者 但他们却更受组织重视 因为他们极有机会突破成为超限者 是自由世界组织最看重的逆天妖孽 重要程度丝毫不弱于那位陈平 凯尔 你回来了 正在与两位绝世天骄陪练的马迪尔塔 大长老转头看去 他一袭红色披风 皮肤有黑 双眸是一种马脑石一般的红色 通透又魅力 此刻笑容轻和地迎了上来 怎么样 那位昆仑学宫的陈平雄王 答应加入我们自由世界组织了吗 凯尔脸上有些难看 没有 他拒绝了 马迪尔塔的笑容一僵 你说什么 凯尔咬牙道 那该死的黄皮猪 我开出那么好的条件 他居然都拒绝了 这个鼠目寸光的家伙 不配加入自由世界 突然 星红的大手 突然拍在凯尔的脸上 凯尔明明是A级巅峰觉醒者 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余地 然后就被扇得口鼻喷血 身子倒射 撞入了坚硬的合金墙内 废物 一声冷翅 回荡在凯尔的耳边 凯尔被扇猛了 有些茫然地看着 勃然大怒的马迪尔塔大长老 他不明白 为何这位大长老如此震怒 陈平招揽失败 这完全是陈平不识好歹的问题 为何马迪尔塔大长老 要迁怒于他 凯尔捂着脸 有些不解地站起身 马迪尔塔大长老一 就怒气腾腾地凝视住凯尔 我已经跟你说了 务必要将陈平招揽过来 不惜一切代价 你现在告诉我 你失败了 凯尔咬牙道 可是他根本 不理会我开出的条件 他这种人 就不适合我们自由世界组织 回答凯尔的 又是一巴掌 凯尔吐血滚落地面 你根本就不知道陈平的价值 马迪尔塔大长老脸色 阴沉至极 他走过去 堂堂金山城总代理 被他像提小鸡一样提了起来 然后双同事 放出射人心魄的光辉 竟是直接开始读取凯尔的记忆 从第一人称的视觉 再度经历了一遍 凯尔招揽陈平的全过程 这个时候 他才将凯尔放下 凯尔仿佛经历了一场鬼门关 冷汗直流 他知道 若是他在招揽过程中 出现了什么大问题 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现在 他可能已经被马迪尔塔 强势镇杀了 这家伙 得却很难招揽 马迪尔塔大长老 在殿中来回踱步 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凯尔的眼眸中 流露出几分凌厉之色 沉深开口道 不如 就按照以往的经验那般 对于那些不听话的 无法招揽的绝世天骄 我们就出手段 将其干掉 无法招揽的天骄 就是敌人 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马迪尔塔大长老的眼眸 微微眯起 流露出几分凌厉之色 也只能这样了 任其发展 必然会成长成为 我们未来世界组织的大敌 香克斯 米兰达 你们在玛雅 神境之内 若是找到比较好的机会 就对陈平下手 马迪尔塔大长老沉深道 是 大长老 两位绝世天骄 自信满满地点头 早就想领教一下 昆仑学宫封号弟子的实力了 未来之子香克斯 声音空灵 光团深处的双瞳 欢喜一抹桀骜冷酷的笑意 我会将它 动成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冰兰魔女米兰达 淡淡一笑 仿佛在说着最平常的话 同样是A级爵士天骄 还是有过展杀 媲美S级的九星上古 凶兽记录的爵士天骄 他们根本不耸任何人 马迪尔塔大长老觉得还不保险 另外 还联系了另外两尊大长老 喂 凯撒大长老 梅大长老 你们进入玛雅神境 执行任务的时候 多注意一下 昆仑学宫的陈平雄王 有合适时机的时候 可以将其干掉 这个明星很想退休 哈 马迪尔塔 招揽任务失败了 请允许我嘲笑一下 你让我们会长大人失望了呀 全息通讯中 传来一个高大男子 幸灾乐祸的声音 马迪尔塔脸色一黑 我可是很严肃 给你们说这件事的 陈平的潜力极度可怕 必须要提前将其扼杀 陈平是吧 我会注意的 不过 我们等于组织颁布的夺取 时间之星的任务位中 杀了他 梅大长老的回答 倒是简洁明了 为什么不喊穷去做 凯撒懒洋洋道 穷是我们组织最核心的人物 他可没那个闲功夫 应付这种事情 他要趁着诸多高手 进入玛雅神境 引发动乱的间隙 夺取最重要的时间之星 马迪尔塔大长老开口道 好好好 穷去做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也会注意一下陈平的 凯撒颇未复眼的开口 得到两位S级大长老的应允 马迪尔塔这才 放心地结束通话 同时面带冷色的看向远处 每一次进入玛雅神境 境界越高 所消耗的代价越大 S级超限者 进入玛雅神境 往往是不划算的 所以就算是灯塔国 往年也只有一位 S级超限者进入 但是这一次 灯塔国会有三位超限者 进入神境 不为别的 就为了那即将出世的至宝 时间之星 这件事是其余人 都不知道的绝密信息 到时候 三大S级超限者出世 必然会给其余人 一个大大的惊喜 而他们的灯塔国 在得到时间之星后 也必将立压其余 三大超级觉醒国度 让灯塔国重返蓝星巅峰 至于那不知好歹的陈平 马蒂尔塔的脸上 浮现一抹冰冷残酷的笑 既然拒绝了灯塔 那么他就只剩下黑暗了 这一次玛雅神境之旅 伟大的灯塔国 还治不了他 距离万国之战 开始还有三天 陈平已经在金山城内晃 忧了好几天 他发现 这座城市中的觉醒者 已经越来越多了 并且还都是一些强大的觉醒者 金山城内的安保级别 提升至最高 三大财团的高手 也时常出现在金山城中 解决一些纷争与困难 金山城的永辉博物馆 这里存放着诸多上古文物 是灯塔国第五大博物馆 随着大觉醒时代的降临 一些文物也跟随着觉醒 释放出奇异的宝光波动 有的甚至 直接蜕变成了灵宝 所以 永辉博物馆 也成为了灯塔国 及其有名的藏宝阁 安保级别连续上掉了好几个维度 值钱的宝物自然已经被运走 但剩下的文物 也吃不准以后会不会觉醒 只能放在远处 工人瞻仰 吸收众生念力 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觉醒 金碧辉煌的永辉博物馆 在夜色中释放着金灰 一柱 M Quant Z Fash 强大的阵法 笼罩整个博物馆 日夜运转着 一个个强大的觉醒者 在四周巡逻 距离永辉博物 管输百米之外的一栋高楼上 娇小的身影 傲立在一个霓虹灯牌之上 苗条的身子 曼妙玲珑 穿着凸显身材的黑色紧身衣 苗条又修长的双腿 在紧身衣包裹之下 似乎充满了力量感 它有着小巧的猫耳朵 双眸非常的大 非常的灵动 犹如猫眼一般炯炯有神 身后还有着毛茸茸的猫尾巴 随风摆动 两侧 突然有两道身影 犹如鬼魅般浮现 猫儿女的眼眸微微一动 声音清脆道 圣火昭昭 圣火妖妖 烦我弟子 喵喵 喵喵 两侧鬼魅的身影 有清脆的声音出现 似乎再附和 暗号对上了 娇小的猫娘微微点头 两位中阶级现觉醒者的长老 但我的侍从啊 嗯 还不错 两旁的鬼魅侍从 亦是有啄毛耳朵 他们都是圣火喵喵娇的长老 圣火喵喵娇 是一个跨国大型觉醒组织 只有觉醒了将神系 猫神系力量的觉醒者 才有资格加入 不要觉得 猫神系力量是个冷门力量 相反 作为世人认知度最高的 几大动物觉醒之一 猫神系力量觉醒者群体 可以用庞大来形容 圣火喵喵叫 也从而成为了一个知名的 跨国觉醒者组织 可惜了 圣火喵喵叫的人 没有什么格局 相反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什么 血脉裂根性的原因 他们非常喜欢 做一些偷金摸狗的事情 得益于天生矫健 敏捷 走路无声 躯体柔软 善于隐蔽气息 以及幻影手法等觉醒天赋 他们偏偏还很擅长偷盗 正因为如此 圣火喵喵叫的名声 在全世界 可谓是臭名昭著 就没几个国家 莫几个觉醒势力 莫被他们偷盗过 圣火喵喵叫 又有一个别名 叫小偷叫 喵喵圣女 您真的要对永辉博物馆下手吗 这个地方 安保能力不容小觑啊 真是安保力量 比明面看到的 还要将大好击倍 据说是三大财团之一 龙虎财团的秘密藏宝宫殿 其中一位暗影是 颇为忐忑地开口道 嘻嘻 这才有挑战性吗 卫手的猫女 舔了舔自己白皙如玉的小手 笑音音道 成为圣女之后 我还没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呢 如今我已经练成了圣幻偷天手 正好拿龙虎财团的宝库来练练手 永辉博物馆中 喵喵圣女 看见了一重险性阵法 以及三重隐性阵法 她还很快就洞悉了守护者的级别 眼神中闪过一抹炽热 以及一抹难得的兴奋与挑战欲 这些觉醒者 大部分都有着狗耳朵 还有着大大的鼻子 似乎可以闻到什么异常的味道 有的身后 甚至都出现了狗尾巴 是的 它们都拥有了狗神的血脉 狗作为这个世界上 认知最广泛的动物 让世人莫想到的是 降神系的狗神觉醒者 会如此之多 这些狗神觉醒者 拥有忠诚 洞察力高 听力 嗅觉及味灵敏 反应极快等特质 所以经常都是负责安保等重要职务 世界上最大的安保公司 就是由诸多狗神觉醒者组成的 它们甚至还为此创立了一个教会 忠诚狗狗教 忠诚狗狗教又被称为保安教 永辉博物馆的安保将者 几乎都是忠诚狗狗的教的人 自从接管永辉博物馆安保工作以来 已经保护了永辉博物馆十年的安全 共抓获各类盗贼160多人 堪称金山城的铜墙铁壁 安保队长 黑风狗王 正站在博物馆的大门 眼寻四周 耳听八方 鼻子闻天 四足赶地 他瞟了眼身侧的新人 浩月朗朗 浩月苍苍 烦我教徒 汪汪 汪汪 新人激动回应 黑风狗王咧嘴一笑 舔了一下新人 新人很兴奋 又兴奋地回舔队长 从脸颊舔舔到脚底 这代表的是一众忠诚语仰物 很好 你去守东南方位 是 队长 汪汪 新人激动地开口 下一刻 黑风狗王的脸色骤然一变 什么人 他以惊人的感知 立即预知了 有人前来 两道黑影鬼鬼祟祟 潜入永辉博物馆 越过了重重阵法 但最终被一道 极度隐藏的灵力科技 阵法带出了 某种特殊的涟漪 抓小偷 两个方向 他们是高手 快 快堵住他们 汪汪汪汪汪 整个永辉博物馆 都躁动起来了 众多狗狗交的高手反应过来 捉拿潜入的小偷 哇 居然是他们 是小偷叫 汪汪汪 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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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他们 这群一直偷襟摸我们的猫咪 他们居然敢盯上 我们伟大的灯塔国的博物馆 这一次 我一定要为狗狗叫证名 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 发现是喵喵娇的成员后 狗狗叫的安保成员 更加激动 更加亢奋了 一片混乱喧闹之际 当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那两个圆形毕露的小偷吸引之际 没有人知道 喵喵圣女 居然已经潜入了 永辉博物馆的内部 随手将一件件值钱的宝贝带走 明明是封存在防弹玻璃内的宝物 她鲜长如玉的手轻轻划过 空间泛起涟漪 内部的宝物 就被她完好无损地取出 就仿佛 那密封的防弹玻璃盒 完全不存在一样 她迈着优雅的步伐 一直往博物馆深处走去 激光监测 全空间电磁监测 各种能量 阵图暴射 她都能以柔软的身体 扭动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躲过 双同事放出的一股股奇异的力量波动 更是能够让一种科技造物 丧失了监测功能 终于 她进入龙虎财团的秘密藏宝地 优惑 好多进制啊 看来拿走所有宝贝 是不可能的了 喵喵圣女 依靠特殊的宝物感知神通 很快就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王冠上面 舔了舔小嘴 嘻嘻 看来这个才是最值钱的 罢了 那我就只拿一件吧 轰动 永辉博物馆爆发出刺眼夺目的火光 一道身影窜出 一群疯狗在后面狂追 永恒皇冠失窃 不要让她逃了 该死的 一定要抓住她 金山城的夜晚 是越来越热闹了 陈平知道 接下来这两天会十分杂乱 十分危险 她为了安全起见 还用傻瓜版的阵盘 给她的房子 设置了高等级的防御阵法 隐蔽阵法 以及隔绝气息的高级阵法 为的就是要低调 现在她老出名了 万一有谁想要对她不利怎么办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 陈平搞完一切 这才颇为满足地躺在床上 闭目小气 然而没多久 一道柔软纤细的黑影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房间内 大大的灵动的眼睛 左看看 又看看 似乎对陈平设置的隔绝气息的阵法很满意 旁若无人地越过她的阵法 然后缓缓缩入床底 喵喵圣女 缩入了少年的床底 她成功窃取了龙虎财团的至宝之一 永恒皇冠 但也触发了最高警戒 被黑风狗王 以及龙虎财团的高手追了一路 万幸的是 她凭借着惊人的感知 成功找到了一处 拥有隐蔽气息高级阵法的地方 简直是天佑她喵喵叫 借着她那超强的隐藏气息的能力 再加上眼前这座白嫖的 能够高效隐蔽气息的阵法 强强联合之下 必然能够摆脱那狗鼻子 还能拥有那么高级的隐蔽阵法的阵盘 而且不止一个高级阵盘 而是三个 她到底是哪家大户公子呀 她的身上 一定会有很多的宝贝吧 躲在床底的喵喵圣女 柔软苗条的娇躯 以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趴着 内心再度躁动 又重按捺不住的发扬 唉 职业病犯了 看见这么有钱的公子哥 总想偷点什么 作为偷偷娇 不对 作为喵喵娇的圣女 一直保持良好的道德习惯 是她最基本的素养 不能那么冲动 再怎么 她也是你的半个救命恩人 你绝对不能做出 伤害你救命恩人的事情 喵喵圣女突然又摇摇头 脑子里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道德小人似乎占领了高地 罢了 看在你的隐蔽 阵法救了我一命的份上 我就不偷你的东西了 嗯 顶多就偷放出来的三个阵盘 喵喵圣女想了想 心里再度吐槽道 显然 低劣的职业习惯小人 再度打败了道德小人 她知道 床上的少年 是A级级现觉醒者 但她丝毫不慌 别说极限觉醒者了 凭借她的虚空圣体 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 就算是超限者 都不一定能发现她的行踪 至于那三大高级阵法 对她而言 更是形同虚设 她觉得 就算她在床底跳舞 床上的少年 也绝对毫无察觉 可是喵喵圣女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房间里 有一个人 比她更加能静 比她更加会隐藏自己 那就是娃娃 从外界看 这就是一只静静 躺在床上的杨娃娃 可是杨娃娃那圆溜溜的大眼睛 却是亲眼目睹了 一个矫健的黑影 鬼鬼祟祟地 进入到她的房间内 大哥哥 有人偷偷溜进我们的房间了 娃娃用她跟陈平 绑定的一时 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音道 什么 陈平吓了一大跳 居然有人能够 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她 她的危机感 瞬间蹭蹭蹭地往外貌 是未来组织的人 是受神的人 还是说众神殿的人 盯上她了 跟陈平有过瓜葛的大势力不少 这让她不由地紧张起来 她在哪里 陈平急身问道 表情依旧很淡定 只不过有一股感知 犹如流水般 缓缓流淌而出 润雾无声 她在床底 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杨娃娃用一诗传音道 呵 很可爱的女孩子 陈平可不会被外表迷惑 在床底蹲着她的 必然是来者不善的敌人 她可不会 有什么客气的想法 立即干掉对方 但对方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潜入她的阵法 必然有过人之处 一旦爆发战斗 万一打不赢怎么办 不 不对 这不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 她一直潜伏在床底 一旦暴起袭击 那么对方越强 对她而言就越危险 一旦大意 到时候就是死不死的问题 现在立即动手 就算打不过 对方也会因为被发现 而心意大乱 选择逃走 想到这里 陈平的眼眸 微微变得凌厉起来 床底之下 喵喵圣女 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脸色骤然一变 轰隆 一张大手 突然穿透了床板 抓响喵喵圣女的身体 喵喵圣女快速躲避 但是那大手却 按压在一团柔软之上 弄得喵喵圣女 发出一声清脆的惊呼 是发誓在太突然了 谁能想到 那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少年 居然能够察觉到她的潜伏 她堂堂虚空圣体 居然会因为一个 A急绝行者而失效 嗯 床上传来少年 略带疑惑的声音 似乎在思考自己抓到的软软的 又富有弹性的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又是一声爆响 另外一个大手穿越床板 抓向喵喵圣女的脖梗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喵喵圣女才想着躲避 那手就已经抓住 她如天鹅般的脖梗 抓起来很顺手 就像抓着白玉京的脖梗一样 用力一捏 啊 女子的尖叫声传来 她的双手伸出 可以撕碎钢铁的尖锐利肘 狠狠地刺在陈平的手臂上 用力递一丝 哗啦啦 尖锐刺耳的声音 伴随着神光四箭 好似两种不同的金属碰撞撕裂 那让人牙酸的声音传出 喵喵圣女 感觉十根手指都抹了 指甲更有重不堪重负 往外掀的迹象 即使很用力地反抗 很用力地在抓 眼前这个健壮的手臂上 居然是被抓出 十道浅浅的红痕 连皮肤都没有被抓破 好硬 她的喵喵利肘 就算是大金刚致敬的肉身 都能撕裂 到底是何等逆天的肉身 才能做到那么硬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 反抗与威胁 那手掌中的力道 更加用力了 似乎要枪喵喵圣女的 脖更领断 喵喵圣女吓了一大跳 生死危机之间 她的身体默然虚化 那是虚空圣体的 本命神通 陈平感觉明明是 实质的触感 突然变成了抓空气 也是被吓了一跳 下一刻 就看见一个 想要逃走的少女 撞在了她的阵法之上 发出了吃痛的哀忧的声音 这是一个身材娇小 曲线玲珑曼妙的少女 穿着黑色的紧身衣 纤细匀称的双腿 点在地上 犹如猫咪般优雅 那精致无瑕的脸上 有着一双又圆又亮的大眼睛 不像普通人的眼睛 更像是猫咪一般的眼睛 少女满是巨异地 瞪了陈平一眼 雪白的脖梗 还有红红的手掌印 随后转身就逃 那身子 居然一下子就穿透了 两重阵法的封锁 而且丝毫 没有引起阵法的反应 嗯 你这是什么神法 陈平极其好奇 自然不会让这个敌人逃走 脚步一踏 体内如汪洋般的气劲爆发 化作一条条黄金气龙 朝少女奔袭而去 少女当即腾膜身形 极度柔软的身体 一次次将黄金气龙的进攻给躲过 优雅又鬼魅 仿佛在群龙肆虐之中起舞 她的躲避能力是无敌的 在A级决行者中 根本没有敌手 一边躲避 还一边穿越了第三重阵法 就要逃走 陈平十分吃惊 荡起脚步猛踏地面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势爆发出来 如鸢四海 可以风动一切 让众生站立 大成般的沙士 喵喵圣女能躲攻击 但却躲不了覆盖整个空间的沙士 她顿时焦躯一致 被那极度恐怖的沙士所影响 下一刻 陈平化作一道恐怖的金色电光 冲至了喵喵圣女的面前 一手抓住了喵喵圣女的脖梗 将其灌入地面 阵法剧烈震动 若非有阵法庇佑 整个楼层都会因此坍塌 可 喵喵圣女渴出血液 那重让她窒息的力量 让她焦躯一颤 好将大 好恐怖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速度 什么样的气势 喵喵圣女 看着眼前金色江叶熊熊燃烧的少年 哪里还有人畜无害的模样 分明就是从尸山血海走出来的大魔头 这少年露出獠牙的时候 压迫感情是丝毫不亚于她面对S极怪物时的感觉 饶命 大佬饶命 喵喵圣女知道自己踢到铁板了 艰难求饶 相对于喵喵圣女的震撼 陈平的表情则极度意外 她万万没想到 少女在她的灵力攻势下 居然如此没有反抗能力 好弱 就这渣渣 也敢来刺杀她 喵喵圣女震撼于少年浩强 少年震撼于喵喵圣女好弱 陈平本以为能够悄无声息潜入她房间的敌人 到底有多强呢 结果才开始交锋 她就遏制住了对方命运的咽喉 放 放开我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只是路过 少女正扎着 娇柔苗条的娇躯不停扭动 但却被陈平释放的黄金气景牢牢封锁 那气景犹如汪洋般澎湃 好似无穷无尽的重压 让她连正扎都难以做到 少女心头震撼莫名 眼前这个少年真的A级绝行者 S级超限者都没有那么夸张的气景吧 你路过 然后钻我床底完 陈平冷笑 表示不相信这等鬼话 喵喵圣女被掐的眼泪都出来了 双腿在空中直登 心中的慌乱达到了极致 因为她感受到了一股杀意 一股真的会将她脖子给掐断的杀意 是真的 这都是真的啊 我被一群凶神恶杀的觉醒者追着 他们都想要夺取 我手中的一样至宝 而我只想躲避他们的追杀 发现你这里有一个高级隐蔽阵法 可以帮助我屏蔽契机 我迫不得已 这才借用了一下您的阵法 真的不想加害于您的 喵喵圣女委屈巴巴地说着 又大又圆的眼眸泪光闪烁 格外楚楚可怜 陈平听得表情微微一正 随即道 真的只是这样 真的 喵喵圣女哭着点头 他哪里想到眼前这个少年 实力居然如此恐怖 早知道这个少年如此妖念 他此前打死也不会 趴在这个小怪物的床底啊 陈平此刻已经有些相信这个少女了 莫别的原因 如果真的是想要加害她的话 这重实力也太弱了 而且她的神魂是很降大的 甚至能够大致分辨出 一个人对她是否有敌意 眼前这个少女 对她好像还真没有什么邪恶的念头 正因为如此 她才没有掐断这个少女的脖子 想到这里 陈平的手微微一松 众祸自由的喵喵圣女 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了十几米之外 轰隆 沙士降临 金光雷霆蹦裂肩 一个大手捏住了她白皙柔软的脖梗 将她灌倒在地 扑啊 喵喵圣女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她眼泪直接就崩了 你干嘛呀 陈平冷声问 你逃什么 喵喵圣女顿时泪流满面 呜呜呜 你太可怕了 我只是想拉远一点距离而已 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她才不会说是因为职业病犯了 想要逃了 此刻 她那穿着黑色紧身衣的柔软胶躯 微微全曲着 胸脯鼓起 小腰纤细 一双长腿无处安放 色色发抖 少年听到这份真诚的忏悔语录 这才缓缓松开了手 喵喵圣女的脖子红红的 胶躯蜷缩在地面上 甚至不敢站起身 生怕少年又把她给按倒在地 姓名 少年道 喵喵 喵喵圣女开口 陈平双猛猛的一瞪 喵什么喵 想要蒙混过关 我真的是叫喵喵啊 喵喵是我的道号 喵喵圣女一脸的委屈 职业 少年又问 财富的分配与协调 喵喵圣女如实回答 修为呢 A几巅峰 A几巅峰这么弱 喵喵圣女这辈子受到的委屈 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现在陈平就像警察审问犯人一样 在审问着她 本章未完 第311章 圣女的噩梦 偏偏她还不能反抗 你的觉醒体系是什么 觉醒体系 降神系 什么类别的降神系 这 快说 神虎系降神系 下一刻 喵喵圣女的脖子再度被掐住了 你他妈当我傻吗 一个猫耳朵 猫眼睛 猫尾巴的人 你跟我说你是神虎系 陈平破口大骂 老虎 老虎就是大典的猫猫吗 别掐了 别掐了 我是猫神系的 喵喵圣女大声求饶 她的心态直接崩了 这动不动掐脖子的习惯 是怎么来的 猫神系 陈平眼眸闪烁 她早就有所猜测 今日终于得到证实 十个猫神九个偷 还有一个是神偷 怪不得这少女 干啥啥不行 潜伏第一名 原来是猫神系的觉醒者 一瞬间 陈平看少女的眼神都变了 我 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你就饶了我吧 都交代了 你还没交代你 偷了个什么东西呢 外面那么大的动静 都是你闹出来的吧 喵喵圣女 顿时脸色都白了 我都说了 我对你没有恶意 卡卡卡 喵喵圣女的脖梗 传来关节的声音 可是我对你有恶意 少年咧嘴一笑 那笑容干净无瑕 阳光灿烂 喵喵圣女 这一刻 喵喵圣女仿佛看见了恶魔 在生死危机之间 她根本不敢再挑衅少年的底线 我偷了龙虎财团的永恒皇冠 喵喵圣女 瑟瑟发抖道 哦 是那件残缺的神器 永恒皇冠 据说戴上它 就得亏永恒的秘密 并且能掌控皇的力量 陈平文言顿时来了兴趣 这玩意儿 有点像荡出山海关的四项顶 也是有残缺的神器 但就算是残缺的神器 平级也达到了九星灵气的级别 永恒皇冠 拿出来 你 你干嘛 这永恒皇冠是我的 现在它是我的了 你 你居然想要大姐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一个小偷 有资格说我有问题吗 你知不知道 乱偷别人家的东西 是不对的 说着 就是一顿掐脖子教育 喵喵圣女在陈平的教育下 大彻大悟 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以及过错 含泪将永恒皇冠送到了少年的面前 表达自己悔过自新的决心 陈平满怀欣慰地收下 喵喵圣女的忏悔之物 这才放任少女的离开 记得 以后别乱偷东西了 一定 我下次一定不会再偷了 喵喵圣女 眼中有着大彻大悟的泪水 头发凌乱 胶躯轻颤 苗条柔软的胶躯 弱弱地颤抖着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 他视为噩梦的地方 是的 这就是噩梦 往少年的床底一躺 辛辛苦苦偷来的质宝没了 就连人都差点没了 金山城居然潜伏着这样一头魔鬼 恐怖如斯 金山城的深夜 依旧灯火辉煌 直插天宇的一栋洞钢铁楼房 释放着让人目眩的画面 一个苗条修长的身影 隐隐立在一根通讯塔的钢架上 他身姿轻盈 曼妙无双 灵动的大眼睛 带着射人心魄的光 圣火喵喵叫万众敬仰的圣女 不可侵犯的圣女 如果他不说 没有人会知道 他在一个小时前 到底经历了何等非人的折磨 恭喜圣女大人 夺得永恒皇冠 撞在我圣火喵喵叫的圣威 两位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暗影侍从 在一旁极其恭敬地开口道 为了配合圣女创业 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多 哼 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喵喵圣女 一脸高傲地扬起脖岗 当然 他那被捏得淤青的脖子 现在已经好了 就像白天鹅一样 雪白高傲 他很坦然地接受了 两位侍从的夸赞 保持着强大牛逼的人设 本来就是如此 他的却是平实力 得到了永恒皇冠 只不过 后来遇到了一个怪物 让他大彻大悟 后来又把永恒皇冠 送出去了而已 这样一想 圣女的心 果然好受多了 但不经意间 回想起了少年那人畜 无害的阳光大男孩的脸 他的娇躯 又经不住 一阵本能的颤抖 圣女大人 您 您怎么了 我没事 喵喵圣女 很快就平复了情绪 我们好好准备吧 这次万国之战 我们说什么 也得为我们的圣火喵喵叫证明 养我圣火 喵喵叫的圣威 喵喵圣女朗声道 两旁的侍从 亦是无比激动 是 养我圣火喵喵叫的圣威 圣火喵喵叫毕圣 喵喵 喵喵 激动的两个侍卫 并没有察觉到 圣女那鲜长的手指 如魔术师一般 不动声色地 夹着一个小卡片 卡片上 居然是一个少年的头像 上面还有个重具体的信息 万国之战 万国之战开始后 咱们走着瞧 金山塔豪华总统套房内 陈平默然打了一个喷嚏 哎呀 莫不是又有哪位美女想我了 陈平摇摇头 一旁的白玉京笑咪咪的帮腔 嘎嘎 主人 您神威盖世 天之骄子 有美女倾慕就很不错 我看刚刚那位美女就很不错 你们有一段好的开始 完全可以深入交流一下的呀 陈平乐了 我都那样对她了 这叫有一段好的开始 白玉京摇头晃脑道 当然了 就算是刻骨铭心的恨 那也是好的开始 这代表着她会记住你 她会想着你 殊不知 爱恨本来就在一念之间 有爱即生恨 就有恨即生爱 这鸭子 又在灌输她的恋爱观了 有一说一 那牛是真的不错 居然是虚空圣体 这可是杀手界的第一体制 用来偷鸡摸狗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完全可以跟她深入交流 培养她的吗 有一点 陈平还是很佩服白玉京的 白玉京那双小眼睛 就像人形扫描一样 一眼就能看清对方的体制 锦线女生 再说了 她都把定情性物给你了呀 你不得回馈她一些什么 陈平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神特么定情性物 果然论扯淡 默认比得过白玉京 陈平为了让白玉京闭嘴 一把捏住了白玉京的脖梗 打 白玉京惨叫一声 陈平感受着似曾相识 本章未完 第312章 万国天交齐聚 得手感 我说 怎么捏那位少女的时候 那么容易上手 传来手感跟捏白玉京差不多 陈平不由地将目光转向喵喵 送给她的定情性物 那顶散发着神秘波动的皇冠 皇冠格外的华丽 上面镶嵌了一枚枚神秘的宝石 表面似乎由宇宙玄金锻造而成 表面有裂纹 导致神器有缺 透露着一种历经岁月的沧桑感 龙虎财团的至宝之一 永恒皇冠 这玩意儿 初看的时候 金灿灿的 镶满了宝石 感觉很俗 但是认真看 又能从中感受一众难以言喻的尊贵 陈平将永恒皇冠炼化 戴在头上 这一瞬间 一股永恒的气息降临 陈平深切地体会到了永恒的真意 那种感觉 就跟她在 龟虚 道径中 看见不朽的天庭那般 同时 在永恒真意的加持下 她体内的气火 体内的力量 都沾染了一部分永恒的力量 变得更加坚韧 更加地难以摧毁 不死神火 更是跃动暴涨 威能足足攀升了数倍 而永恒皇冠有损 那股永恒的气息 渐渐地也有重缺损衰落 又好似在权势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这种矛盾的真意 恰恰跟她在龟虚道径中 看见的不朽天庭坠落 有一区同工之妙 竟是再度助长陈平 对于神通龟虚的理解 带个灵气 还能帮助她领悟神通 这种体验 也真是够有意思的 陈平对于这个永恒皇冠 还是颇为惊喜的 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窗外 突然又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陈平早就习惯了 内心毫无波动 带着皇冠站起身 站在落地窗前 目光远眺 俯瞰着整个金山城 果不其然 她看见几公里之外 有一处地方 正爆发着激烈的战斗 两个A级觉醒者 似乎闹矛盾了 那里直接开始干架 打得轰轰烈烈的 万国之战 准备要开启 诸多觉醒者高手陆续出现 有的人遇到了 会产生矛盾很正常 陈平只是平静地 看了看对方的争斗 然后就看见 有纯粹且浩瀚的圣光 从天穷坠落 直接将那两个愤怒的 极限觉醒者 给镇压的趴在地面 连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一个金发闭眼 面容白净 且没有瑕疵的少年 抱着一本古老厚重的书籍 出现在街道上 众生皆有错 为何要直注于旧事 都停下吧 少年眼眸纯净 声音空灵回响 陈平见此情形 心头一灵 对方明明是A级巅峰的觉醒者 却引引给他一种 极度危险的感觉 如此纯净圣洁的圣光 他是盟国圣光大殿中的强者 众所周知 最会玩圣光的 就是圣光大殿 正经压间 黑区的方向 突然有一树巨大的神树 冲天而起 上面开满了粉色的樱花 在夜色的照耀下 居然泛起了梦幻的粉色的荧光 有撑着有直伞的少女 隐隐独立在神鹰的枝头上 有强大的黑区强者 被神鹰之树镇压 四周的虚空突然裂开 一尊尊强大的怪物 从裂开的虚空中爬出 狩猎着黑区中的那些 冒犯了他的人 是神 这是樱花国的阴阳师吗 陈平感觉到有些有趣 才没观赏多久 海岸线的尽头 便开始有金光漫天 有一老僧 坐在海龟上慢慢前行 漫天金光并不是他发出的 而是他身后 跟随的一头神宠发出的 那蕴含了金屋血脉的太阳鸟 飞行中 犹如一轮金色的大日沿着 本章未完 第312章 万国天骄齐聚 海平面升起 明明是大晚上 却将整个金山城的夜色 都给照亮 佛国的高僧吗 陈平还是第一次看现 如此深不可测的高僧 仅仅是看眼老僧 就仿佛看见了漫天神佛 内心宁静 又有几分惶恐 忍不住地想要皈依 印国作为信奉诸多神明的 超级觉醒大国 本该地位超然 无人可知 但有趣的是 这个国家 根本管不住那些强大的觉醒者 觉醒者们又在印国中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特殊的国度 佛国就是其中之一 金蝉佛子 其实也是来自于佛国 正经探监 远处又有神牛脚踏大地而来 神牛高达数百米 通体胶织在绚烂的神光 好似夜色中的明珠 又好似不停移动的山月 每走动一步 大得都跟着震动一次 上面有一群身披鱼衣的觉醒者 神秘且强大 这又是哪路神仙 陈平看着那一个个 强势登场的觉醒者 再度惊叹起来 天穷之巅 几头雷霆巨鹰打破了宁静 犹如天剑撕裂高空 有强大的觉醒者 双手抱胸 闪亮登场 差点亮瞎陈平的眼睛 金山城忽然间就热闹起来 陈平并不意外 因为他知道 万国之战准备开始 万国天骄齐聚 一场全世界最大的盛事 已经开始拉开帷幕 万国之战开始前一天 这一天 金山城的热闹程度达到了极致 一道道绚烂的流光 划破天穷 奇异的飞行法器接连亮相 刷新着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认知 一头头被驯服的上古凶兽 接连出现 让无数民众惊叹连连 强大至极的凶兽被驯服 乖巧如宠物 更能彰显出觉醒者的不凡 进入玛雅神境 可不会有什么境界限制 整个世界的顶尖觉醒者都来了 当然 S级超限者 进入玛雅神境 需要额外付出极大的代价 若无特殊的目的 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这个世界最顶尖的那批怪物 倒是不多线 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 四大超级觉醒国度 夏国 盟国 印国 灯塔国 各会派出一位S级超限者 跟随队伍 一是为了寻找成为半神的机缘 二是为了保证本国添交的安全 所以 这一次昆仑学宫 派出了昆仑四周的首席 慈悲道人 至于其他国家 有的国家连S级超限者都没有 有的国家的超限者 则按于现状 根本不想冒生命 危险进入玛雅神境抢夺机缘 是的 毕竟在玛雅神境内部 就连S级超限者 都有可能陨落 有的国家则是觉得 派遣S级超限者参赛 贿赂外消耗太多资源 权衡利弊之下 也不会前往 所以 其余几百个国家加起来 能够出现的超限者 都不会超过十个 真的出现 那也不是为国争光 而是别有所求 所以 就算是天才如雨 强者云集的万国之战 陈平面对着一个个出现的敌人 内心也是颇为平静 并不会过于紧张 更不用担心 自己会被某个大佬心情不爽 一巴掌拍死 这个世界上 能够一巴掌 把他拍死的大佬 也不多了 陈平这几天都在玩 都在好好地感受 灯塔国的特别之处 他发现 灯塔国的各种兴起 有趣的东西 是真的多 而且 东西也是真的贵 所以 有前人能够在 灯塔国过得很滋润 神通 归虚 已经比小城 还要更进一步 除此之外 九强仙刀的操控 更加熟练了 永恒皇冠的使用 也掌握了一些窍门 就是修卫 仍然是大金刚 进出接巅峰 想要跨越这个关卡 有点难度 陈平内饰己身 总结着自己大体的实力 突破修卫的事情 急不得 速度太快 容易造成根基不稳 再加上他的突破 其实已经不算慢了 短短两三年 就从凡人突破 至极限觉醒者 这种修卫突破速度 说出来 都要吓坏一大批的人 陈平感觉 自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 便再度走上街 四处玩耍 万国之战 还有一天就要开始 走在大街上 他能够发线路上的 美女小姐姐 明显变多了 一路上 都是各种穿着清凉的小姐姐 有的甚至直接穿比吉尼上街 而且他们发现 陈平肩膀上的大头鸭子后 似乎意识到了 他是一位觉醒者 并且很有可能是 过来参赛的觉醒者 便频频朝他抛来媚眼 有的甚至扭动着恶努的身姿 主动走到他的面前 十分热情友好的询问 亲爱的来自东方的客人 您需要我们帮忙吗 不 不用了 真的不需要吗 让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的哦 不 真的不需要 面对热情的小姐姐 少年总会 十分冷漠地拒绝 因为他曾经是过委婉的拒绝 然后就被丰满的小姐姐撞人了 这种热情是不讲道理的 不讲武德的 仿佛要让你直接沦陷在温柔箱中 热情好客灯塔锅 会有无数美女前来这座城市 寻找她们可以依附的觉醒者 陈平也听说往年大赛 也会有不少觉醒者 选择招收几个漂亮的灯塔锅小姐姐 作为私人秘书 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有小姐姐帮忙打点上下 也是不错的 这个过程 也不知是那些觉醒者开心一点 还是那些小姐姐开心一点 总之 这都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了 在强者未尊的灯塔锅 漂亮的小姐姐能够依附强者 似乎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 没有人会以此为止 陈平之重模样的觉醒者 在这个过程中 居然格外地吃香 走了一条街 居然被几十个 不同类型风格的小姐姐搭讪 把她都给搭讪的演运了 真切体会到 乱花见玉迷人眼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金山城的街道 依旧那么繁华 人们川流不息 一个个灯塔国的民众 眼神明亮 意气风发 昂首挺胸地行走 时不时抽一下 最新版的灵液电子烟 对万国之战的形势高谈论阔 仿佛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主人 但是小姐姐们不停冒出来 热情的搭讪 又往往会打破这种特别的意境 让陈平觉得极其的矛盾 远处 突然云层涌动 大片大片的云浪被拍开 一艘巨大无比的空天战舰 出现在眼前 犹如天穷犹异的钢铁巨兽 遮天蔽日 气势磅礴 这一幕吸引了无数民众 以及觉醒者的瞩目 好降大的压迫感 是荒天战舰 天哪 那就是下国昆仑学宫的 战略性武器吗 好震撼 不少人都是抬头 发出由衷的惊叹 特别是从其他小国过来的选手 看见这样 一艘庞然大物 都会莫名地向往 这就是觉醒大国的风范啊 哼 虽然看起来还行 但跟我们灯塔国的天空堡垒相比 还是差远了 尚有可取之处吧 不过 未来是属于我们灯塔国的 街道上 亦是有一些表达不同声音的人 陈平懒得管他们 他抬起头 看向荒天战舰 脸上有着兴奋且开心的表情 姐 恭喜你 你出关了 境界又更上一层楼了 少年兴奋地道贺 荒天战舰的甲板之上 有一女子 站在最顶端 长发如墨青舞 眼眸如星辰璀璨 绝美的容颜下 室内天之娇女的金贵 以及如霜雪般的冷傲 他听到话语 眼眸落在人群中 冰雪般的冷傲气质 顿时融化 化作一汪春水 娇艳的嘴角微微扬起 皮皮 好久不见啊 姐姐也恭喜你 成功地成为极限觉醒者了 我家皮皮真棒 姐姐她是最棒的 姐弟俩在这一刻重逢 相似一笑 一人已踏入极限觉醒者 一人已经成为极限觉醒者的巅峰 荒天战剑之上 龙青羽 魏鼎 秦小玉 金蝉佛子 王小七 玲玲 宋思瑶 慈悲道人等人 一时纷纷出现 除此之外 下国十大宗门 万寿宗 龙虎山 天兵门 月宫 玄机阁 神楚阁 山海关 文圣书院 五行先宗 天阵宗 各处一人 组成的十人队伍 双方一共二十人 踏上了灯塔国这片领地 准备大放光彩 金山城西海之外的一座 布满着静致的岛屿 这座岛屿的表面 生长着各类彩色的金石 并且有一座座圆形的 椭圆形的空间门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四周 释放着强烈无比的空间波动 岛屿名为玛雅岛 空间门的另外一端 正是玛雅神境 玛雅神境 是创世型的S级禁区 内部有着一方神秘无比的世界 至今诸多强者 仍未探索出它的全貌 大量媒体从业者 乘坐飞行器 来到岛屿的附近 架起设备 就是为了现场直播 有关于万国之战的相关场景 这个时候 全球都在关注着这一场盛世 玛雅岛的静置 已经被灯塔国的高手给破除开来 岛屿上此刻 已经聚集了数千高级绝行者 他们都是参赛选手 灯塔国给每一个国家 都分配了5个到20个 进入玛雅神境的名额 所以500多个国家参赛 汇聚了5000多个高级绝行者 一开始 陈平还觉得 宋思遥一个B级巅峰参加万国之战 这种高规格的赛事 会不会太冲动了 要知道 下国总计20人的队伍中 有一个S级 18个A级 宋思遥这个B级巅峰 完全就是垫底的存在 可是 当陈平来到玛雅岛 这才发现 他想太多了 宋思遥那垫底的修行境界 居然在整个万国之战参赛选手中 都能排到中上 参赛选手5000多人 A级级现觉行者 只有1000多人 有很多国家连 五个极限觉行者都拿不出手 在这场万国之战的比赛中 B级觉行者 占据了大多数 甚至有的国家 连五个高级觉行者都拿不出来 在这拨人群中 甚至还混进了 几百个C级觉行者 当然 C级觉行者 在小地方 也能算一方强者了 但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连炮灰都算不上 真不知道 他们来这里搞什么 这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参资啊 像在下国 那是一群极限觉行者 为了参赛名额抢破头 在其他国家 连级线觉行者的数量都凑不起 正因为如此 当陈平等人登上岛屿的时候 都能引来各国觉行者的围观 快看 那就是下国的觉行者队伍 天哪 好强 感觉每一个人都散发着深不可测的波动 月神陈兴巧 最强新人王陈平雄王 昆仑武林圣子王小七 西南神花秦小玉 还有天正宗的少宗主秦泽天 天兵门的狂战神卢鸾 月宫的兔神林嫣然 下国派出的队伍 一个个都是天资纵横之辈 不仅是在下国范围内闻名 就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也是名声斐然 被不少人认出 这就是超级觉醒大国的牌面 换做其他小国 他们派出什么天才 派出什么强者 别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更别提说 他们的名号说得那么顺溜 他们这一次派出的S级超限者 居然是昆仑四周之首的慈悲道人 众人看着那个身材瘦小 皮肤灰白 手中扛着一个大棒锤的道人 都是道西一口凉气 显然这位已经凶名在外很久了 因为空间通道的开启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而且越强大的觉醒者 所需的资源越高 各国参赛者中 S级觉醒者以下 不需要报酬 开辟通道所需的资源 由登塔国支付 但S级是一个阶段 代表着超凡路上的开端 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开辟通道所需的资源 会直接暴涨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所以 S级超限者 若是想要参加 则需要额外提供大量的破阵资源 这也是 就算是超级觉醒大国 也不会派过多S级枪枪者前往 也理所应当的 这场万国之战的主角 就是诸多S级超限者 印国的S级超限者 就是那位龟陀老僧 盟国的S级超限者 则是圣光大殿的圣骑士卡瑞纳 至于登塔国 巨大无比的钢铁堡垒破开云层 出现于世间 那钢铁堡垒巨大无比 纵横数千米 外形犹如一座扁平的钢铁山岳 上面有着一个个奇异的科技阵炮 地步更是喷射着大量的灵能 悬空而行 登塔国的战略武器 空天堡垒 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有一个恐怖的大杀器 裂变矩阵炮 可以一击就毁灭一座城池 堪称觉醒力量与科技力量 完美相容的代表 就算是下国的荒天战舰 在空天堡垒面前 也显得小巧如玩具一般 哼 这个登塔国 每一次举办赛事 都如此浮夸 连国家极战略大杀器都弄出来了 天兵门的狂战神卢鸾 不屑地冷横道 不这样 怎么拉人一鸣啊 文圣书院的孔耶华 摇头一笑 哼 这种华而不识的东西 也就只能吓唬吓唬外门人了 你说对不对 队长 王小七冷横道 还不忘带上陈平 那是当然的了 队长一根手指 就能将那什么空天堡垒戳爆 灵灵魂王还不忘在一旁附和道 啊 是吗 陈平擦了擦冷汗 再吹奸成炮就要打下来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队长你要控制住您自己啊 千万别现在对空天堡垒出手 真想出手 也得等万国之战后 我们打爆他 然后就跑路 一旁 龙眉大眼的小和尚一板正惊道 陈平 卢鸾 孔耶华等人都颇为诧异地 看向那位出于话题中心的少年 他们是知道 这位昆仑新人王的 据说还是最降的昆仑新人王 年纪轻轻 就成为昆仑学宫的封号弟子了 据说还打破了昆仑学宫的无数项记录 但就算如此 其他人也是昆仑学宫大名鼎鼎的封号弟子啊 比如金蝉佛子 也是以极快的速度突破A级 并且得到了封号 可为何这些封号弟子都如此尊敬陈平 现在还在喊陈平队长 就连陈兴巧和秦小玉都被带骗了 笑嘻嘻地喊着陈平为队长 他们的队伍 名义上的队长 明明是S级的慈悲道长才队 就这样想着 卢鸾 孔叶华 秦泽天等来自十大宗门的天骄强者 忍不住将目光投向队伍中 慈悲道长 却看现慈悲道长 正用灰白带着几分嗜血的眼瞳 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钢铁堡垒 嘴里正不停地念叨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将空天堡垒打爆 把里面的人全都杀光 对 全都杀光 嘿嘿 慈悲道长 紧紧握着手中的棒锤 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仿佛随时有可能冲天而起 大开杀箭 众人 算了 还是让陈平当队长吧 陈平他们 毕竟只是说说而已 身旁这个慈悲道长 特么是真的想要冲过去 干爆堡垒的 空天堡垒一出现 当即吸引了场上 所有觉醒者的目光 密密麻麻的灵能阵图 重重叠叠地 在空天堡垒四周出现 强大恐怖的波动 似乎能够镇压巴黄 闲翻一键 无数觉醒者 看着那空天堡垒现实 都如同看着神迹一般 再度对灯塔过的强大 非常直观的体会 就在这时 灯塔国的二十位参赛选手 开始出现了 修位最低 也是A级中期的 极限觉醒者 这些选手 有的来自灯塔国 三大财团的天骄 有的则直接来自 自由世界组织 无意不是在其他国度 都赫赫有名的爵士天骄 位手的两人 一人浑身 被奇异的光团笼罩 看不清面目 一人冰冷至极 七双胜雪的脸上 有着某种冷傲与淡漠 仅仅是出现的瞬间 就能让万物冰寒 让大雪风冻 那是未来之光 香克斯和冰蓝魔女 米兰达 灯塔国的时代双交啊 今日得以一线 果然名不虚传 他们可是以A级修位 超越极限 斩杀过S级怪物的 绝世妖孽 这一次万国之战 他们也一定能够 大放一彩 众多觉醒者都是感叹 香克斯和米兰达的 风头极盛 一时间 竟是都盖过了 下国觉醒者出场的风头 莫办法 这两人不仅实力逆天 而且极其擅长因效于 打造人设 被称为灯塔国的时代双交 潜力无限 据说有半神之姿 仅仅在绝绝子上的量 就破了十一大关 名气比诸多S级超限者 还要夸张 如今他们登场 自然是给灯塔国队伍 增色不少 更让不少来自其余国度的 觉醒者 自残行贿 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交 但天交中也有学霸和学诈 香克斯和米兰达 则是学霸之上的学神 香克斯和米兰达 都被万众瞩目住 而他们却将目光 落在另外一个少年的身上 他就是陈平 那个昆仑学宫的最强心人王 嗯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 香克斯和米兰达知道 他们还有一个隐藏的任务 就是针对陈平的 但他们看见陈平之后 却有些不理解 为何马蒂尔塔大长老 还要让其余两位大长老 留意陈平 明明交给他们收拾就好了呀 这一次 登塔国来了不少高手啊 快看看 他们这一次 到底出动了哪一位S级超限者 等等 我这是看错了吗 自由世界组织的凯撒大长老 梅大长老 以及那一位 有助自由之巅的穷大长老 他们这一次 居然要出动三位S级超限者 玛雅岛上 中参赛选手都是惊呼出声 就连负责直播的一众记者们 都狂热了 大新闻 这绝对是大新闻啊 我们伟大的登塔国 居然要出动三位S级超限者 去探索玛雅神境 咱们登塔国 是要搞一波大动作了吗 这一次登塔国岂不是躺赢 不少人都激动万分的开口 万国之战 四大超级觉醒国度 经常会为了万国魁首的位置 互相竞争 登塔国因为各种秘密信息情报的优势 往往会成为万国之战的魁首 用以积累觉醒界的声望 吸引其余觉醒者过来 形成强者欲降的循环 而且也是四大超级觉醒国度 为了公平起见 都只出动一位S级超限者参赛 所培养出来的默契 如今登塔国一口气出动了三位S级超限者 夏国 印国 盟国 三支队伍的觉醒强者们都猛了 登塔国这是想要干什么 特么的 现在才公布参赛成员 不讲武德啊 操 为了夺冠 已经要如此不择手段了吗 三国的觉醒者 都是口吐芬芳 不 不对劲啊 穷大长老可是自由世界组织中的擎天巨波之一 如今已经是S级颠峰级的存在 这样一尊绝世人物 居然要厚费巨大资源进入玛雅神境 怎么想都不对劲 玛雅神境一定还有一些什么秘密 王小七沉申开口道 请小玉叹气 不管他们有什么秘密 我们在里面可得小心了 三个S级超限者 足以打破四大超级觉醒国度的平衡 妈的 该死的登塔人 好端端的 大麻要出动三个S级 还让不让人玩了 毛雄国的一个三米高的壮汉 大声怒斥 同时 一股恐怖的气势 从他身上爆发 身后还出现扭曲的狼神虚影 S级超限者的威压 这个壮汉 是毛雄国大名鼎鼎的巅峰强者 狼黄木尔 毛雄国在大觉醒时代 急需提高自己的地位 又要通过这次万国之战 将自身的觉醒排名提高到第五 争取成为第五个超级觉醒国度 为此 他们不惜下了血本 耗费大量觉醒资源 请了一大波高手出动 包括S级超限者狼黄木尔 为的就是夺一次万国之战的魁首 重镇毛雄国的无上威望 谁曾想 毛雄国孤注一掷的一波行动 在看见灯塔国的三位S级超限者的时候 瞬间就粘了 这他妈还怎么争啊 圣光大殿的圣骑士卡瑞娜 一个浑身士放着圣洁光辉 骑着雪白高贵独角兽 容貌威严 又圣洁女子 她眉头深深一皱 不经传音给下国队伍 慈悲道友 灯塔国此行必有大动作 肯定都要弱于他们 不如我们就此暗中结成联盟 进入玛雅神境内 互相关照一二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灯塔国强大任你强 你不仍就休怪五等不易 你不讲武德喊那么多S级进场 那么我们就偷偷结盟一起干你 然而 卡瑞娜得到的传音却是 嘿嘿嘿 好的 杀掉他们 干掉他们 把他们的身体都砸成肉迷 慈悲道人笑容是血 手中的大棒锤难耐的颤抖拙 卡瑞娜 夏国这次派了一个什么怪物过来的 还能不能交流了 就在这时 一个温蓝清澈的声音 在他的耳畔响起 尊敬的圣骑士大人 我们队伍的慈悲道人 不擅长沟通 这样吧 由我来和你沟通 卡瑞娜看见一个 看起来让人容易产生好感的少年 正笑容灿烂地看着他 他是 昆仑学宫的那位妖孽 陈平雄王 卡瑞娜心里颇为纳闷 可以代表夏国队伍 当然 我是这个小队的队长 陈平很自然地开口 队长 他 卡瑞娜心头再度一惊 有些静怡不定地看着少年 似乎在辨别少年所说的话语的真假 一开始他是不相信的 他知道 夏国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妖孽 很年轻 就拿到了昆仑学宫的封号 但区区一个新人 就算潜力再高 但怎么就能统领一支 这么高层次的队伍呢 人家S级大佬都 还没说话呢不是 但卡瑞娜那种少年 那真诚又清澈的眼神 又忍不住相信 少年所说的话 所以 他开始再度说起他的提议 你的提议很好 我们夏国愿意与蒙国结成 玛雅神经的战略同盟 少年很痛快地答应了 痛快地让卡瑞娜总感觉有些虚 这少年 真的能代表夏国队伍 正义律间 凯撒大长老已经化作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然后令牌洒落如雨 这是众人前往玛雅神经的空间令牌 由诸多能量晶圆凝聚而成 每一枚令牌都价值不菲 并且具有特殊的空间穿梭特质 众人可以通过空间令牌 进入空间们 随机降临在玛雅神经 而这次万国之战的规则 也很简单 采集玛雅神经内的神经 神经内蕴含住一种特殊的能源 这种能源对于其他人作用不大 但是对于掌握了科技文图的灯塔国来说 却是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 众人采集的神经越多 积分就越多 万国之战的国家排名 就是按照队伍兑换的总积分的多少排名 除此之外 万国之战没有任何规则 因为S级禁区玛雅神经 其实就是一个自由广阔的新世界 一个充满着危险与机缘 让无数觉醒者 都为之向往的神藏之地 陈平握着空间令牌 眼眸盯着前方的空间通道 玛雅神经很大很大 作为灯塔国最为特殊的S级禁区 即使是诸多觉醒强者探索至今 仍然无法得知玛雅神经的全貌 众人只能知道 大概的神经地形分布 知道神经大概有些什么东西 有些什么禁忌 仍然有许多连S级超限者 都不敢妄自踏足的境地 踏入空间大门之后 会随机降临在禁区的各个地方 空间令牌的空间逆行回路 只能坚持十天 十天一到 空间令牌释放的空间力量 就会把人重新传送回到玛雅岛 参赛选手一进去 往往就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立即通过特殊的方式 寻找队友抱团 抱团之后 在一起夺取神经 这样做优点是 队伍安全性比较高 缺点是 为了寻找抱团所花的时间 与心血会非常的大 效率方面会降低 第二种就是 一边收集神经 一边寻找队友 能不能碰到队友 跟不跟队友一起行动 全靠缘分 这样做优点自然就是 收集神经的效率很高 缺点同样明显 在危机四伏的玛雅神经 单独行动 实力不强 谁敢这样做 下国作为四大超级觉醒国度 为了争夺万国之战的魁首 自然会选择第二种 大家都是先收集神经 友缘碰到了 就一起行动 不仅是下国 但凡选手实力超群 并且有足够底气的队伍 都是这样 一些国家的天骄强者 进入玛雅神经 有的根本就不是为国家名誉而战 他们是想要进入玛雅神经 夺取机缘 谋求自身道徒啊 半神级机缘 谁不想要 同样是进入禁区 这一次 跟昆仑大同考禁区 羽化千山的比试 可不一样 因为这一次 没有战败保护服 境界不限 生死不定 在禁区内部 一切都是自由的 一切都是变数 怪物 人心 生死 恐怖 所有的一切走向 都是随机的 正因为如此 才会有那么多大佬队 这个禁区暴以谨慎于畏惧 玛雅神经埋葬的高手 还少吗 但依旧有无数强者 络绎不绝 屈之若鹜 陈平握着令牌 心中的想法没有多少 目标很明确 争夺机缘 魏国争光 他全都要 而就在他准备 踏入玛雅神经 空间大门的时候 他能够明显感受得到 有不少隐晦的目光 正落在他的身上 盟国队伍的目光 还算正常 印国队伍的目光 带着几分审视 至于灯塔国队伍 总感觉他们的目光中 有几分危险 这种危险的目光 很不明显 洛飞陈平如今香火法相 二重镜巅峰 神魂又提升至一个 极为妖孽的程度 他根本就察觉不到 灯塔国 这是对他有想法 不行 进去之后 得防着灯塔国的觉醒者 陈平将心里的一律 压在心底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 队伍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 一个是樱花国队伍 撑着红伞的女子 眼眸灵动 笑眼弯弯 看起来就像是 天真无邪的少女 但陈平知道 他可是能够一口气罩 唤出无数怪物的小怪物 S级超限者 于六月 据说 跟樱花国唯一的那位半神阴阳师 有着肥浅的关系 据说是师徒 樱花国来的高手并不多 二十位名额 有一半都是B级觉醒者 因此 于六月就显得特别的拔尖 和鹤立鸡群 这位于六月的脸颊 有着波浪型的彩色神纹 犹如特征鲜明的彩绘 因为脸蛋 本来就很好看的缘故 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彩色神纹 不仅没有显得难看 反而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风情 如今他的目光 就时不时地就落在陈平身上 不知在想些什么 另外一个队伍 就是毛熊国的队伍 毛熊国为了争夺觉醒界的地位 可谓是煞费苦心了 队伍居然跟四大超级觉醒帝国 一个标配 全员A级以上的实力 位首的狼黄木尔 更是成名已久的S级 这位狼黄木尔 看向他的目光 可是带着几分敌视的 或者说 他看向四大超级觉醒国度队伍的目光 都带着敌意 都想将对方的队伍踩在脚下 重镇毛熊国的熊风 咋 妥妥的一位战狼啊 还有另外一波队伍 千岛之国的队伍 这个队伍 几乎人人都带着凶煞之气 鹿子及其野 而且 全员也几乎是极限觉醒者 对于这个国家 陈平没有任何好感 因为那些人 基本都是靠打架结社 奴役民众为主 不少极限觉醒者 甚至都是凶名在外的海盗 特别是位首的S级超线者海王沃克 浑身笼罩在一大片扭曲的赤栏阴影中 气息犹如汪洋般澎湃 血煞之气 尽管已经努力收敛 仍然让人一看 就感觉到心惊肉跳 心脏都忘记了跳动 这是沙士 千岛之国的强者 都会将垂涎的目光 投向各个参赛者 仿佛看着一个个肥羊 也不知道 他们参加这场万国之战的目标 是神经 还是其余选手 陈平就感受过 他们垂涎的目光 特别 是那位海王洛克 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想想也是 他可是拥有诸多神秘传承 还有有很多残破仙气的香伯伯 有哪个打架结射的海盗 不喜欢他这种肥羊啊 除此之外 还有钻石国度的队伍 南极国度的队伍 日不落帝国的队伍 这些队伍 都对他明确有着不小的兴趣 还有就是 一些挂靠在一些小国的 自由自在的散修了 这些散修自由自在惯了 挂靠在小国 也是为了进入玛雅神经的名额 为国争光只是其次 进去主要是为了夺机缘 心情好了 才会帮忙收集一波神经 这些散修行不成势力 但个人战力都相当不错 他们看向陈平的目光中 倒没有多少敌意 更多的是对决型 大国队伍的忌惮 说实在的 陈平如今受到的关注 还是挺大的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过 他在全世界高级角形界中 有那么大的关注度 当然 整场万国之战真正的主角 还是那18位S级超限者 这一届万国之战 是S级超限者参与数量最高的 高的其他天骄强者 完全没脾气 只能在S级超限者的 阴影笼罩下 瑟瑟发抖 陈平也跟真正的S级超限者 交锋过 众神殿的那位神秘的修女安 就给了他很大的阴影 强大的完全不像话 真的就是如怪物一般 若非最后 他有瓜可开 早就团灭在S级超限者的 恐怖之下了 正因为如此 他对于此次比试 完全没有轻视的念头 这可是整个觉醒界的 最高舞台啊 谁敢轻视 陈平调整了一下思绪 这才握着令牌 大步走入 玛雅神境的空间门 轰隆隆 剧烈的空间波动 带着强烈的天旋地转 一个崭新的天地 出现在眼前 陈平出现在了 玛雅神境之内 这个早就听闻了 很多遍的世界 第一次出现在眼前 首先扑面来的是 清澈又蕴含 奇异能量的空气 吸一口就感觉浑身舒畅 体内的细胞 都随之活跃了起来 是一个修行圣地 陈平在看向眼前 看现的是 连绵不绝的群山 山岳呈现出一种蓝色 以及红色的胶织的模样 并不算高大 但是每一座山 似乎都蕴含着神秘的能量 上面也生长着 许多陈平见所谓线的植物 都说玛雅神境 是一处完全脱离于 认知的新世界 如今一线 果然如此 陈平看向四周 能够看现发光的树 树上结满了 一个个奇异的果子 果子上面 有一双双好奇的眼睛 正看向它 陈平没有理会 大步往前走去 地面的小草 哎呦 哎呦叫疼 它们没有生命 只不过一旦被踩 就会很人性化地 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 似乎在提醒过往的生灵 爱护花草 人人有责 前方有数十米高大的树木 随风摇摆 树枝犹如柳条一般 但看起来又格外粗壮 并且有种 可以随意扭曲的蛇蟒姿态 还有金字塔外形的植物 足足有上百米高 就像一座小山一样 体表是一种坚硬的 有外壳的表皮 看起来很安静 但它的四周会伸出大量的触须 如蛇四蟒 吞噬着地面上的其余植物 陈平并没有试图靠近那些植物 而是绕开行走 这个世界的色彩很丰富 泥土矿石 都是分布着各种颜色 植物也是有个重颜色以及特性 就好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星球中 陌生的矿石 陌生的元素 陌生的生命 陈平感觉自己尝知识了 一路看 一路走 一路感受 末多久 它就来到了一处山谷 山谷中心 有着一株诸十几米高的大蘑菇 最大的蘑菇有足足数百米之高 散盖可以遮蔽整个山头 还是放着一缕缕细小的 难以分辨的包子 陷到什么 就轻蚀同化什么 陈平的身体 顿时燃烧起了一股气火 将那些想要钻入它鼻孔 耳朵的包子 统统烧成灰烬 不知是不是因为 星圆之气浓郁的原因 这个世界的植物 好像都特别的活跃 特别的具有攻击性啊 陈平一眼就看见数百米大蘑菇的根筋四周 生长着一枚枚绚烂多彩的金石 那金石似乎蕴含着很特别的能量 跟这个世界同频协调的能量 它的双眸骤然一亮 神经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神经 而且看其数量 足足有上百枚 这可是一波大宝藏啊 陈平的整个眼睛都亮了起来 上百枚神经 是什么概念呢 这就是一百比赛积分 寻常的小国选手参赛 为期整整十天的赛期 一整个队伍觉醒强者所收集的神经 加起来都难以破一百枚的数量 陈平才进来就遇到上百神经 这份收获不可谓不大 一人鼎一国了呀 当然了 四大超级觉醒国度的队伍 总积分常常大几千都是常态 成绩是那些小国成绩的几十倍 生动的全是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往往比人与狗之间的差距都要大 那么多神经都要上缴给灯塔国 当然也不会是给灯塔国免费挖矿 灯塔国会用一千星元石去回收一枚神经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一波神经若是拿到手 陈平至少能够得到十万星元石的报酬 这点钱对于其他觉醒者来说 就是一波巨款啊 当然 对于他来说 也不算少了 陈平笑容满面地走入蘑菇林 突然间 身侧的一个十几米高的蘑菇高高弹起 似乎带带着几分兴奋和阴谋得逞的模样 庞大的身躯就往他的身体压去 轰动 陈平的身体被大蘑菇压在身下 整个地面都被大蘑菇的身躯压的凹陷崩裂 大蘑菇还莫来得及得意 他的身体就犹如遭受了极度恐怖的力量 直接被先飞上天 好似炮弹般消失在天空 化作了星星 少年毫发无损地从地面走出 还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他没走两步路 一旁有个红色的 堪比一栋楼房大小的蘑菇 突然就喷射出炙烈的火焰 想要烤熟它 哦 陈平反向对着那红蘑菇一喷 炙烈的高温瞬间将它烤熟 他从火焰中走出 浑身一散着金刚的光辉 自从踏入大金刚致敬后 等闲的攻击已经完全奈何不了他了 在其余觉醒者眼里 看来特别可怕的攻击 跟他挠痒痒的资格都没有 陈平一路走过被烤焦的红蘑菇 忽然闻到了浓郁的香味 他犹豫了一下 就抱着红蘑菇的身体 就咬了一口 顿时 鲜香可口的味道 充盈口腔 那美妙的口感 那嫩痰烤香的味道 交融在一起 嗯 太美味了 陈平眼眸一亮 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 抱着红蘑菇就吃了起来 太好吃了 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烤蘑菇 紧紧一口 陈平就沦陷了 不停地吃了起来 这一幕 直接激怒了四周的蘑菇 鸡头蘑菇浑身一抖 释放出幽绿色的毒素 鸡头蘑菇勃然大怒 爆发出一道道雷霆 甚至悬有蘑菇体表 覆盖上一层黑色的铠甲 直接朝陈平撞来 哈哈 好 来得好啊 陈平大笑 体内蕴含金屋之力的浩瀚气火 膨胀而出 化作一条条金色的火龙 鹿卷四方 燃烧了毒素 击碎了雷霆 还撞碎了铠甲 以及其蛮横的姿态 僵尸几头巨大的蘑菇 统统烤熟 这些蘑菇实力很强 但如今的陈平更强 他一路走一路吃 全程吃得饱饱的 以极快的速度 吃了一群蘑菇之后 这才走向 那个最大的蘑菇 整整有几百米高的 超巨型蘑菇 仅仅是靠近 就有一股强大的气势 扑面而来 陈平没有介意 而是大步向前 走到了上百神经的面前 毫不犹豫地拔了起来 一枚 两枚 三枚 神经如植物般生长在大地上 被他连根拔起 很快 一百十七枚神经 就被他收入囊中 全程那巨型蘑菇 都没有任何反应 陈平甚至感觉 那巨型蘑菇隐隐 有些发抖和恐惧 好吗 这头蘑菇再怕他 蘑菇根本不敢鲁莽动手 现在植物 都这么聪明了吗 陈平心里低估了一下 变形满意足地想要离去 蘑菇怪不对他出手 那么他也犯不着招惹对方 双方相安无事就好 但突然间 他脸色一青 有众天旋地转的感觉 世界仿佛都变成了 五彩斑斓的模样 糟了 蘑菇有多 陈平突然口吐白沫 半跪在地面上 强烈的虚弱感来袭 身后 巨大的蘑菇怪 突然发出了一声 尖气得逞的笑声 他数百米庞大的身体 微微弯缩 泥土崩裂间 不知多少顿的身体 高高跃起 竟是如同一个小山大般 朝陈平的身体践踏而落 蘑菇压顶 轰隆 超巨型蘑菇坠落 地面剧烈震荡 环状冲击波快速扩散 将上千米的地皮 都给掀飞 蘑菇压顶的威势 极为恐怖 就像山岳坠落一般 惊天动地 数百米的蘑菇怪 发出了嘻嘻嘻的怪笑 显然不是普通的植物 而是具有一些 自主意识的生灵 他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以神经为耳 勾引其余生灵过来 然后再出其不意地出手 一屁股将粗心大意的 生灵给做死 那愚蠢的人类 不仅没对他设防 居然还当着 他的面吃毒蘑菇 如此不知深浅之人 活该被他一屁股做死了 然而 巨型蘑菇怪还没来得及得意 庞大的躯体底部突然扭曲 朝内凹陷 紧接着一股磅礴的距离 就直冲天穷 将巨型蘑菇怪 轰飞到了空中 硬 蘑菇怪的惨叫声 在天地回荡 他的重压 是像山岳一样恐怖 可下面的少年 力之大 可搬山倒海 更加不耸蘑菇怪的镇压 紧紧一拳 就将蘑菇怪轰飞 不仅如此 拳头中是放着 赤金色的金屋神火 那神火爆裂无比 从底部一路涌向 蘑菇怪的全身 可以焚烧一切生机 当蘑菇怪 全身如火球般 坠落地面的时候 他已经熟了 浓郁的蘑菇香味 朝四周飘荡 强大无比的蘑菇怪 竟是直接被少年的火拳 给一拳烤熟 哎 好好地让我 取了神经就走 那就没问题了 非得再送我一餐快递 陈平摇摇头 闻了闻那独特的飘香味 又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嗯 味道应该不错 但肯定有毒的吧 如此想着 陈平已经来到了 超巨型的蘑菇怪面前 蘑菇怪的身体色彩艳丽 红色的散盖巨大又软嫩 被神火焚烤后 散发出可以深入灵魂的香味 让他不停地咽口水 有毒 有毒又怎样 体内又不死神火燃烧 正进化着体内的毒素 是的 毒并不可怕 他的力量完全可以分解毒素 就算蘑菇有毒 吃了也没问题 烤都烤了 不如就尝尝吧 如此想着 他忍不住咬了第一口 顿时 一股无法形容的烤香味 无法形容的香嫩口感 直接在嘴里炸开 嗯 好吃 实在太好吃了 陈平吃的那叫一个泪流满面 嘴巴根本停不下来 数百米高的蘑菇怪啊 这是一个正常觉醒者 多少年的口粮了 但陈平根本不会饱 抱着香味浓郁的蘑菇怪 就是一顿狂吃 他不知道的是 在远处的一处山头 正有一群人盯上了他 这群人长相非常奇怪 脸是倒住的三角形轮廓 有着金色的头发 有着蛇形般妖娃妩妩的眼睛 简单的兽皮缠绕在身上 遮住关键部位 就算是衣服了 手中还有着各种石器做成的武器 看起来就像是石器时代的野人 域外牲畜进来了 这头牲畜还挺厉害的 居然将暗毒孤王都给干掉了 哈哈 这不是好事吗 这证明咱们这一顿饭 可以吃到极品加肉了 隐蔽好气息 等他过来我们这里的时候 就准备好动手 是 老大 十几个三角头的人形生灵 同时握紧了手中的兵器 但很快 潜伏的众人便瞳孔一缩 他居然还要吃掉暗毒孤王 这人疯了吗 那可是有剧毒的 哈哈 天助我等 本来还觉得 这头牲畜棘手 现在好了 我们只需要等他出现中毒症状 就杀过去 一举将其拿下 好 中三角人都激动了起来 然后十分期待地 看着少年吃毒蘑菇 一分钟过去了 两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钟过去了 老 老大 他吃的是不是假蘑菇啊 说好的中毒现状呢 有小弟忍不住了 开口说了一句 老大艾撒克 脸皮轻微抽搐了一下 不可能的 暗毒孤王 可是我们玛雅世界中 毒性最酱的蘑菇 就算是我们吃了它 一分钟内 也必然倒地儿亡 它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可它就是一点事都没有啊 吃得老香了 毒蘑菇真的那么好吃 众人看着那吃得极香的少年 都是默默咽了一口唾沫 莫名的有些馋了 明明是把少年当做了食物 如今却看食物 给他们表演半个小时的吃播 中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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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倒是给我中毒啊 潜伏者中的老大 看得那叫一个心急如焚 终于 正在狂吃的少年 突然脸色一变 面露难看之色 杀 老大艾撒克高高跃起 抓住对方中毒的时机 带领人马杀向少年 格 少年打了一个大大的宝格 看着山岳中突然出现的 十几道气势汹汹的身影 面露恶然之色 艾撒克梦啊 说好的中毒呢 你他妈怎么会是打嗝啊 但现在退缩 已经来不及了 兄弟们都已经跟着他冲出去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冲过去 杀 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十几道身影爆发出极强的气势 周身甚至有撞爆空气出现的云爆景象 哗哗哗 有战士拉开弓箭 漆黑的石头箭矢 撕裂空气 带起一阵尖锐的丝鸣 尖锐的剑尖 瞬息出现在陈平的面前 嗯 老大是三角形的人 玛雅人是吗 陈平双眸一亮 仿佛看见了什么十分有趣的东西 同时双臂挥舞 直接将威势极大的箭矢撞飞 双方的碰撞 甚至爆出了刺眼的火星 什么 徒手挡住了我们的黑石剑 有战士大惊 陈平其实更加惊讶 他的肉身强度 已经媲美顶级灵宝 随便一阵的力量 就连钢铁都能直接打碎 但是重击在那些石头箭矢上 连石头都无法打出裂痕 相反 他的身体被箭矢刺中的瞬间 居然还会感觉到一阵刺痛 看锤 艾萨克当先冲至陈平的面前 手握黑色石锤 猛地朝少年的脑袋砸落 陈平动作更快 一拳击中迎面而来的黑锤 顿时有磅礴至极的力量震荡而出 好似两剑神兵互相碰撞在一起 地面粉碎坍塌 环状冲击波 湮灭了方圆数百米的物质 陈平心中惊讶 他分明在那个男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完全不亚于 A级觉醒者的力量 而且 就算在A级觉醒者中 也是佼佼者 这个世界 随便遇到一个土著 都那么将的 艾萨克的神色更加惊讶 正欲再度挥舞黑色石锤机向陈平 陈平的脚更快 一脚踹中艾萨克的心口 将艾萨克踹飞了上千米 杀呀 掩护老大 干掉这可恶的生存 众战士对着陈平一拥而上 陈平脚踏白虎步 双臂画出阴阳双鱼的太极 在战场上如水般流动 所过之处 一个个战士都遭受重击 吐血倒飞 战士们惊骇地发现 他们就连碰到少年 都是奢望 陈平看着那些再度 从地面上爬起的战士 脸上有着意思 其余战士从实力来说 都是B级觉醒者的程度 但是普通的B级觉醒者 被他这样重击一发 身体早就被打爆了 而他们从地面上爬起 居然还能活蹦乱跳的 这身体素质 有点恐怖啊 正这样想 又有几个漆黑的石头箭矢 以及石头飞箭斩来 陈平轻描淡血用手拍飞 该死 不能犹豫了 用第二型泰战斗 老大艾萨克怒吼道 众战士都纷纷面露坚决之色 突然从兽皮大衣中 掏出了一枚金属球体 变身 玛雅战士 众人齐声大喝 金属球体爆发绚烂的光滑 一众战士被绚烂的光滑包裹 当他们的身形再度出现的时候 一个个身体科技战甲 双臂以及胸口都布满了炮口 身后更是出现了悬浮光翼 腾空而起 快如流光 陈平直接看傻了 看着那十几个人形高达 对着直接开炮 这特么 前一秒还是石器时代 下一秒就直接变成星球大战了 目标锁定 开炮 十几个机甲战士同时将炮口 对准地面的少年 轰轰轰 炮火齐鸣 地面被狂轰烂炸 无数能量火焰肆虐 方圆数百米的区域都被火力全覆盖 让敌人根本无处躲避 超能导弹 粒子光炮 深红高温炮 接连发射 在混乱可怕的能量中 突然有金光撕裂一切 少年背声 金铬双翼冲天而起 浑身都绽放着金刚不朽的光辉 竟是在大炮的覆盖型毁灭攻击中 毫发无伤地冲了出来 不行 普通战炮效果不强 换特殊灭绝炮 卫手的艾萨克惊吼一声 胸口探出一个炮口 射出了一道暗黑色的死光 陈平本能的星际 毫不犹豫施展身法躲避 但暗黑死光却在半空中 分化成了数十道更加快速 更加尖锐的死光 陈平躲避不及 被其中一道暗黑色死光 给贯穿了身体 顿时 他的身体出现消亡的迹象 无数细胞像连锁反应一般在消亡 陈平心头巨震 这是高能辐射的力量 怪不得具有那么降大的穿透性 若是普通觉醒者挨了这么一击 整个身体都会化作一滩黑水 太好了 他被打中了 快 都给我换上高能灭绝炮 重战士一边对着陈平开炮 一边胸口探出一个黑漆漆的炮口 陈平的体内 突然涌出一股幽蓝色的火焰 不死神火 当不死神火在体内涌动的时候 体内肆虐的高强度辐射能量 都被烧得干干净净的 没有一丝的残留 重战士还莫将炮口对准少年 就发现少年的速度 超出了他们所能探知的极限 居然化作一道扭曲闪烁的金色电光 在重战士间游动 好快 砰砰砰 剧烈的合金碰撞的声音 在天地炸开 机甲战士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陈平的拳头击中 机甲表面瞬间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纹 强大的拳镜 更是穿透了机甲的重重防御 重击在战士的本体 让战士鲜血狂吐 身形倒飞 这头牲畜好强 杀 他的肉质一定十分美味 陈平的强大 不仅没有让他们退缩 还激发了他们的凶性 下化线O下化线M 领头艾萨克的机甲 似乎品质更加强大 光益伸展间 化作天际流光杀相陈平 双臂都被一股极为强大的立场笼罩 冲至陈平面前 就要与之肉搏 坚硬的极强 极高的机动能力 还有极度可怕的智脑计算能力 让艾萨克的战斗力 直接提升了一大截 竟是能够在千军一发之际 躲过陈平的拳头 瞬间在陈平的胸口 连续轰出十几拳 咚咚咚 艾萨克的拳头 附带立场的能量 连续重击 剧烈的碰撞 形成一股股恐怖的 环状能量冲击波 这是可以一拳 就将一座山岳给打崩的拳头 艾萨克惊骇地发现 眼前这个少年的肉身 还是没有任何的伤势 只是身体轻微晃动了一下 表面有些发红发白 他还未来的急调整作战方案 就有一只大手 撕裂了重重立场 一巴掌拍在他那 有着铠甲头盔的脸上 力量排山倒海 瞬间给艾萨克 来了一个脑震荡体验 强大的机甲战士 被少年一巴掌拍落地面 砸出巨大的凹坑 保护老大 杀呀 重战士都急了 想要攻向陈平 有的甚至双臂喷射出 削铁如泥的粒子光剑 可惜了 星球大战的标配战士小队 再沉 本章未完 第319章星球大战 平的面前 还是不够看 少年身体喷吐出炙烈的气火 化作一条条火焰金龙江 机甲战斗人员的身体轰飞 就算是机甲 也无法隔绝那蕴含金屋神火的极致高温 有的还飞在半空中 就已经被恐怖的火焰给烧熟了 他可不会对这些 玛雅人留守 玛雅人跟他们人类 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智慧种族 天生就是死敌 倒不是人类对他们不友好 而是玛雅人一直把人类当作他们的食物 他们一遇见陈平就生畜 生畜的喊 而且不是 小畜生那重骂人的话 而是看着他真的 会流口水那种生畜 陈平注意到这种细节之后 自然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留守 三下五除二的 就将一个个小队的战士阵死 完了 这头生出太猛了 得请我们的酋长出手 撤 快撤 艾萨克双脚喷射出强大的能量 想要朝远处逃队去 哼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吗 陈平毫不犹豫追击而去 有拦路的小弟 他一拳击中铠甲战士的头颅 纵使有铠甲护体 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极限 他的绝对力量还是能够穿透铠甲的防御 将那些战士的脑瓜都给打崩 紧接着金鹏双翼一阵撕裂空气 以极快速度逼近艾萨克 艾萨克转身 双掌发出蓝色光芒 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冲击 陈平却更加强横 食指如龙爪 将蓝色能量冲击如木布般撕碎 金光灿灿地 拳头静置轰在艾萨克的头颅上 无措更新 拳头爆发的力量如太阳般闪耀 不得不说 艾萨克的机甲是真的坚挺 明明是弱点的头颅 被机甲重点保护住 瞬间是放出了九重防御光照 削减陈平的全径 这才打在艾萨克的头上 将艾萨克捶得坠落地面 虽然没被一拳捶死 但艾萨克是真的怕了 身体所有的导弹 一股脑射向陈平 陈平浑身是放十几道金龙 精准万分地将导弹撞击拦 轰隆崩 导弹在半空中爆炸 有一道金光灿灿的身影 破开重重能量 一脚踩在艾萨克的胸口上 强大的力量爆发 将艾萨克连同地面 一起踩坍塌数十米 可嗨嗨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我是黑石部落的将领 你杀了我 就是跟整个黑石部落为敌 我们求偿是不会放过你的 艾萨克急声开口道 陈平的脸色微微一变 居然是部落级的势力 据说在玛雅神境内 玛雅人的分布 主要是流浪级 村庄级 部落级 以及王城级 流浪级就是四处走动的散修 无背景 无势力 还没有好的装备 属于很好欺负的那种 村庄级则是已经发生聚集性了 是一个成熟的团队 有一定的势力 与较好的装备 部落级则是一个大型势力 人数至少有一万人 不要觉得这个数量少 要知道 玛雅人基本个个都是战士 这特么就相当于一万个觉醒者 就问你怕不怕 而且他还拥有着完善的体系 拥有庞大的疆域 还有S级的怪物坐镇 足以在一方领地内称王称霸 在万国之战中 绝大部分选手 要是遇到部落级玛雅势力 都是绕着走的 至于王城级势力 那就更加离谱了 据说这个势力 游走于玛雅神境的深处 极少有人能够接触到他的全貌 据说 他是整个玛雅神境的核心 据说他拥有着深不可测的灵能科技 拥有毁天灭地的大杀器 据说那是有神创力的无上国度 总之 在玛雅神境内 王城级势力就是绝对的王 就算是S级超限者 本章未完 第319章星球大战 遇到王城级的力量 也得立即跑路 看着面露异色的少年 艾萨克知道事情有转机了 当即即声补充 这样 你要是能够放我 我跟你的仗就一笔 陈平的拳头突然对着他的脸砸落 拳击如炮 好似武神凌空击出致命的一拳 陈平看着身下死去了生机的男子 这才平静地点点头 嗯 这才叫一笔勾销 陈平经历了一波星球大战 毫发无伤 玛雅战斗小队 则是被他干脆利落地团面 看着满目创意的地面 心中颇为感慨 这些玛雅人把他当食物 可想过他 也在把这些玛雅人当猎物 陈平又搜了一下战场 收集了十几个机甲 放入储物空间之内 这些机甲也是好东西 据说昆仑学宫也在研究 要是将其送给学宫 还能赚上不少的积分呢 黑石武器也很有意思 材质十分坚硬 应该能成为炼器的好材料 在艾萨克领头的身上 他还搜到了一枚空间器物 打开一看 哦吼 内部居然还有不少的神经 足足56枚神经 这算是一下子填充了陈平的神经库存 他还顺便研究了一下送来的战甲 这些战甲的能源核心 似乎就是由神经来催动的 还有一个专门存放神经的位置 神经就相当于装入战甲的电池 怪不得灯塔国那么喜欢这东西 这东西跟灯塔国 从玛雅神经夺得的技术息息相关 陈平摇了摇头 继续往前走去 玛雅神经的世界很大 而且有很多奇异的生物 陈平没走多少路 就被一头鳞片是彩色的巨蟒盯上 那巨蟒的头颅玄会变大 是放出可以迷幻精神的魂光 试图将它弄得一时迷乱 再一口吞下 他的下场也很干脆 用灵魂去攻击陈平 就是他做的最天真的事情 陈平在玛雅神经内四处游荡 在飞铺下 发现了二星吉林物 青幽草 然后又在一处明镜的湖泊中 发现了散发着梦幻光泽的 五星吉林物水莲梦花 最后还在一处 由人面世王作证的山岳中 找到了四十枚神经 他的总神经量突破至两百枚 夜色也是在这一刻 渐渐降临 陈平在一处山间 烤着人面世王的肉吃 结果发现 这个肉有些柴 口感并不好 想了想 他还是拿出了空间 那界内的毒蘑菇烤来吃 夜幕降临 天地并不显得黑暗 因为天空上是漫天星海 一颗颗星辰 在他的眼里 是如此的清澈明亮 不然一丝尘埃 明镜的 就像一颗颗晶莹通透的宝石 不知为何 他在禁区内仰望星辰 总感觉更加好看 更加真实 篝火窜起的火苗 燃烧得劈啪作响 蘑菇的香味散发出来 让人陶醉 陈平欢快地享用着毒蘑菇 远处 突然有剧烈的战斗爆发 陈平微微感应了一下 惊喜地发现 居然是人类 这个世界的正常人类 可太稀奇了 但是他们的参赛选手啊 这个世界也是真的大 逛了大半天后 才遇到一波人战斗 双方斗法的能量波动并不大 看起来 应该是几个B级绝行者在搏杀 陈平又是放神石看了一下 他如今的魂力极其强大 已经可以化为十字扫视天地 很快就感知到了十几里之外的战斗 居然是三波完全不同的人马 在一处山脉中 争夺一株品 即达到六星级的灵物新药石 战斗非常的激烈 地面上 已经躺着一个B级绝行者的尸体了 陈平有些遗憾地摇摇头 至于吗 居然为了一个六星级灵物 打声打死 脑胶都给打出来了 他能说这种话 属实有些脱离群众了 毕竟继承了一波名府遗产之后 什么厉害的天才地宝没见过 别说六星级灵物了 就算是八星级 九星级的顶尖灵物 他的储物那界里都有一堆 甚至还有西式珍宝级别的神物呢 正因为如此 他见 本章未完 第320章猎人与猎物 剑地不知道六星级灵物 对于高级觉醒者来说 到底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机缘 陈平并不打算加入这场战斗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觉醒者 看着他们为了一份机缘出生入死 为了一份机缘 欲血而战 他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的战役 能够感受得到 对方为了道徒那无谓的勇气 以及燃烧生命的坚定信念 是的 他并不觉得 这些人做这种事情很搞笑 相反 他有些钦佩对方 一个觉醒者最不能忘记的 就是要争 争道徒 争机缘 争出人头地 陈平平静地看着他们争斗 内心居然也有了积分触动 哈哈 星要时是我的了 其中一个小国的觉醒者代表 犹如一头猛虎般横扫四方 他是B级巅峰向神系盲尾神虎的 觉醒者荧幕 吼声可震八方 硕大的尾巴横扫 能够将四周的树木 以及三十轻易击碎 以极为强势的力量 将两个B级竞争者击飞 冲至了六星及星要时的面前 粗大的手指 抓向眼前的宝物 当他将星要时抓起来 脸上才开始绽放笑容的时候 他的手臂 突然出现了一条红色的血线 更新 紧接着 握着星要时的手臂 沿着身体 缓缓滑落 骨肉都在这一刻 从身体分离 切口平整 鲜血标射尖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到底是谁 银母惨叫 只用另外一个手捂着血流布置的切口 惊恐地看向四周 下一刻 他另外一条手臂 胳膊处也出现了一道血线 然后另外一条手臂 也从身体滑落 啊 银母的惨叫声 伴随着一声音森的声音回响 嗯 恭喜你啊 成功夺的新钥匙 我奖励你两条手臂 树林深处 有皮肤惨白 身材高瘦 带着绅士帽的男人走出 手中的黑色拐杖 一次次敲击地面 两条断手突然尖旋扶起来 用力掐住了银母的脖梗 其余B急绝行者 都是脸色大变 他是日不落帝国队伍的侯爵尼尔森 这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疯子啊 堂堂A急巅峰的超级强者 居然要跟我们抢东西吗 重臂急绝行者都是大惊 哼 看看你们那傻样 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啊 高瘦的绅士男人文言吃笑起来 用黑色拐杖又是轻轻敲击了一下地面 无形的力量切割一切 重臂急绝行者 要么腿被切割掉落 要么手臂断落 要么从腰部断裂成了上下两半 鲜血瞬间飙射 染红了森林 更加惨烈的是众人的惨叫声 啊 痛 好痛啊 重觉行者都倒落地面 惨叫连连 哼 多么让人愉悦的惨叫声啊 这是弱者的叫声 尼尔森摇头倾笑 到现在 你们还莫搞清楚 自己是个可悲的猎物吗 这宝物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又怎么能说是我抢了 你们的东西呢 银母被自己的两个断手掐着 脸上有着惊恐万分的表情 颤声开口 钱 前辈 我没有招惹你 我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情 饶我一命吧 尼尔森又笑了 嘿嘿 我可没兴趣听猎物说什么 黑色拐杖再度落下 场上所有高级觉醒者的脖梗 都出现了一道血线 在众人恐慌绝望 本章未完 第320章猎人与猎物 的表情下 生机断绝 鲜血弥漫整个森林 哎 真是一群弱小又可悲的觉醒者 始终没摆明自己的位置 纷争不断 殊死搏斗 拼了命去夺心目中的宝物 殊不知 在真正的猎人面前 他们的行为 就像一场滑稽又愚蠢的表演 尼尔森踏着鲜血 优雅地 走到六星吉林物 星药石的面前 弯腰去捡 一道金光 漠然落在尼尔森的面前 一脚踩在星药石的表面 尼尔森抬头看向那 笼罩在金色气火中的少年 表情微微一正 是谁 少年咧嘴一笑 我是你的猎人 少年的体表 燃烧着金色的气火 照亮了漆黑的森林 将地面上断枝残骸 将那一个个 惨死的觉醒者的神态 都照得清晰可见 尼尔森猴觉那惨白的脸 有着几分诧异之色 星红的眼瞳微微收缩 透过气火 看清楚了少年的面容 哼哼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陈平雄王啊 他早就听说过陈平的事迹 也知道陈平有多降大 年纪轻轻就迈入A级 潜力无限 但那又怎么样 他也是日不落帝国的顶级妖孽 如今已经A级巅峰 杀死的强者数不胜数 除非是S级超限者清零 否则他会怕谁 你说你是猎人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尼尔森笑眯眯地开口 好似完全不将眼前这个少年 放在眼里 一股冰冷的气机开始扩散 笼罩四周 他握着手中的黑色拐杖 似乎在酝酿着一些什么 金色的拳头 绽放炽热的金光 迎面就朝尼尔森的脸上轰来 无错更新 尼尔森的黑色拐杖 以更快的速度落在地面上 陈平出拳的手臂 腰部 脖梗 同时爆发出尖锐的斯明 似乎有一股看不现的力量 正在切割着他的身体 要将他的身体撕裂得七零八落 然而 少年浑身金灿不朽 大金刚之躯的皮肤 已经被那股神秘的力量 切割的凹陷 有重不堪重负撕裂感 但他的拳头更快 以更加致命的威能 如大炮般轰向尼尔森的脸 尼尔森脸色骤变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 堪堪伸出另外一手 挡在身前 下一刻 金色的拳镜催枯拉朽 好似被万众大山轻压一般 尼尔森格挡的手臂 直接被捶得弯折 整个人都被一拳轰飞出去 再看少年 被他诡异的黑色拐杖攻击 踢表仅仅是出现机道红硬 微微破了一点皮 连血肉都无法撕裂 尼尔森的身子 不停在地面上翻滚 心中震撼 为何一个区区A级出街的 大金刚觉醒者 防御能那么变态 拳头可以这么恐怖 陈平没有给他任何深思的机会 脚步一踏 如白虎腾空 跃动九天 尼尔森仿佛真的看见了 一头白虎神兽 朝他扑来 那凶悍贪婪的表情 犹如猎人盯着一头猎物那般 那种想要猎杀的神情 区区A级出街 猎杀他一个A级巅峰的强者 倒落地面的尼尔森 抬头就看见那 跃向自己的少年 双臂紧握黑色拐杖 对着少年凌空一推 卡卡卡 陈平的身体 再度出现诡异的凹痕 十几道凹痕 几乎遍布少年金刚之躯的 所有部位 若是实力普通的大金刚径 如今早已经被撕成四分五裂 但那个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少年 气势却再度暴涨 赤裂的金屋神火膨胀而出 焚化了那股无形的力量 身子如陨石坠落 轰隆 金屋神火爆开 瞬间焚化了四周的树木 四周的几座山岳崩裂 地面都被少年 践踏出数百米的凹坑 尼尔森被沉平一角 踩在黑色拐杖之上 已经将尼尔森的身体 再度压落地底十几米 极度爆裂的能量 更是震得他内脏破裂 原来是咒术系的极限觉醒者 陈平浑身都出现了一道道刺目的血痕 这一次的攻击 明显比上一次的攻击要来的厉害 居然能够破开他的防御 撕裂类的咒术吗 陈平体表 突然燃烧起了幽兰斯的火焰 他出现一道道血痕的大金刚区 在幽兰斯的火焰焰烧下 伤势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 尼尔森看见这一幕 整个人都是猛的 对方才交手两个回合 就判断出了他的力量属性 而他却根本对陈平的力量一无所知 交手至今 任 谁也不会将陈平当作 是一个普通的金刚系觉醒者来啊 陈平雄王 为了一个区区六星吉林物 你我何必争斗至此 虐猜虐了就虐了 但为你我为此副生命不值得 尼尔森沉声开口道 然而回应他的是陈平那硕大的拳头 轰隆 武神炮重击而下 地面再度剧烈震动 冲击波席卷了十几里 真正的猎人 从来不会跟猎物废话那么多 陈平的目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干掉尼尔森 一个浑身衣服破烂 鲜血染红身体的身影 快速朝后方逃撤 陈平穷追不舍 体内力量沸腾如汪洋 好似永远不知道枯竭的狂战士 好 你这是找死 尼尔森被激怒了 惨白的皮肤开始爬上一枚枚扭曲血皱 气势暴涨间 快速操控着拐杖猛击地面 哗哗哗 地面崩裂出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 虚空拉出一道道无形的尖锐的裂痕 大撕裂咒 无见天地 这一瞬间 天地都仿佛被他的力量揉令成碎片 陈平在撕裂的咒力中穿梭 腾挪身体在密集的进攻中 还是被撕裂出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但是他的气势 也在一次次进攻中不停地暴涨 他的拳头犹如最恐怖的金色大炮绽放 一次次与尼尔森的拐杖重击碰撞 轰得尼尔森身形不稳 地面不堪重负地 爆开一个个凹坑 撕裂的咒力将大片大片树林 山石切割成平整的片段 陈平又一次猛击尼尔森 在尼尔森用拐杖加持咒力挡下后 身形一晃的瞬间 抓住机会 指尖缠绕咆哮的雷霆 一击金色雷霆如蛇蟆弹出 贯穿了尼尔森的心口 随即一脚横扫 踢断了尼尔森的腰椎 尼尔森喷血滚落地面 脸上的震撼达到了极致 打不赢 他完全被那个怪物压着打 少年如火焰流星 再度杀至他的面前 尼尔森咬破舌尖 体内血液被特殊的咒力引动 虚空悬浮着恐怖的血色咒纹 欲要发动他最恐怖的杀技 但冲来的少年 体内竟是也涌出一股 深邃莫名的咒力真意 可让万物轮回 可让众生参悟生死 体表的鲜血化作金色血咒 照破夜色天目 尼尔森准备的拼死一击 被少年血咒影响 咒力路静猛的一致 这是咒术 居然是比他施展的 还要高深的咒术 在他茫然与震撼的目光下 金色拳头毫不留情地 轰杂在尼尔森的脸上 武神拳头如炮 金色全静爆开 尼尔森的脸被垂歪 口鼻喷血 眼珠子爆了一个 伴随着头骨破碎的声音 身子狼背地滚落地面 一时开始模糊 该死 你到底是什么魔鬼 尼尔森满是不甘和悔恨地 看着燃烧着气火的少年 陈平看着满头 是写的尼尔森 淡淡开口 我说了 我是你的猎人 尼尔森 他根本没想到 他会为了抢一个石头 搭上自己的性命 正如他杀死那几个 必急绝行者的时候 说的话那样 在真正的猎人面前 他的行为 就像一场滑稽又愚蠢的表演 尼尔森看着少年 万万没想到 他自己居然也会成为 滑稽愚蠢表演的猎物 少年那无情的拳头 再度落下 伴随着一声暴烈的声响 日不落帝国的顶级强者 就此陨落 这一场夺宝闹剧 就此结束 陈平看着尼尔森的尸体 一脸遗憾地摇摇头 无错更新 若是尼尔 森不出手 那么他是不打算出手的 正是因为尼尔森 把其他高级觉醒者 当猎物肆意图路 他才会将尼尔森当猎物仔 这或许 就是冥冥之中的因果吧 唉 这个世界 果然很残酷啊 少年一边感慨 一边打扫着战场 陈平在打扫战场 又收获了一波财富 诸多星元石 以及天才地宝子 不用说 神经都多了一百多枚 现在 他的神经数量 已经达到三百多枚的级别 提前完成了一个 超级觉醒国度 代表选手该有的成绩 十天的时间 才过去一天 就算之后九天他躺平 也不会有人责怪他滑水了 当然 陈平的目标不仅于此 虽然世人都觉得 这一次万国之战 魁首之位 已经被同时出动 三位S级超线者的 灯塔国预定 但作为下国队伍的一员 陈平还是有想要让下国 成为万国魁首的野心 这条路虽然很难 但多收一些神经 走一步算一步 现努力 就是了 陈平大手一挥 金色的神火 焚烧了一片森林 将选手们的尸体火化 他捡起地面的六星吉林物 星药石 心中默默一叹 谁又能想到 为了这个六星吉林物 会在这里 陨落八位高级觉醒者 以及一位极限觉醒者呢 高级宝物 对于觉醒者们来说 是天大的机缘 但同时 也是天大的劫难 陈平自从崛起以来 都没有受过贫穷的苦 如今经历了 中觉醒天 焦未争夺一个石头 引发的惨剧 倒是对大道争锋的残酷 多了几分理解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会不会也遇到这种情况 跟强敌打伤打死 好不容易就要夺得梦寐以求的机缘 结果具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 恐怖存在一根手指暗死 死 这种情况 光是想想就觉得发寒 当初银母 也是这般心境吧 他当时的多绝望 多不敢啊 陈平深思一下 又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不行 还是得好好修炼 还是得继续变强 这个世界的未知恐怖敌人太多了 陈平简单休整了一下 便继续上路 这一路上 他不仅要找神经 还要找他突破的路 从A级大金刚镜 想要修炼到S级的极阳镜 需要的是一种极致的锤炼 大金刚之镜 本来走的就是制阳制刚的路子 既然如此 那么就要将这条路子 一路走到黑 不停地用制阳制刚的力量 去锤炼他的体魄 让他的大金刚之镜 愈发坚硬 愈发爆炸 愈发凝缩 最后魔旁太阳的诞生 将诸多锤炼成极致的阳鼠力量 压缩在一起 然后瞬间爆发 是放出无尽的能量 成就极阳体魄 可以这么说 每一位极阳进强者 都是一枚熊熊燃烧的小太阳 他们的强大 已经脱离了反胎范畴 成为货真价实的怪物 陈平想要突破自身的修位 自然也可以通过 日以继夜的不停锤炼 一步步将自己的 制阳制刚的力量提升上去 但这种方式 用时太漫长了 A级出阶巅峰 到A级中间的智骨 不知要积累多久的力量 才能突破 然而玛雅神经内部 造化终神秀 还有成为半神的超级机缘 说不准就能在神经内 找到更好的突破方式呢 陈平反正对此事 抱有较高的期待的 他在这个世界中探索 莫多久 又遇到了几拨 其他国家参赛的选手 那些选手一看见他出现 就吓得立即躲得远远的 生怕陈平一言不合 就跑过来杀人夺宝 莫办法 这个陌生的世界 对于参赛觉醒强者来说 就是巨大的黑暗森林 完全无法判断 一个大佬的善意与恶意 那么 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 就是远离 陈平看见这一幕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有些无奈 他明明是一个人畜无害 团结有爱的新时代三好少年 没想到有朝一日 也会被当成魔鬼一样的人物看待 艾瑟 快逃 有将者过来了 该死 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逃不掉的 快 施展隐魂秘法 又有人急声道 三道身影隐藏在森林 施展秘法隐蔽气息 有强大无比的存在 从高空穿梭而过 如白日流星 掀起大片云浪 气势之强大 让三位参赛选手 心惊肉跳 这三位来自小国的选手 满是惊现地 看着那道横空穿梭的身影 直到对方走远 这才发出心有余悸的感叹 他就是昆仑学宫的 陈平雄王吗 好降大的压迫感 是啊 他的气息 比一般的极限觉醒者 都要强大很多 真不愧是昆仑学宫的 破纪录狂魔 我们遇到这等超级觉醒大国的天骄 一定要万分小心 不错 我们这算是躲过一劫了啊 三位高级觉醒者 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笑着松了一口气 高空之上 少年仍在加速飞行 陈平自然是注意到了 身下的三位高级觉醒者 这种简单的灵魂秘法 又怎么能够躲过 他的超强灵魂感知 只不过 他不会像一些觉醒者那样 那么没有底线去欺负弱小霸了 飞行了一整晚 只收获了三十枚神经 不多也不少 相对于神经的收获 机缘的收获 其实更多 陈平完全是凭着感觉 在寻找机缘的 或许 是他真的是身负大机缘之人吧 他在一处绝壁中 看现了一则刻在石壁的剑谱 完善了他的控剑之法 在温度 极高的悬火池中 得到了一份控火诀 让他操控体内神火的手法 更加精妙起来 还在一处石窟内部 发现了科技图文 看不懂 只能用手机将其拍下 陈平迎着朝阳一路往前飞行 远处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 以及碰撞的声音 那战斗的规模极其恐怖 至少也是极限觉醒者的级别 陈平顿时来了兴趣 这一路走来 他还没见识过 大规模的极限觉醒者的战斗呢 当即朝着战斗的方向飞去 很快 一处村庄就出现在眼前 村庄的建筑 都是由一块块坚硬的蓝色 悬石堆砌而成的 小巧的房屋内 都有着一个个巨大的炮口 不停地朝天空喷射能量 上空有大量铠甲战士在搏杀 双方炮弹齐射 将四周的天地都狂轰烂 炸成了一个个大坑 还有一艘搜喷 吐住蓝色灵灯的飞船 腾空而起 射出一道道威能极大的能量光线 可以轻易将山越贯穿 将大的凿城深坑 卧槽 这才是真正的星球大战啊 陈平看得惊奇 那村庄大概只有几百人 但是人人身批战斗铠甲 冲天而起 单单是村庄中分布的大炮 就有数十门 只有五个 内战吗 不 不对 陈平的眼瞳微微一缩 那五个人的契机很熟悉 分明是登塔国的觉醒高手 至于村庄中的强者 自然就是玛雅人了 玛雅人的战士之强大众所周知 数百个玛雅战士所拥有的战力 更是难以想象 但是纵使是他们 在这场仅仅只有五个敌人的大战中 居然也落于下风 登塔国有两个机甲战士 动如猛虎 双手缠绕粒子光刀 竟是能够将敌人的战甲 好似苍翁般横裂虚空 将一艘艘坚硬的战舰贯穿 撞爆 将来袭的能量炮火撕碎 还有一个机甲战士 最为强大 形态如红莲 浑身笼罩在一层强大的深红能量层中 在虚空快速穿梭 仅仅依靠强大的机甲硬度 就能将一个个玛雅人的铠甲撞得粉碎 陈平看见这一幕 神色颇为古怪 明明登塔国 才是那个偷师玛雅人的人 可是如今 登塔国的高手 就用玛雅人最引以为傲的技术 去吊打他们 激光护射 炮火对轰 一股股能量在半空爆开 有如红莲般的机甲 撕裂了一股又一股的能量 将村庄的能量防御罩 都给撕裂 身形闪过之处 一个个炮口 都被切割成了两半 有的被击中能量和直接爆开 毁灭的能量四处肆虐 伴随着玛雅人的惨叫声 哼 还不赶紧把科技文图给我交出来 把科技文图交出来 我们能够饶你们一面 红莲机甲内 出现女子冷冽 又充满杀气的声音 卑劣的灯塔出声 偷我们的技术 抢我们的技术 还要杀我们的人 这个世界 怎么会有如此丧尽天良的种族 有玛雅强者悲愤开口 他冲天而起 跟红莲机甲 快速拼杀在一起 作为全村最将的人 他的实力 跟陈平遇到的那位爱萨克 不相上下 无论是个体的强大 还是铠甲的先进性 都是一流的 哼 什么叫你们的技术 知识是宇宙的知识 我们只是因为比你们更强 所以才能更好地拥有这种知识 我们比你们更懂这种技术 事实也证明 科技阵图文明 我等比 你们这些野人更未适合 红莲机甲 突然拉出一柄 闪耀着星辉的暗月光刀 斩中了村长机甲 锋利的粒子能量 交织着一股金属力量透体而过 破开了村长那坚硬无比的机甲 将其拦腰截断 村长惨叫着坠落地面 在空中喷洒出烟红的鲜血 村长 不 是我的灯塔畜生 我要杀你们 众战士都疯狂无比 哈哈 不自量力 罢了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你们的技术 在我们这里 能够发挥多这样大的力量吗 两个形态 如苍龙的机甲 冷笑连连 双臂平推 对着下方的村庄 深红色的能量快速积蓄 然后喷不而出 大灭绝炮 红龙龙 暗红色的能量膨胀 湮灭一切 随着夸张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村庄中的堡垒炮台 矮平房屋 以及机甲战士 统统在这一炮下化做炽热的僵液 这就是一场屠杀 红连机甲仍在高空穿梭 将一个个玛雅战士斩落 全村的玛雅战士 一个不留 竟显登塔国的凶残 陈平就在远处观看着这一幕 内心颇为出动 虽然玛雅人 一直都把他们人类不当人 当生出血时看待 但登塔国这番凶残的图村 就是为了夺得科技图文 做法比玛雅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场能量的火焰 肆虐了整个村庄 众多玛雅战士的尸体 零零碎碎地落在地面上 死不瞑目 愚蠢又无知地反抗 释放了大灭绝炮的盖伦 双手抱胸道 他们的脑子 还是挺有用的 拿回去研究一下吧 另外一个觉醒者 割下了一个又一个玛雅人的头颅 装入空间储物法器内 别老想着收现成的资源 先看看这个村庄 有没有科技文图 神经秘法 以及有关玛雅造物的书籍 那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拥有红莲机甲的达莲娜开口道 说完 五个登塔国的强者 便开始在村庄 搜集各种资源 他们似乎对这种已经十分熟练了 搜索的时候极其的有条理 并且能够知道哪些密室有宝贝 哪些房屋的下面藏有神经 陈平按捺住了纯粹欲动的心情 一个人对付他们五个 感觉还是有些风险的 特别是那位达莲娜 居然是A级巅峰的觉醒者 而且是极其擅长使用 宝物兵器的金属性觉醒者 在穿戴上那科技战甲 红莲机甲 给他带来的压迫感 比此前遇到的尼尔森侯爵 还要强大一截 另外四个实力也相当不俗 都有A级中期的修位 这群登塔国的选手 是不是一个个都开挂了呀 这么快就聚集了五个人 向他四处晃悠 现在都还没碰到一位队友吗 陈平正在纳闷中 忽然有一股让人极度心计的 能量波动出现 哄 有一道深蓝色的死光 从远处而来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贯穿天穷 然后如无穷无尽的九天瀑布 垂落在那毁灭的村庄中 五个灯塔国的强者 脸色大变 正化作流光弹射而逃 哄 恐怖的能量瞬间爆开 整片天地 都被深蓝色的能量取代 毁灭的深蓝色光球 急剧膨胀 散发着让陈平 都为之心惊肉跳的能量波动 将范围内所触及的一切 都化作积粉 那光球膨胀百米 千米 万米 三万米 陈平躲藏的山岳 都差点被死光所笼罩 十几座山岳以及那村庄 直接被碾碎成积粉 地面出现了一个夸张无比的凹坑 凹坑内空无一物 不 不对 还有五个拼了命抵挡大炮的身影 如今都是伤痕累累 铠甲内的能量几乎被消耗殆尽 有的铠甲更是直接破碎 最惨的是 其中两个铠甲战士 覆盖在身体上的铠甲 大部分已经融化破碎 甚至连身体都被炸掉了一截 正气息萎靡地躺在地面上 脸上有着惊恐之色 天地猛的一阵 白云之上 有巨大的暗影出现 那是一座犹如金字塔一般的钢铁堡垒 正排空崛起而来 纵横宽度达上千米 上面闪烁着密密麻麻的灵能阵图 黑漆漆的炮口 针对着地面上的五人 同时中间最大的炮口 交织着十几重阵图 正是放着恐怖无边的灵能 似乎要再度向灯塔国的强者再开一炮 陈平看见这座巨大的太空堡垒 顿时就明白了什么 这不就是灯塔国的空天堡垒吗 虽然体型比灯塔国的空天堡垒 要小上一大圈 但从外形来说 得的确确就是灯塔国的空天堡垒 这一刻 灯塔国的五位参赛选手 脸色都无比难看 玛雅的空天堡垒来了 黑石部落 他们是黑石部落的主力部队 该死的 黑石部落的主力部队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想那么多干嘛 快逃啊 五个灯塔国强者 这一刻都毫不犹豫 选择了逃顿 陈平突然间又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息 空天堡垒猛的一阵 庞大的阵图顷刻笼罩方圆树实力范围 竟是将灯塔国的五位强者 都给笼罩在内 一道光芒如流星 坠向其中一个 身受重伤的灯塔国强者 哄 地面突然被劈成两半 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猎猿 灯塔国的A级强者 身上的铠甲被劈成了两半 他瞪大着眼前 满脸震骇地看着前方 一个赤裸着上半身 腰部包裹着瘦皮的壮汉 那壮汉的手中 还握着一柄巨大无比的漆黑斧头 脑门后有繁星异象 斗转星移 下一刻 这位A级强者的世界 就被血红所取代 他的身体 直接裂开成了两半 鲜血飙射长空 黑石部落的酋长 莫德 红莲机甲的达莲娜 惊呼出声 如老鼠现了猫 下一刻 这雄壮的身影再度一闪 已经出现在了另外一个 A级强者身后 又是一斧头 漆黑的锋芒有如开天辟的一般 前方的大地再度裂开成渊 而那位A级天交强者 惨叫出声 身体一时被劈成了两半 高级先进的铠甲 完全无法抵挡 那位壮汉的义府之威 义府一个灯塔国强者 杀我埃萨克小队 灭我黑木村庄 灯塔国的牲畜 你们一个也逃不了 酋长莫德的声音 蕴含无尽的怒火 响彻云霄 黑石部落 埃萨克小队 潜伏在暗处的陈平 听到莫德求长的话语 人都骂了 这特么 不就是被他干掉的小队吗 难不成就是为了那么一个小队 黑石部落就出动主力部队 追杀到这里了 不 不对 灯塔国屠村的举动 比他要恶劣多了 黑木村被团灭 应该才是黑石部落 绝对出动主力部队的原因 只不过埃萨克与洛之地 距离黑木村不算太远 黑石部落 这才将丧心病狂的灯塔国选手 也当成是干掉埃萨克的凶手 感情这是灯塔国的小队 替他被锅了 陈平心中宽慰 再度看向灯塔国的选手 那手握黑斧的莫德求长 已经杀至第三位灯塔国强者的面前 灯塔国强者手握粒子光剑 想要与那劈来的黑斧对轰 然而 黑斧碰撞在粒子光剑的瞬间 莫德头后涌现的繁星异象 流出一股极为浩瀣磅礴的星辰之力 加持在黑斧上 光剑瞬息被劈成两半 一路摧枯拉朽 劈碎光剑后 站在灯塔国强者的脖梗上 一下子将坚硬的铠甲也给劈开 一颗头颅高高抛向天空 陈平看的是心惊肉跳的 一抚头一个极限觉醒者 人谁心里都慌 这莫德求长实在太将了 真正展现了S级超限者级别的怪物 到底有多恐怖 轰隆 空天堡垒构筑的屏障 被达莲娜强行破开 哼 想要逃 莫德大笑 单手一挥 空天堡垒上炮火齐鸣 一道道毁灭的能量贯穿虚空 铺天盖地朝两人暴射而来 啊 我跟你拼了 自知无路可逃的盖伦 转身就朝那空天堡垒 发射大灭绝炮 那是能够轰碎一个村庄的大炮 然而深红的能量射在堡垒上面 却被那重重叠叠的矩阵能量光照 给挡了下来 陈平粗略感知一番 就感受到了 足足有数十重高级防御屏障 别说极限觉醒者的攻击了 就算是超限者的攻击都能挡下 大灭绝炮被空天堡垒无伤挡下 而盖伦也被无尽的炮火淹没身体 被残暴地轰成了渣渣 最为强大的达莲娜 凭借着超高的机动性能 以及防御性能 硬撑了一轮炮火 开始快速拉开距离 嗯 这头牲畜还挺顽强的 莫德冷笑 脚步一踏 身形腾空而已 化作一道流星杀向达莲娜 达莲娜毫不犹豫 开启极限模式 不计代价地燃烧发动机 换取最为极限的速度 那速度甚至媲美S级超限者的 全力移动速度 莫德从兽皮中 掏出了一枚金属球 金属球快速变化扩张 形成了一层绚烂的星辰铠甲 覆盖全身 让其原地变身铠甲战士 这个铠甲战士 跟陈平以往见过的完全不一样 表面流淌着浓郁心灰 极致的合金工艺 让人赏心悦目 一看就坚硬无比 一重重科技图纹的线路流淌不息 背后还有巨大的科技阵图 如轮盘一般不停旋转 将全身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散发着极为特殊又深邃的波动 莫德脚步一踏 身形就如星光般撕裂空气 撞碎空气墙 速度之快十倍于音速 好似一道捉摸不透的光影 达莲娜的速度已经够吓人了 莫德的速度 更是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双方的距离再度被拉紧 达莲娜心意狠 抛出了一枚小型金字塔进气 金字塔进气是放出了极为磅礴的能量 化作了三角封天的阵台 将身后的莫德封锁在内 这是S级进气 三角封天 莫德撞在三角封天上 果然身形猛的一阵 被挡在空间之内 达莲娜的脸上还没来得及浮现喜色 就看见莫德双手举高 海量星辉化作星光巨剑 然后对着前方的三角封天横扫 犹如银河道观般 浩瀚磅 轰隆 三角封天被海量的能量撞爆 达莲娜看着再度朝自己杀来的莫德 脸上终于是浮现出一抹绝望 以及决然 双臂拉出一道暗红色的月刀 主动折返 与莫德拼死一战 轰轰轰 剑气与刀光互相交织碰撞 一股股能量爆发而出 粉碎着群山 双方的打斗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 开始得很暴烈 结束得很快 达莲娜的暗红月刀被斩碎 胸口被劈出一道道裂痕 最终 铠甲被莫德粗暴地斩碎 身子被无情的任盲撕裂 叠血长空 躲在暗处 目睹了这一切的陈平 唏嘘不已 强大的不可一世的灯塔国代表队 就这样被团灭了 黑石部落的主力 以摧枯拉朽的姿态 将实力极强的战队 直接碾碎 部落级的玛雅势力 果然不能轻易招惹 高深莫测的空天堡垒 强悍无敌的莫德求长 还有很多玛雅战士 正立在堡垒中 叙事待发 这种阵容标配 都足以平推外界中的 一流觉醒宗门了 就算是S级超限者 遇现了都吃不消啊 陈平屏息凝神 只想着等这群人赶紧离去 然而在某一瞬间 他的寒毛直立 一股极为恐怖的危机感 降临周身 金鹏双翼瞬间展开 以急速报射离开原地 天穷之上 一个炮口喷射出紫色的高能射线 落在陈平藏身的山头 轰隆 山头被射穿 爆炸将大半边的山岳 轰成了积粉 请报 请报 全西天岩扫苗范围出现人畜痕迹 紫星死光 发射 又是一发紫色高能射线 喷射而出 啊 一个潜伏的觉醒者惨叫 瞬间被高能射线 融化成了江夜 陈平吓了一跳 莫想到 居然还有其他人潜伏 他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朝着远离空天堡垒的方向逃顿 还有人畜存活 紫星死光 发射 轰轰轰 这一次 三道紫星死光 同时暴射而出 封锁了少年的所有躲避轨迹 就仿佛是经过最精密的计算 得出的最致命的打击方法 陈平体内的气火 攀升至极限 眼瞳闪过万象归流之光 倒映天地 以极为极限的姿态 竟是将三道紫星死光 都给完美躲避 哦 居然还有老鼠 远处 莫得发现了少年的出现 面露惊涩 那个被射死的炮灰 他是知道的 但若非空天堡垒有天眼扫描 他是忽略了 这里居然还潜伏着一个少年 居然躲避了三发骑射的紫星死光 不可思议 而且 居然那么年轻 蓬勃的生机 强大的血脉 逆天的潜力 莫得看着少年逃顿的背影 默默舔了舔嘴唇 脸上浮现几分贪婪的笑意 太妙了 这种顶级天骄人畜 乃无知最爱 肉质一定万分美味 给我追 全体出动 不惜代价 给我追上他 莫得再度披上战甲 朝陈平的方向追去 空天堡垒阵突闪耀推进 扭曲前方的虚空 破空而行的时候 掀起万丈狂澜 上面有一艘苏战机弹射而出 更有数百位铠甲战士同时出动 能量之光如星如雨 铺天盖地的超陈平的方向 追杀而去 广袤的天地上 一道金色的光影 飞速逃顿 嗖嗖嗖 高超音速导弹撕裂空气 追击而来 陈平体内侍放出一道道金色雷霆 精确击中了导弹头 轰轰轰 导弹在半空爆开 就好像一枚没绽放的太阳 陈平头也不会继续逃顿 身后的危机感却如影随形 空天堡垒的移动排空崛气 明明体型十分巨大 但是移动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速度快地让人咋舌 除了空天堡垒 这个极大的威胁之外 莫得求偿的威胁也极大极大 一个S级超限者 外加超高科技的机甲覆盖全身 足以将它的实力 推动至一个极度恐怖的程度 幸好达莲娜将莫德 引到了一个较远的地方 这才让陈平有了几分 腾挪逃跑的空间 但是双方的距离 仍在快速拉近住 按照这种速度逃跑 他迟早会被莫德求偿追上 空天堡垒的阵图再度一闪 数十个炮口 同时对陈平轰出了高能射线 陈平双瞳闪过万象归流之光 于绝境之中寻找到了一线生机 身形如鬼魅般腾挪 居然又将数十道致命的 高能射线统统躲过 高能射线落在地面的山脉上 有的山岳被射爆 有的山脉被熔断 有的大地被射出 深不见底的凹坑 足可见那高能射线 到底有多恐怖 这头牲畜 真会躲呀 莫德求偿看现 陈平躲避高能射线的身法 都吃了一惊 这个少年的难缠程度 居然比此前 那个达莲娜还要夸张 空天堡垒上 弹射而出的战机 居然都无法追上陈平的速度 莫德求偿又遇了一下 最后牙齿一咬 沉声道 先锋战机 开启燃烧核心状态 是 酋长 十架先锋战机的飞行员 果决回应 燃烧核心 不仅会及大地耗费的神经能源 而且会对发动机 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这是酋长铁定了 心要干掉这个少年 三角形的战机 后尾出现了九重血色阵途 重重推进 十架先锋战机爆发急速 快速拉近了与陈平之间的距离 陈平整个人都骂了 没想到 战机居然还能够架缩 他身形猛地下沉 打算用高耸的山岳 作为抵挡战机攻击的掩体 下一刻 战机的炮口 喷射出夺命的能量射线 密密麻麻的能量射线 几乎封死了他的所有躲避入境 陈平施展万象归流 躲避着战机的进攻 但背部还是挨了两发高能射线 射线中蕴含的恐怖能量 轰得陈平身形一晃 大惊刚进的不朽体魄 这身处的防御力好强 超灵死光居然只能射出一个小血口 连贯穿他的身体都做不到 有效果就行了 继续射击 十架战机继续发射超灵死光 一股股恐怖的能量如暴雨般狂射 陈平在高空腾挪前进 后背再度挨了一发 十架战机趁机又拉近了与陈平之间的距离 哈哈 我们追上他了 这下让他尝尝我们的超导游球炮 战机的驾驶员正高兴住 却没注意到 前方的少年已经戴上了暗金色太古神闻拳套 八星灵气 雄霸拳套 同时 他体内的力量已经催动到了极限 数万台发动机极限催动 神明战机 蚂蚁战法 这一刻 陈平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恐怖的沙士犹如冰冷的寒意 吹过三千米 让所有飞行员都血液凝固 他的两个拳套猛的对撞 发动了拳套的咆哮战机 一尊通天彻地的雄神对着后方的战机 发出一声幕吼 吼声化作灵魂的威压 震慑巴黄 众飞行员的脑袋都是一麻 下一刻 少年已经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 冲至其中一架战机的面前 一拳击出 暗金色的拳头 带着莫大的威能 竟是直接贯穿了战机重重灵能防御 一拳打崩了战机的合金机身 轰隆 战机被一拳捶爆了 少年的身形一闪 化作扭曲的金光 又将另外两架战机捶爆 战机的科技含量再高 也扛不住少年的一发铁拳 拉开距离 快拉开距离 此前还因为拉近距离 洋洋得意的飞行员 如今都想要惊恐地逃窜 但陈平又怎么会给他们机会 如今的他 就如同冲入羊群的狼王 疯狂地狩猎着逼近他的战机 整个人火焰加闪电 在十架战机战阵中来回穿梭 仅仅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高空就爆开了十个大火球 伴随着战机的残骸坠落 纳燃烧着金色疆叶的少年 在追击的玛雅人眼里 就如同出世的魔王一般可怕 先锋战机全军覆没 该死的 这头牲畜怎么会如此之强 他绝对是故意露出破绽拉近距离 让先锋战机军团放风警惕 然后再一口将先锋战机军团吃了的 空天堡垒之上 一些玛雅人战士 看着那少年都感觉到了一阵寒意 最为震惊的是莫德求长 他居然从那个浑身流淌着金色疆叶的少年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超越极限的力量 那是S级超限者才有的力量 可他明明是一个A级出阶的觉醒者呀 哼哼 想不到我居然找到了一个小怪物 莫德的表情从震撼到贪婪 看向陈平的目光愈发贪婪 也不知道吃了这么一个绝世天骄 能不能让他的修位更上一层楼 继续追 002号战机军团 燃烧核心 003号战机军团 燃烧核心 莫德求长身形化为急速 一边追杀 一边发号指令 陈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 不仅没有让黑石主力部队退缩 反而更加亢奋地追杀而去 陈平的反应也极快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 他的蚂蚁战法已经催动 速度比此前暴涨了一大截 几乎跟燃烧了核心的战机速度持平 也跟莫德求长的速度相差无几 但这种燃烧体能的秘法 终究是有实现的 是对方的能源消耗殆尽快一些 还是他的体能消耗快一些 陈平根本不敢赌 他如今面临的是真正的绝境 而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选择逃 再如何强大的人 都不可能一个人单挑 一整只玛雅部落的主力军团 就在陈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的怀里钻出了一个精致的洋娃娃 大哥哥 洋娃娃声音清脆地开口道 随后伸出小手 指向东北的某个方向 往那里逃 陈平眼眸一亮 那边有什么 不知道 但我觉得你往那里逃 会有机会躲过追杀 洋娃娃很实声地开口 好 陈平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朝娃娃所指的方向逃动而去 娃娃自从重祸自由之后 好像就有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能力 既然娃娃说往那边跑 有机会摆脱黑石部落的追杀 那么陈平就无条件地相信对方 玛雅神境 造化神山 一座又一座彩色的山岳拔地而起 神风高耸入云 还有悬浮于空中的造化岛屿 每一座岛屿上都映映住大造化 或是有着上古遗留的树法秘法 或是生长着具有种种奇效的天才地宝 当然了 有宝贝的地方 自然就有人 参赛的各国天骄强者 要么身负大机缘 要么特殊本领过人 但凡是神境中富含宝物的地方 他们总能通过各种方式 找到这一处宝地 造化神山之上 如今便聚集了数十位参赛选手 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拥有极其不俗的战力 最为显赫的 自然是四大超级觉醒国度的选手 盟国有金发碧眼 面容白净精致的少年 一汪如碧波清水的眼眸 笑盈盈地扫视着四周 怀里抱着一本古籍 他叫亚当 盟国中最为耀眼的当代天骄 如今修卫已是A级巅峰 掌握着最为纯净的胜利 在盟国圣光大殿的影响力丝毫不弱于S级的圣骑士 亚当的身侧 还占着两个骑士长 气息深沉四海 同样是极限觉醒者 但对亚当的恭敬程度 异于言表 另外一边 印国的觉醒团队 人数最多 足足有六人 三人是僧人打扮 而有另外三人 长相奇异 一人娇美艳丽如神女 背部有彩色的翅膀 一人蛇尾人身 舌头土地长长的 一人浑身漆黑如叶叉 背部还有蝙蝠双翼 印国的六人 同样各个都是极限觉醒者 实力极为可怕 当然 气势最为强悍的 还是灯塔国 莫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灯塔国的 时代双交都在这里 未来之光 香克斯 冰蓝魔女 米兰达 仅仅是他们两人 所示放出的气势 就堪比一个 觉醒大国的队伍 更何况 他们的身后 还站着三位 灯塔国财团 筛选而出的顶尖强者 相对而言 下国的代表团 就有些寒酸了 只有两人 分别是天兵门的 狂战神卢鸾 以及昆仑学宫的 刀子秦晓玉 哎 也不知道其他人 到底在搞什么 这里有那么多宝贝 要是让其他国家的人 都给夺走了 那真的太遗憾了 卢铝一脸的恨铁 不成钢 没办法 等一下我们别 那么冒进 以保证自身安全未忧 坐山观虎斗就好了 秦晓玉打算耸到底 劝戒着身旁的男子 啊 坐山观虎斗 这重情况下 怎么坐山观虎斗啊 等一下那群畜生 就把宝贝都给抢走了 我们当然要干他们 拼了命去干 卢铝战役满满到 明明还没开战 体内的血液就快速涌动 有重重血气 交织在身体上了 卢铝虽然实力强大 是A级巅峰的 金刚系觉醒者 但就是太容易上头了 一遇见敌人 就想先干他一波 拦都拦不住 秦晓玉有些无奈的 捂着脑袋 快速思索着对策 眼前的局势 是这里聚集了 五六十人的选手 而且大半都是 极限觉醒者 唯一的好处 就是S级超限者 未曾出现在此地 他们还有争夺的可能 威胁最大的 就是灯塔国 盟国 印国 这几个队伍了 毛雄国 樱花国 千岛之国 也有高手出现 特别是毛雄国 以及千岛之国 他们的侵略性极强 不仅将目光 盯紧了岛屿内的宝物 还将危险的目光 盯上了其余觉醒选手 另外 圣火喵喵叫的高手 也不容忽视 特别是那位 最中央的猫耳少女 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 浑身是放着一股 虚无缥缈的契机 正被一群高手 拱卫在左右 似乎有着很特殊的本领 唉 药房的人实在太多了 不过 这也不怪谁啊 谁叫这里 有那么多的宝贝呢 秦小玉轻声一探 转眸看向 造化神山之上的 浮空岛 浮空岛并不大 仅仅只有 二十级里的纵深 然而岛屿之上 宝光四射 造化如潮 上千枚神经 生长在岛屿的四周 一株株 能让外界疯抢的天才地宝 释放着滔滔灵光 在这里粗略一看 都有数十株 不仅如此 在浮空岛的中心之地 更有烙印着 太古神文的巨型石碑 似乎在记载着某种秘法 在石碑的两侧 更有两件神物 释放着神秘浩然的光辉 神物 惊雷猿狱 神物 太乙刚 又有太古传承 又有神机宝物 怎么能不让人疯狂 就算是S级超限者 都会为此疯狂 未来之光香克斯 以及冰蓝魔女米兰达 看着岛屿中心的宝物 意识笑语盈盈 显然是对那岛屿中的宝物 志在必得 这个地方是没有S级超限者 但是他们能够发挥 媲美超限者的力量 轰动 浮空岛屿猛的一阵 外部交织的一道道静置震纹 再度变得暗淡了几分 众人见状 都是呼吸炙热 他们之所以还在外面 都是因为岛屿内部 充满住各种无解的静置 他们试了各种办法 都无法破开 只能在原地等待 他们发现 这些静置虽然无法被破开 但是因为某种因素 这些遍布在岛屿四周的静置 正在不停地减弱 只要减弱到一定的程度 他们就能强行破开静置 强行进入到岛屿的内部 对岛屿中的宝物 进行一轮收刮 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岛屿的外部 才会聚集那么多的天骄 他们看见这么多宝物 在岛屿内都馋得要死 根本走不动道了 吃了 远处 突然有一道金光高速射来 正此关键时刻 众人都是一惊 都将目光转向某个方向 然后 他们都看见了一个十分眼熟的身影 昆仑最强新人王 陈平 陈平队长 秦小玉笑语盈盈地对着陈平招手 脸上的轻艳笑容 怎么也止不住 陈平的实力有目共睹 若是他能够加入下国小队的队伍 那么下国小队的队伍 也不至于那么寒酸了 陈平雄王 狂战神卢软 眸光闪烁 战意沸腾 他对于陈平的了解不多 但是同位金刚系觉醒者 如今陈平的声望 却是比他还要高尚不少 这让他多多少少有些不服 与此同时 湘克斯和米兰达的眼眸中 都是亮光一闪 忍不住对视了一下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他们还没去寻找陈平了 陈平就自己送上门了 这样一来 他们大可以借着争夺岛屿中的宝物 与陈平搏杀 然后再通过各种方式 直接将陈平坑死啊 想到这里 湘克斯和米兰达的脸上 都浮现出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嘿 想不到 不仅能够夺的宝岛内的宝物 还能够顺便将 马蒂尔塔大长老的任务 给完成了 这一波啊 这一波是双赢 金光炸碎 陈平闪亮登场 大部分觉醒者 都面露敌意地看着少年 没办法 但凡靠近宝岛的 都是他们的竞争者 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些敌意的 喵喵圣女的银牙 都差点要咬碎了 但他按捺住了自己的冲动 眼珠子转动 也不知道想要使些什么坏 千岛之国的选手 更是满脸的贪婪 目光灼灼地盯着少年 他们已精准备好 怎么杀人夺宝了 陈平 你能够来真的太好了 秦晓玉笑容满面迎了上去 陈平雄王 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 狂战士卢兰 也挤出一抹笑容 谁曾想 陈平的脸上 丝毫没有高兴之色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众人 逃 快逃啊 陈平一声高喊 众人继续一脸问号地看着陈平 特别是那些准备 对陈平使坏的选手 一脸的问号 但漠然间 一众高手猛地 将目光投向陈平的身后 有滔天恐怖能量洪流 从远处喷射而来 好似毁灭的天光 轰隆 能量洪流落在造化神山 引发了大爆炸 恐怖的暗红色能量 肆虐膨胀 毁灭周围的一切 不少觉醒者选手 直接被轰飞 整个高大的神山 直接都被轰碎了一截 聚集在造化神山的选手们 都被炸猛了 不少人拖着重伤的身躯狂退 就连香克斯和米兰达 都极为惊怒地冲了出来 香克斯身披天王战甲 通体雪白 释放着光明神灰 磅礴博的力量 如艳阳般耀眼夺目 就好像天生的主角一般 米兰达则身穿明王战甲 通体漆黑 释放着低温立场 仅仅是看一眼 就犹如深入灵魂的寒意 让人不寒而栗 发生什么了 哪里来的攻击 该死陈平 难道是他想要射去陷害我们 两人察觉到身后有异象 转过身 然后顿时傻眼了 一座巨大无比的空天堡垒 破开云层 气势汹汹而来 密密麻麻的战机 以及铠甲战士 如星如雨 狂坠而来 让人头皮发麻的玛雅军团 就这么气势磅礴地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完全不讲道理 似乎要碾压一切 沃德法克 湘克斯直接爆粗口了 周身涌动的扭曲光团 都变得急躁起来 下一秒 无穷无尽的炮火 就开始朝他们所聚集的地方 狂轰而落 其余各国选手的大脑 都是一片空白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怎么就被大炮洗地了 各种高能射线 各种导弹 各种毁灭光柱 直接将造化神山削去了半截 就连浮空岛屿的静置 都粗暴地撕裂了好几层 这是玛雅部落的主力部队 逃 快逃啊 有人认出了来者的恐怖 大声喊道 众多强者一哄而散 他们还想着将少年列位竞争对手 或者宰割的肥羊呢 莫想到少年的做法 更加干脆利落 直接拉了一个大boss过来 进行无差别攻击 那么的 到底谁坑谁啊 轰隆 又是一发死亡射线喷射而来 湘克斯快速躲避 莫想到 背部又被建设的能量射线集中 发现灯塔牲畜 杀杀杀 杀死灯塔牲畜 好多美味的牲畜啊 一个也别放过 太妙啊 这是买一则能吗 黑石部落的玛雅战士们 看见一众天骄选手 都乐开了花 特别是灯塔国的五位选手 他们如今施展了战甲科技 那恰好是玛雅人的科技文明 毫无疑问地 被列为优先猎杀的目标 如果说外来选手 被玛雅人列为普通美味的牲畜 那么灯塔国选手 就是被玛雅人列为害虫一般的牲畜 一般发现 都是除之而后快 要多残暴 就多残暴地除掉对方 香克斯和米兰达等人 当即被大量的玛雅战士盯上 饱和的炮火弓 击朝两人倾泻而下 哼 香克斯浑身覆盖天王铠甲 释放出重重屏障 将能量炮火挡下 双臂喷射出十几米的光刃 在虚空快速闪烁横扫 瞬间将十几个玛雅战士的身体 连同铠甲一同斩裂成两半 无人机风裙 携带高能机枪 对着底下的所有人开始扫射 米兰达身批冥王机甲 体内的觉醒力量与冥王铠甲共振 瞬间膨胀式放出笼罩数千米的极寒领域 所有被笼罩在内的无人机 统统瞬间冻结 坠落地面 所有闯入范围的战机 以及铠甲战士 都猛被一掷 仿佛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香克斯拉出数千米的高能刃盲 那刃盲血白通透 倒映着天光 如天上神刀一般 凛冽双寒 纯粹无限 天王刃 斩 香克斯手握天刀 斩向暂时失去移动能力的玛雅部队 苍茫的白光 取代天地之色 横扫间消费了数座山头 将十几艘战机连同数十个玛雅战士 直接批爆 两人在对付玛雅军团上 再度发挥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 这一切 不仅得益于他们的极为强悍的觉醒力量 更与他们高超的铠甲科技分不开 玛雅铠甲的品级分位 玄铁级 玄金级 地月级 星耀级 以及传说中的永恒级 永恒级战甲 几乎没有人见过 星耀级已经是机甲中的天花板了 而香克斯的天王机甲 米兰达的明王机甲 就是星耀级机甲 穿上机甲的他们 甚至能够与超限者搏杀 该死的 这群牲畜 只要杀我们的族人 一定要杀他们 香克斯和米兰达 释放出最降大的力量 不仅没有逼退玛雅人 反而是激发了玛雅战士的凶性 潜伏后祭地 冲向香克斯和米兰达两人 哼 一堆土鸡娃狗 也敢与吴争风 香克斯浑身是放出扭曲的光团 充斥着整片虚空 仿佛一个个大手 将扑来的玛雅战士包裹 然后扭曲 硬生生将一个个玛雅战士 扭曲蹂躏成了麻花 就在这时 有漆黑的巨斧 劈开了浩浩荡荡的扭曲光团 什么 香克斯神色一惊 硕大的机甲 就已经出现在眼前 一抚头皮在了香克斯的胸膛 机甲爆出绚烂的火光 力量催库拉朽将香克斯 一路劈退数百米 撞在了浮空岛屿的静置之上 香克斯遭受反振力量 一口鲜血喷出 满是骇然地看着前方的壮汉 S急超限者 而且 那流淌着星辉的铠甲 星药机铠甲 土鸡娃狗 莫德球场冷笑着凝视着香克斯 手中的漆黑巨斧 直接朝香克斯的头颅斩落 米兰达 香克斯惊呼 深蓝领域扩张 莫德球场的动作猛的一致 香克斯抓住机会 身体犹如一道白色闪过般 侧一腾膜 躲过了莫德球场的致命衣服 随即朝远处逃顿 莫德球场扛着巨斧 就朝香克斯的方向 穷追不舍 黑色巨斧 画出一道道恐怖的锋芒 压得未来之光 完全喘不过气 该死 这是玛雅部落的主力部队 就连球场及强者也出动了 我们不能立敌 香克斯一边狂奔 一边怒吼 米兰达不停施展强大的冰寒力量 帮助香克斯控制莫德球场 脸上意识冰冷如霜 那个陈平果然可恨 居然给我们招惹了如此大敌 香克斯显直又显得 又躲过莫德球场的一副 苦涩地想着 这哪里是招惹了大敌啊 这他们是把敌人的老巢 都给搬来这里了呀 陈平的这波操作 简直是匪夷所思 恐怖如斯 香克斯和米兰达的实力 当真是恐怖如斯 面对莫德球场的进攻 居然还能打得有来有回 想办法冲入包围圈的陈平 一边战斗 一边开口吐槽道 被他拉着柔软小手 一路狂奔的秦晓玉 一脸瞠怒地瞪着陈平 你这时候了 居然还有心情说风凉话 我们都被你给害惨了 你瞧瞧 你都干了些什么 拉怪也就算了 莫人叫你拉一个地图 BOSS过来啊 是叫什么 一人坑万国呀 秦晓玉束手一挥 虚空凝聚了一柄柄神力飞剑 穿梭虚空 如电光般将追杀的几个玛雅战士的心脏穿透 他本就是A级巅峰的天骄 又是昆仑十二道子之一 论战力 在一众参赛选手中都是拔尖的 寻常危险 根本奈何不了他 陈平一脸无辜 真的不怪我呀 我也是一个暗中吃瓜的受害者 其实非要说陈平一人坑万国也不夸张 这里聚集了万国之战的大量选手 哪个选手莫被他拉来的敌人炮轰过 嗯 小一姐 话说我们真的不用管那卢兰老哥吗 陈平看了一眼身后正战的火热的卢兰 生硬的转移话提到 这位来自天兵门的狂战神卢兰 如今正哈哈大笑 豪气云天 浑身大金刚战放此眼夺目的光辉 竟是跟一大群玛雅战士干了起来 一边干喊一边说 妈的 逃什么 我们一起把这座堡垒干掉不香吗 我们高手那么多 还怕一个玛雅人的部落 据说玛雅部落里的战士 都有大量的神经 这是我们发财的机会 这等莽夫行为 居然还得到了不少天骄选手的负荷 居然还真的被他拉拢了一批反抗者 他们找机会干掉玛雅战士 然后趁机夺走玛雅战士的机甲 以及身上的神经 有道理啊 我们跑什么 最强大的酋长 已经被灯塔国的时代双胶牵制了 我们可以干掉他们 哼 一群有着兼硬假套的莽夫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杀 杀了他们 夺取科技文徒和神经 妈的 居然敢轰我们 他也配让我们如此窝囊逃跑 杀杀杀 一些天骄选手转逃为攻 主动跟那些玛雅战士 拼杀在一起 两股强大的势力 就这么对上了 一场猝不及防的大战 就这样爆发 如火星撞地球 造化神山猝不及防 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众天骄选手 都显露了他们超强的战力 有火元素宗师士 放出漫天烈火 犹如烈火焚天般 将大量无人机烧毁 有灵魂系宗师 穿越物质于无形 身体贯穿了一个又一个的玛雅战士 让玛雅战士坠落地面 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灵魂已经消灭 无声无息地陨落 还有阵法宗师手握阵盘 高机动性的战舰 在他面前悬空凝滞 被深蓝色的力量包裹肆虐 发出一道道火花 还有将神系觉醒者 如天将修罗 利爪比高能合金还要锋利 双手粗暴地将铠甲战士的铠甲 都给撕开 众多觉醒天骄 各显神通 一个个都是能以一当时 用近乎无敌的体魄 撞碎了数艘战机 浑身血气与金光盘绕 成为了反抗的主力领头 朝着空天堡垒进军 秦晓玉看着这一幕 有些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不用管那群疯子 这群部落的主力 一开始的目标应该是你 先确认好你的安危 不得不说 当这群顶尖选手 决定反抗的时候 所发挥的力量 真的阻挡了 黑石部落主力部队的继续推进 反倒是黑石部落的战士 在快速地陨落 突然间 天地被深蓝色的能量所取代 一道深蓝色的能量 洪流贯穿天与地 浩浩商商地倾泻 粉碎着周围的一切 让人心计的能量 在造化神山上爆开 化作蓝色的毁灭篮球 膨胀数万米 空天堡垒的主炮 再度发射了星河死光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响 蓝色的毁灭能量 毁灭了一切 整个造化神山 都被一发大炮抹平 这种进攻 是无差别的炮轰 都在这一发炮弹下灰飞烟灭 玛雅战团的力量 直接被消去三成 同时 三十多个恋战的参赛选手 被炸成了重伤 更有六位选手直接暴毙 就连陈平和秦晓玉 都被爆炸波及 轰飞了数百米 这才翻滚落地 卧槽 这群玛雅人是疯了吗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陈平震惊到 玛雅人一旦作战上头 便是不管不顾的 事态 好像变得更加严重了 秦晓玉的欲脸也极其凝重 他们发现 空天堡垒已经不计代价 展开封锁屏障 九重科技屏障 重重叠叠 直接笼罩天地数十里范围 封死了所有人的退路 这种封锁科技 耗费的能源极度可怕 不到生死存亡一战 根本不会施展 但如今空天堡垒就真的做了 不仅如此 空天堡垒的战士与战机 清朝出动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仅仅是粗略判断 数量都已经破千 有数以万计的狩猎型无人机 每一艘无人机 都装载了高能粒子炮 可以对觉醒者造成致命伤害 这是让人窒息的军团力量 为的就是趁大部分觉醒者受伤 打算将所有觉醒者一网打尽 啊 有觉醒者惨叫出声 他被一个身披地月级战甲的军团队长 用粒子光刀贯穿了身体 想要夺物等的神经和科技文徒 你也得有这个命来拿 军团队长的光刀一闪 那位觉醒者的身体便被劈成两半 队长冷笑一声 再度手握光刀冲向另外一人 身穿地月级战甲的军团队长 实力都很强 完全不弱于极限觉醒者 他们有十几个人 在战场上来回穿梭 给一众觉醒者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陈平突然一把搂住秦晓玉的先妖 身形犹如闪电神蟒 在天地尖腾膜 啊 陈平你 轰隆隆 身后 一道道紫星紫光坠落 湮灭一切 秦晓玉这才吓了一跳 若是他独自来抵挡这股恐怖的攻击 还真的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下来 他满是愕然地 看向身旁少年那坚毅的脸庞 好将大的感知力和躲避技巧 不知不觉 这个少年已经尝尝到可以保护他的程度了 陈平抱着身侧的温香暖浴 快速躲避一次次空天堡垒的致命攻击 秦晓玉都不得不惊叹 怪不得这个少年 能够拉着一整个部落的主力逃到这里 末点 逆一天的躲避技巧 早就被轰尘扎了呀 黑石部落的人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不少主力炮口都是对准了陈平 同时 还有一百多个铠甲战士 以及足足四个军团队长 追上了陈平等人 绝对不能放过 那个可恶的牲畜 杀 众多铠甲战士一拥而上 放我去战 秦晓玉看着诸多强敌来犯 胶躯扭动 陈平一愣 脸微微一红 当即放手 秦晓玉威远的预连满是肃然之色 体内爆发出了强大无比的真气 对着天空截取九彩之气 凝化成了密密麻麻的九彩神剑 大雨剑阵 顷刻间 剑刃如风暴 粉碎剑阵内的所有敌人 一个个铠甲战士 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被斩得铠甲崩碎 肉身暴血 上白铠甲战士 瞬间折损过半 好帅气的剑法 陈平双眸满是欣赏与向往 这是剑道与镇道的完美结合 也只有炼气戏的强者 才能玩得那么花里胡哨 使我一刀 军团队长手握一柄巨型圆跃粒子弯刀 斩碎漫天神剑 杀至秦晓玉的面前 下一刻 一个浑身流淌着金光的少年 就已惊出现在队长的面前 抬手一拳 天地正名 催枯拉朽的全径 崩碎了巨型粒子弯刀 一拳将那军团队长 轰飞了数千米 轮回磁爆 另外一个军团队长 从天而降 地月级高阶铠甲的威能催动到极致 踢表密密麻麻的电弧猛的膨胀 亿万道雷霆交织肆虐 如毁灭的闪电雷球扩张开来 这股恐怖的力量 足以将一个极限觉醒者埋葬 然而回应他攻击的只有一巴掌 陈平那平平无奇的一巴掌 这一巴掌 拍得前方的大气扭曲 拍得亿万雷霆崩灭 随后无形的掌镜 甚至将地月级的机甲都给打凹 军团队长如遭重创 吐血到尸而去 陈平缓缓收了一掌 就在进攻间 秦晓玉的大雨剑阵 又将十几个妄图接近的铠甲战士斩碎 陈平负责打精英怪 秦晓玉负责清小兵 两人的配合倒也算有默契 整个战斗过程 陈平都保持着神魂力量全开的状态 为的就是赶知战场上的一举一动 好判断战场的局势 但突然间 他就发现不对的地方了 他发现有一个极为隐秘的契机 从外界缓缓渗入了满是宝物的宝岛之内 陈平猛地将目光转向那个方向 然后就看见一个有着猫耳朵的少女 身形近乎透明 居然越过了宝岛的重重静置 进入到了宝岛的内部 欢快地采集着内部的天才地宝 喵喵圣女 陈平直呼好家伙 大家都在这里拼命地对抗外敌 结果就你一个人在那里偷偷捡漏 小玉姐 你快看那边 陈平指着喵喵圣女的方向 秦晓玉定睛一看 顿时经呼出声 他怎么就进去了 众人都忙着战斗呢 谁曾想居然有一个不讲武德的少女 居然偷嫁了 陈平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我跟他有过交手经历 他的体质似乎十分的特殊 能够无视很多阵法禁止的约束 秦晓玉美眸圆 世界上竟有如此卑劣之人 他这是想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枪使 然后夺走所有的宝物吗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如愿以偿 如此可恶之人 我要把他大协八块 这位师姐比陈平还急 当即就要冲向宝岛 师姐别急啊 你就这样冲过去 你能够进入宝岛吗 万一宝岛进不了 又引起了其他人注意怎么办 陈平劝说道 我还怕引起其他人注意 秦晓玉才说完 突然语气一读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陈平 看着眼前这个浓眉大眼的少年 等等 你的意思是说 陈平笑了起来 喵喵圣女去的 我们怎么就去不得 秦晓玉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了起来 眼眸都变得亮晕晕的 你是说 我们也有办法像喵喵圣女一样进去 好家伙 前一秒还万分痛恨喵喵圣女这种人 下一秒 他就想成为喵喵圣女这种人了 事实就是如此 若是老老实实的 等静止变弱再进去 那么就是面对一群人的竞争 若是能够像喵喵圣女那样 偷鸡摸狗一般进去 那么 他们的竞争对手 只有喵喵圣女该怎么选 傻子都知道 这个世界 就是如此的真实啊 有一个办法 陈平看着宝岛内的诸多宝物 亦是心中躁动 他先配合秦小玉 将追击他们的诸多敌人统统干掉 然后以强大无比的灵魂力量包裹两人 竭尽全力去收敛气息 带着秦小玉 就朝喵喵圣女 进入宝岛的那个方位冲去 喵喵圣女 具有极高的阵法造诣 他选中潜入的位置 肯定也是进至最为薄弱的地方 那么陈平只 需要摸着喵喵圣女的石头过河 当两人 冲至宝岛进至面前的时候 人谁都能感知到 那股浩瀚深邃 又极度危险的静止威能 陈平那极强的神魂 当即穿越了阵法静止 落在那个愉快踩着天才的宝的少女身上 声音如雷霆轰鸣 喵喵 带我进来 那宏大的声音 让愉悦的喵喵圣女 动作一僵 他有些机械地将目光转向宝岛之外 果然看见了那个 给他带来噩梦般回忆的男人 这个男人 正用目光冷冷地凝视着他 让他回想起了 被少年支配的恐怖 秦小玉也惊了 陈平说他有办法进去 感情他的办法 就是喊那个喵喵圣女 直接打开静止 带他进去 这操作就离谱啊 别人明明可以独吞 为什么要分给你啊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就在秦小玉心思急转的时候 喵喵圣女 艰难地挤出一抹笑容 嗨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他如今正施展神通 不仅能够最大限度收敛自身的气息 以及存在感 还能让身体出于半透明状态 就算有人关注宝岛 也会自动忽略他 看不见他才对 哼 少废话 给我开门 陈平用命令的口吻开口道 喵喵圣女 还有些犹豫 喵不是我不想帮你啊 我的这种特殊的能力 只对我自己管用 根本无法带你一起进去的呀 喵喵圣女一脸真诚地开口道 陈平却冷笑着开口 不开示吧 好 那我就告诉所有人 说你在宝岛里面 偷偷采集天才的宝 这不说还好 一说喵喵圣女 当即炸了 啊 别别 我带你进去就是了 喵喵圣女 再一次屈服于陈平的淫威之下 没有办法 若是真的让所有人注意到她的举动 那就不是她能拿多少天才的宝的问题了 而是她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的问题了 就这样 在秦晓玉震惊的目光下 喵喵圣女 一脸屈辱地来到了陈平的面前 伸出了柔软娇嫩的小手 小声道 你们 抓紧我 陈平和秦晓玉 抓紧喵喵圣女的守候 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虚化了一样 那是一种身体与整个世界进行了剥离的感觉 然后他们被喵喵圣女带着走进静置 静置仿佛就没有发现他们 完全无视了他们的进出 秦晓玉震惊了 她从未见过如此特殊的体质 就连陈平都是羡慕不已的 怪不得白玉京老催她 跟喵喵圣女搞好关系 这虚空圣体 有点东西啊 就这样 陈平和秦晓玉都顺利进入了宝岛之内 两人的目光顿时变得无比的明亮了起来 仿佛进入了什么新世界 喵喵圣女怂怂地开口 好 好了 现在你可以放了我吧 去吧 去吧 陈平乐呵呵地开口 下一刻 三人就开始了疯狂地采集模式 神经 拿走拿走拿走 天才地宝 采集采集采集 不少天才地宝都有恐怖的怪物镇守 但陈平 秦晓玉 喵喵圣女 三人发挥的最差的战力 都是A级巅峰啊 他们又怎么会怕 镇守在岛屿中的怪物呢 一时间 陈平反倒是成了收获最大的那个人 很快就收集到了十株天才地宝 以及超过一百枚神经 这种采集宝贝的快乐 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 陈平越走越深入 很快就来到了宝岛中心区域 那里有神物精雷元域 以及太乙刚 还有烙印着太古神文的巨型石碑 喂 你该不会是想要拿神物吧 那地方的静止 就连我的体质都破不开 你拿不到那两件神物的 喵喵圣女 发现陈平的举动 传音劝阻道 还不如像之前一样 把这里的天才的宝都拿走 那样也写转了 陈平呵呵一笑 你在叫我做事 喵喵圣女 好好好 反正你出事了 别求我 喵喵圣女生气道 双手插腰 想要看看 少年那鲁莽行为造成的后果 陈平大步朝神物的方向走去 不是他冒进 而是他隐隐有重直觉 笼罩在整个宝岛上的静止 快要消退了 到时候 所有天骄都会加入到竞争之中 变数汇集大地增加 他已经没有时间 慢慢采集天才的宝了 况且 笼罩在神物之中的静止 恐怖虽然恐怖 但陈平已经感知到了 那是神魂类的静止 陈平 你想要做什么 不要鲁莽啊 秦小玉发现少年的行迹 吓了一跳 不要担心 我自有分寸 陈平走到静止的面前 就在秦小玉想要看看 少年的分寸是什么的时候 少年居然一步 就踩入了静止的内部 秦小玉 天地漠然一暗 恐怖的静止 微压轻压而来 那是能够 缅碎一个人的神魂的魂力 然而下一刻 陈平的眉心绽放魂光 居然抵挡住了 极度恐怖的灵魂冲击 那让S级超限者 都会灵魂重创的力量 竟是无法撼动少年分毫 少年在两女震惊的目光下 硬抗着静止的灵魂冲击 一步步坚定地 走到石碑的面前 陈平是没有办法 破开微能恐怖的静止 但是并不代表 他不能硬抗静止的微能啊 最好的打破规则的方式 就是将规则踩在脚下 无视规则 这就是强大的好处 卧槽 这 天哪 他居然能硬抗静止的微能 这就是 他说的自有分寸 离谱来啊 喵喵圣女和秦晓玉都看傻了眼 陈平硬抗着静止的恐怖魂力冲击 镇定自若地 走到两大神物面前 一个神物交织住黑白交融的雷江 核心如玉般通透闪耀 释放着浩然雷威 一个神物表面成灰白之色 倒映着天地万物 日月星辰 蕴含无限智力 惊雷元玉和太义刚 陈平直接弯腰去剪 惊雷元玉 GET 太义刚 GET 陈平再度将目光投向眼前的石碑 他能够感受得到石碑中流淌着的深邃道运 屹立于神境百万年 传承之道 仍未语人说 陈平缓缓将双手按在石碑之上 轰隆 海量的真意灌入陈平的脑海之中 那是知识 那是道的感悟 那是文明的真谛 陈平在这一瞬间 几乎看现了一个文明的诞生与衰亡 整个石碑都有光滑冲天而起 震动环宇 这一幕惊动了战场上的所有人 无论是玛雅人 还是万国天骄 都将目光转向宝岛的中心 然后 他们都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在接受着传承 这一幕 他们的大脑都是空白的 卧槽 家没了 浩瀚的传承之光冲天而起 惊艳了整个战场 然后整个战场都炸了 卧槽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都被他给拿走了 该天杀的陈平 怎么能如此不要脸 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还有那个圣火喵喵娇的女人 还有那位西南神话 该死的 我们在这里出生入死 他们居然已经开始捡宝贝了 不能忍啊 众天焦顿石炸开 纷纷对着陈平破口大骂 正在被莫德球 常追着打的香克斯和米兰达 也都骂了 他们一开始 就想着如何干掉陈平 可如今 他们不仅被陈平坑得陷入生死危机 还要被陈平利用 帮陈平挡枪 然后陈平自己就跑过去 将他们等了很久的宝贝 都给取走了 陈平 香克斯勃然大怒 体内的光盘 膨胀上千米 气势都因为怒火 暴涨了一大截 他这辈子都没那么委屈 那么生气过 哦 那个该死的畜生还莫死 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我们损失了那么多精英 他却如此的逍遥 可恨 可恶 一定要在这里 干掉那个畜生 黑石部落的主力们 同样无比愤怒地瞪着陈平 陈平在这一刻 完美地拉到了所有人的仇恨 无论是万国选手 还是黑石部落的主力 全都特么怒气腾腾地看着他 喂喂喂 陈平 你 你这次搞得有点大了呀 秦小玉浑身是汗 急急紧张地看向少年 少年似乎进入了传承的状态 无法回答秦小玉的话语 秦小玉叹了一口气 他一直都听他的好闺蜜说 陈平实在是太皮了 叫他皮皮 真的是莫叫错 他一开始还不怎么相信 但是现在 他真的不得不信啊 正常人 谁特么能够拉仇恨 直接把全场的仇恨 都给拉过来了呀 黑石部落主力 万国天交选手 就算是带着他们 近来宝岛的喵喵圣女 如今都是一脸 痛快地看着陈平 一副大仇 即将得报的表情 秦小玉冷汗直流 他们这是与全世界未敌了 自从遇到陈平之后 本着他跟陈兴巧之间的关系 说什么 都得关照这位小师弟一番 一定要护陈平周全 但是谁特么能想到 这才相遇多久 陈平就给他搞了一个 要与全世界未敌的戏码 与全世界未敌 陈界真的做不到啊 秦小玉整个人都妈了 快速地思索住 到底有如何 才能解决眼前的困境 宝岛之外 空天堡垒对住陈平 就是一发紫星死光 宝岛之外 静置狂涌 浩浩荡荡的紫星死光 在虚空中分解 如落入了汪洋的石头 被吞噬得干干净净净 秦小玉微微松了一口气 万万没想到 宝岛静置 救了他们一命 空天堡垒 又朝陈平发射了几发紫星死光 统统被上鼓静置挡下 空天堡垒轻轻一震 主炮突然间就开始 积蓄恐怖的光滑了 众人都是一领 这是空天堡垒的最强杀器 星河死光 曾经一炮将造化 神山一味平地 如今一发大炮轰向宝岛 也不知道宝岛的静置 能不能撑得住 这下明明是敌对双方的 万国选手们 都感觉到有些痛快了 发射吧 快发射吧 赶紧一炮将那个人扎给轰死了吧 可是他们还莫来得极高兴 一众铠甲战士和战机 就开始继续杀向他们 说到底 空天堡垒和他们 根本就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黑石部落的强者们 一开始就是要将他们给团灭的 一个又一个的觉醒者战死 黑石部落的战士们 嘻嘻哈哈地将那些遗体搬回去 用特殊的器皿保存 还在讨论今晚的盛宴 是烧烤好 清蒸好 还是人生好 香克斯和米兰达也在震怒中回过神 吃力地抵挡着莫德求偿的狂暴攻势 他们本来想着一边站一边逃的 但是看见宝岛中的宝贝 居然荡着他们的面被其他人夺走 又十分心有不甘 想着继续战斗下去 看看事情会不会有转机 轰隆隆 突然间 宝岛中的静置出现异动 静置自己开始变得衰弱了起来 仿佛就要打开了一半 众人都是精神一阵 他们一直等待的 强行进入宝岛的机会终于来了 今天炮响 深蓝色的能量 犹如星河坠落人间 世界都被一片深蓝的能量光芒所取代 紧接着就是毁天灭地的能量 在宝岛上空炸链 无数强者都被这一股突如其来的爆炸给先飞 星河死光 恐怖的能量冲击瞬间撞碎了一重重劲之壁垒 落入宝岛之中 千军一发之际 秦小玉银牙一咬 曼妙的身姿闪至陈平的面前 大雨剑阵瞬间开启 上万柄彩色神剑交织重叠 形成剑气长城 轰隆隆 下一刻 整座宝岛都被毁灭的能量光淹没 坚硬又广袤的岛屿 在这一发炮轰中 群山湮灭 大地崩裂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整座巨型岛屿挤玉在这一炮下肢解 一众觉醒天骄 都感觉到呼吸急促 陈平就算在如何强大 应接这一发主炮 也要扛不住了吧 然而 当能量散去 巨大的凹坑中 众人看见了破碎的大雨剑阵 残破的神力飞剑 洒落一地 秦小玉浑身是血 衣衫破碎 娇弱的身躯 坚定地挡在少年的面前 但气息已经非常的萎靡 身后的少年 仍接受着石碑的传承 竟是完全不被打扰 他居然将星和死光给挡下来了 好强 好机会 现在静止被迫 现在正是我们夺宝屋的时候 众天骄震惊之余 突然就对着岛屿 一拥而上 就在莫德威威愣神的时候 香克斯和米兰达对视了一眼 都是毫不犹豫的 燃烧星药机甲的核心 换取极高的速度 冲向陈平的方向 如今的陈平 正在接受传承 是破绽最大的时候 而且 护道者已经历劫 正是顺杀陈平的最好时机 陈平 把传承还回来 休要卑劣地偷去我们的传承 香克斯义正言辞地开口 以极快速度冲至陈平的面前 手臂喷出最为强大的光辉 凝聚成可斩万物的天王剑 就要朝陈平的方向横扫而来 你敢 秦晓玉怒斥 他正欲出手 但身体立即被一股 极致寒冷的力量镇压 米兰达脚踏冰花而来 机甲战力全开 施展出极寒领域 那极致的冰冷 让天地飞雪 让虚空都凝固 直接将秦晓玉封锁在原地 香克斯眼眸深处凶光闪过 冷笑着用天王剑 斩向陈平的头颅 天王剑拥有超高能的粒子切割技术 就算是大金刚进觉醒者 都能以最为强势的姿态 将其肉身切割开来 就在天王剑斩至少年身前的时候 少年的身子猛的一颤 似乎从某种玄妙状态中回过神 明明背对着天王剑没有转身 手便以闪电般的速度伸向脖梗 握住了那威势浩大的天王剑 剑气爆裂 光滑四剑 少年的手传来金刚之躯 不堪重负的斯明 他的手掌顿时满是鲜血 顺着天王剑刃流淌 可香克斯的表情 却变得难以理解起来 怎么可能 居然徒手接下了 他施展的天王剑 可是能斩S级怪物的 在他心目中 可是要连陈平的手掌 连同脖子一起斩落 怎么如今 居然连对方的手掌都无法斩下 少年握着天王剑转身 目光落在在香克斯的身上 卡卡卡 天王剑在少年的五指间 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 裂纹不停往外爬 然后瞬间爆碎 你想杀我 天王剑蹬碎的时候 陈平盯着香克斯 缓缓开口 这一刻 香克斯感觉 自己仿佛被一头猛兽盯住 浑身都有些发凉 怎么回事 明明他的实力 应该压制陈平才对 为何陈平盯着他 会让他感觉到无尽的危机感 金色的江叶 在少年的身上蔓延 沸腾 数万台发动机一起发动的时候 众人仿佛听到了 世界心跳的声音 当香克斯回过神的时候 眼前少年的气息 已经变得匪夷所思般的强大 拳头如炮弹般击出 一尊武神的虚影 似乎在后方显化 击出那惊天动地的一拳 蚂蚁 武神炮 一瞬间 有烈日绽放无量光辉 地面顺西粉碎烟面 恐怖的拳镜落在香克斯的胸口 重重高科技防护屏障 都被那一拳贯穿击碎 当拳头击中天王机甲的时候 机甲都传来了金属的震动和丝鸣 有力量穿透了机甲防御 直贯香克斯的肉身 适日闪耀 血肉离散 香克斯瞪大双瞳 一大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如炮弹般倒射 狼狈地滚落地面上 五脏六腑传来撕裂剧痛 脸上有着茫然之色 怎么回事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真的是陈平 香克斯感觉 自己面对的 不是大金刚进觉醒者 更像是一尊吉阳镜的怪物 刚刚他是被吉阳镜的怪物 抱垂了一拳 垂得香克斯开始怀疑人生 陈平看见了浑身是血的秦晓玉 心头的怒火成燎原之势在暴涨 一股前所未有的沙士 在扩散弥漫 让场上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一股发自内心的良意 气力的流转 都因此而变得缓慢了起来 晓玉姐 陈平朝秦晓玉走去 我没事 不用担心我 秦晓玉正被米兰达的极寒力量镇压 浑身亲子惨白 那苍白的玉脸上 努力地挤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似乎想要让陈平不那么担心 一股金色的光柱直灌云霄 大金刚进那至阳至刚的气息 如怒龙般直冲九天 陈平突然就冲向高空的米兰达 米兰达脸色骤变 双手猛地核实 地面有一道道强大的锁神冰柱 拔地而起 试图将那狂暴的少年冰封 然而陈平于瞬间施展闪电神蟒步伐 如雷四蟒 在地面扭曲出一道极快的 极难捕捉的运动弧度 躲过了一道道锁神冰柱的攻击 双脚猛踏地面 如金鹏腾空而起 直射米兰达的面门 米兰达脸色骤变 双臂交错 冥王机甲交织出树 十重冰寒 能量屏障 同时有极寒的力量 从体内狂暴而出 以极为粗暴的姿态 撞碎了数十重冰寒能量屏障 谁给你的脸 让我小玉解拓凉 陈平已经戴上雄霸拳套 无情的武神炮轻压而出 米兰达还想逃 但是这一拳却如影随形 仿佛知道他要往哪里逃一样 拳头正面击中了米兰达的脸 巅峰灵气于顶尖机甲的碰撞 如两个神兵交织震荡 在虚空炸裂出一道夸张的环状冲击波 瞬间粉碎了数千米的大地 米兰达感觉自己的脑袋 都被被陈平打爆 整个人都被一股恐怖的力量裹挟 催枯拉朽地倒射而去 鲜血从他的嘴角渗出 他丝毫不怀疑 要是没有新药级的机甲护体 他的脑袋会被少年一拳 干脆利流地打爆 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 灯塔国的两位时代天骄 如今都是猛的 相对于他们 其余旁观者的震撼更加激烈 他们本以为 陈平会在两位灯塔国时代天骄的强力镇压下 惨败身孕 就算再将也会落得个狼狈逃窜的下场 然而 结果却大大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那个少年居然能够爆发出匪夷所思的恐怖力量 就像一拳一个小朋友那般 将灯塔国的两大顶尖妖孽 直接干碎 陈平脚踏白虎步 气势如虎 再度杀向米兰达 冥王重烈 米兰达突然从身上 抛出了一枚黑球 黑球爆开 在天穷凝聚出一个庞大无比的漆黑阵图 轰隆崩 恐怖的重力威压 如海啸般朝下方垂落 陈平的身形猛地被镇压 好似上空有座万丈神月轻压着身体 四周的岛屿地面疯狂坍塌凹陷 他的身体猛地一沉 骨骼嘎吱作响 这个时候 后方也有白光冲销 香克斯已经气势汹汹地站起来 米兰达 我们不能留守了 香克斯大声高喊 米兰达沉默地点头 这个时候 灯塔国的两位最骄傲最耀眼的天骄 已经明白 为何大长老马丁塔会 如此急切地想要除掉陈平 也明白 他们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 太妖孽了 太怪物了 明明只是A级出阶 却拥有着S级怪物般的力量 这样的怪物 完全击碎了灯塔国时代双交的骄傲 让他们颤抖 让他们愤怒 让他们极度憎恨地发狂 不能留 这样的怪物 绝对不能让它继续存留在这个世界上 来不及犹豫了 截天王冥王诸神举阵 香克斯怒吼道 米兰达脸色微变 但很快又变为坚定 天王冥王诸神举阵 是他们两人 诛杀那头九星 极尽区怪物所用的超级杀招 拥有毁天灭地的诛杀神威 可杀S级超限者 缺点是 会一次性 透支他们所有的力量与能源 他们会进入一段十分危险的虚弱期 本来想着是遇到不能解决的敌人 再用这一招的 就算是面对莫德求偿 他们都忍住了不用 但是 如今面对陈平 他们决定用 杀陈平不仅是他们的任务 而且陈平的身上 还拥有大量的宝物神物 以及极其逆天的机缘 对他们来说 具有极大的诱惑 一击必杀陈平之后 他们就带着陈平的遗产 不顾代价的远盾 那么 血赚的还是他们 米兰达体内的所有力量 开始配合冥王机甲催动 有漆黑如墨的能量 以他为中心 快速扩张蔓延十几里 让大片的岛屿 都化作了漆黑如墨水的地面 极致的寒冷 顿时让无数人 本能的颤抖与星际 仿佛随时随的 都会被地面的黑暗 所吞噬殆尽 纯白的光柱直观天穷 如雪白的钢丝般交错穿梭 在天穷交织成一道道 高能恐怖的天王战王 组成了强大逆天的举阵 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 举阵的锋芒之锐 仿佛连空间都能切割 这一瞬间 陈平感受到了 无穷无尽的杀鸡 布满了天地 好像他但凡有个动作 恐怖的杀鸡 就会将他绞杀成碎片 以地为末 以天为杀 天王冥王诸神举阵 成 密密麻麻的举阵锋芒 交织天穷 缓缓压下 漆黑深邃的明土 释放无穷重压 一条条漆黑的手臂 拉扯着陈平的双脚 手掌中仿佛有着亿万小口 在疯狂啃食着他的力量 天王冥王诸神举阵 开始是放他的神威 陈平单全景卧 对着上空的举阵 就是一发武神炮 仿佛有一枚小太阳 在明土中升腾而起 磅礴的全境 带着粉碎一切的威能 击中了举阵上空 结果举阵剧烈震荡 那密密麻麻的白色锋芒 竟是将全境切割成了数百段 最后在高空 被碾碎成了能量乱流 香克斯双手抱胸 如天人般立在天穷之巅 漫天之光都没有他耀眼 别白费力气了 天王冥王诸神举阵一成 就算你是S级超限者 也得身孕于此 没有任何例外 说着 恐怖的举阵杀鸡 继续快速碾落 莫德求长坡未赞叹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没想到那两个小东西 居然还藏着这么一手 就算是他 面对眼前的诸神举阵 也会感觉无比的棘手 天王战甲 冥王战甲 本来就能够互相呼应 交融力量 而光明之子香克斯的光明体 冰兰魔女米兰达的九阴体 不仅完美契合天王战甲 以及冥王战甲 他们双方亦是能够体质相容搭配 实现十一大于二的结果 这样一来 双方配合使出的力量 就是二十二大于四的效果 这种方式施展的大杀招 完全是超越极限的杀招 可杀S超限者 莫德求长很乐意 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 打吧 狗咬狗打起来吧 等到那两人施展 最终底运杀了那小畜生 他就可以抓住机会 一举将那两个畜生拿下 坐收于翁之力 被困在矩阵内部的少年 下半身已经被浓郁厚重的 民土鬼手包裹 上空 可以撕裂一切的矩阵锋芒 已经近在眼前 陈平发现他连马仪 武神炮都已经完全失效了 无穷无尽的杀机 笼罩了他的身体 让他意识到如今的处境 已经万分危急 秦小玉在外围拼命施展术法 想要破开 但都无济于事 就连狂战士卢卵也来了 明明是大金刚径巅峰的他 撞向天王冥王诸神举阵 结果却把自己 撞得鲜血淋漓 大金刚径巅峰的肉身强度 面对这样的杀阵 都会被轻易地撕开 深处杀阵中心的陈平 又将面临何等恐怖的杀机 死 香克斯如天然奥利高空 抬手掌握生死 密密麻麻的天王举阵杀光 带着可杀神明的气势 从天空碾下 就在被光芒笼罩一切的时候 众人不知道的是 陈平突然从掏出了一个木盒 木盒打开的瞬间 缥缈的契机 让众人心头一记 所有的金属 兵器 武器 都在这一瞬间 有了轻微的扭曲 甚至出现了不可一止的颤鸣 仿佛在攻迎着他们的王者 木盒已经打开 内部有九柄仙刀 流淌着湛蓝的仙光 陈平看着那静在迟迟的沙网 突然有一柄仙刀冲天而起 于电光火时间劈开了万物 好像掠过空间的无痕剑气 一根根坚韧万分的沙网 在他的锋芒面前 犹如豆腐般被展开 轰隆 沙网坠落 地面瞬间四分五裂 整座浮空的岛屿 剧烈震动 地面裂出无数的深渊 然而有一少年 却屹立于无尽裂纹的中央 毫发无伤 什么情况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 众人都是大惊 香克斯更是瞳孔剧烈收缩 凝视着少年身侧那柄 如巴掌般细小修长的飞刀 那 那是什么 他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震撼与迷茫 他从飞刀之上 感受到了 某种难以揣测的大恐怖 陈平踏空而行 飞刀如影相随 不 不可能的 这柄刀 一定是某种超强的劲气 只能使用一次 我只要再度镇压 香克斯如天神怒吼 气势万分恐怖 但如此恐怖的气势 却无法掩饰 他对于陈平的恐惧 他倾尽所有的力量 再度于天穷购注无上沙网 沙 沙网坠落 陈平手指对着香克斯轻轻一指 湛蓝色的仙刀 在虚空拉出一道漆黑的仙痕 好似劈开了整个空间 然后在香克斯亲眼目睹的情况下 轻而易举地劈开了他的天王沙网 我有一刀 可斩神 珠魔 杀天人 仙刀劈在了香克斯的胸口 新药级的机甲 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斯明 然后在香克斯惊恐的目光下 那流淌着飘渺气息的刀刃 撕开了铠甲的表面 一路贯窗而入 噗 鲜血飞机而出 在高空爆开血雾 仙刀竟是一击透体 怎么可能 那可是星药级机甲 莫德求长 眼睛瞪大象同龄 他是玛雅人 更知道星药级机甲的防御能力 到底属于什么层次 就算是硬抗空天堡垒的主炮星和死光 都不可能损坏 如今居然被一柄飞刀展开了 香克斯脸上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眼前所发生的都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与想象 他根本不明白自己盯上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能够破开心药机甲的飞刀 这怎么可能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如此锋利的飞刀 香克斯捂着胸口 看着那在虚空中不停掠动的飞刀 心里已经有了想要逃跑的念头 可更加恐怖的事情 发生了 为什么不能有这么锋利的飞刀 陈平淡淡一笑 这样的飞刀 我还不仅有一把 说完 幕盒之内 仙光照破名土 另外八柄飞刀腾空而起 足足九柄飞刀悬浮高空 锋利的刀器让刀未动 天穷就已经被劈开一道道刺目的裂痕 仙气 九香仙刀 湛蓝的仙光充斥天地 刮得所有人脸颊生疼 明镇星空的九香仙刀 重现世间 香克斯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这么恐怖的飞刀 不止一把 居然有九把 香克斯毫不犹豫伸展光益 燃烧核心 朝远处逃顿而去 陈平凌空踏步 香随在空间画出九道惊艳万物的仙光 我有仙刀九柄 今日便以仙刀杀天人 天地充斥着漫天刀器 森林结断 群山倾倒 天地万物 皆被一道横斩 众人只见九柄仙刀 闪过那逃顿的香克斯 肩不可摧的天王铠甲 便如星光碎片般在高空分解 伴随着漫天血肉如花朵散开 天王陨落 九香仙刀出场经厌众生 一招就斩了极度降大的天王香克斯 天王冥王诸神举阵 就此被迫 所有人的表情都有几分呆滞 似乎无法接受 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转变 香克斯 米兰达惊怒高喊 他第一时间居然没有逃 而是愤怒地扑向陈平 趁着九香仙刀还在远处 他体内所有力量燃烧 凝聚了一柄射人心魄的冥王战矛 刺向立在高空的少年 很精彩的决断 陈平看向豁出去一切的米兰达 面露欣赏 如今状态的他 的却是防守最为薄弱的时刻 逃走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还不如抓住最关键的机会 拼死一搏 但是 你还是太低估九香仙刀的威力了 仙刀画像 昆仑坠 远处 九柄仙刀突然结成战阵 浩浩荡荡的仙韵画作蓝色仙灰 眼花万象 居然在米兰达的上空 形成了一座浩大无比的仙山 米兰达还未刺出那关键的一毛 就被仙山镇压 坠落地面 九香仙刀的真谛是什么 不是刀 而是九香 万象中的九中不同的像 才是九香仙刀的精髓 陈平将所有附神玉叶 滴落在九香仙刀之上 让他成功二度觉醒 诞生了神性 觉醒了的心力量 即仙刀画像 昆仑仙山 裹挟浩荡深邃的仙力 镇压而落 压得冥王战甲的防御重重崩碎 压得冥王战毛折断 啊 米兰达不甘地怒吼着 九柄仙刀已经折返 如九道蓝色电弧瞬息而至 斩在了米兰达的致命部位 顿时冥王战甲崩碎 一团血雾爆开 米兰达满脸的绝望与悔恨 身子缓缓倒落地面 只有烟红的鲜血 在地面蔓延 如昙花怒放 灯塔国的时代双胶 就此陨落 他们从接任务开始 一直到深陨都没有料到 自己最终的结局会是这个样子 不仅没有坑杀陈平成功 还被陈平以干脆利落的手段 直接斩杀 万国天骄选手也都看傻了眼 灯塔国时代双胶 绝对是万国之战最为耀眼的那几个人 也是灯塔国最看重的天骄选手 而他们的实力也得却是名不虚传 可厉害超限者 还掌握着镇杀超限者的顶级杀招 然而 但他们的陨落是如此的突然 种种逆天的手段 在陈平的飞刀面前 是如此的孱弱 如此的无力 这就是昆仑学宫史上最将的新人王 何止是最将新人王啊 这简直就是不符合常理的怪物 的确 是比S级超限者更怪物的怪物 S级超限者就有怪物之衬了 而操控九柄飞刀的少年 明显有杀死怪物的力量 这可不就是怪物中的怪物吗 一时间 万国选手看着陈平的目光都有了变化了 那是一种 对于不符合常理的怪物的敬畏 陈平走向秦晓玉 一把将伤痕累累的女子搂在怀里 对不起啊 小玉姐 让你受苦了 秦晓玉还出于震惊中 双眸有些呆萌的眨了眨 这才使劲的摇头 没有了 保护你是应该的 毕竟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也不好跟小猩猩交代 陈平笑了起来 好 接下来 就让我保护你吧 他硬塞给秦晓玉 几枚高阶生命单 自己更是塞了一大口的龙血丹 然后一步步走向敌人 九柄仙刀如影随形 释放着射人心魄的蓝色锋芒 这家伙 真的是金刚系觉醒者 同位金刚系觉醒者的狂战神卢鸾 又羡慕又嫉妒 怎么可以这么帅啊 别人又是放雷 又是放火 又是玩飞刀的 他怎么只会粗鄙的肉搏啊 若是放在以前 卢鸾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毕竟金刚系觉醒者战法 防御 力量 都傲觉九系 妥妥的属于战士的骄傲 战斗起来 也特别有阳刚之美 但如今 陈平这个金刚系觉醒者 属实耀眼的 让人有些自残行贿了 明明是粗鄙的金刚系觉醒者 却掌握着种种帅气 又耀眼的手段 献杀他们这些金刚系 陈平的九香仙刀的刀锋 已经对准了莫德求长 这个全场最具威胁的敌人 你也想要尝尝我的飞刀吗 陈平沉声开口 莫德求长眼眸微微凝缩 气势鼓荡 确实是没有出手 下一刻 空天堡垒突然对着陈平 射出一发星河死光 深蓝色的能量洪流 犹如天河贯穿天穷 带着极度毁灭的力量 落在宝岛之上 好家伙 原来之前不说话 就是等着这一发 陈平单脚猛踏地面 九柄仙刀于千军一发之际 化为三角形排列 凝化第二箱天嵌壁垒 挡在他和秦小玉之间 轰隆隆 毁灭的能量碰撞在天嵌壁垒上 开始狂暴地朝四周肆虐 粉碎毁灭着所接触的一切 整座岛屿 激起了极度夸张的冲击波 最后被星河死光贯穿 本就列文遍布的宝岛 终于承受不住那恐怖的冲击 轰隆隆 地面分崩离析 山川倾倒 河流断绝 悬浮在天空的宝岛 开始四分五裂 化作无数碎片坠落 宝岛炸了 恐怖的能量肆虐膨胀 陈平施展天嵌壁垒 挡下了星河死光的冲击 九柄仙刀的气势跌落 光芒暗淡 天嵌壁垒消散 就是这个剑格 突然有漆黑的巨斧 劈开所有的能量与防御 锋利的韧芒 迎面朝陈平的头颅披落 杀气浓郁到仿佛要撑破整个空间 莫德球长沙之面前 那眼神中蕴含的贪婪与疯狂 取代了所有的理智 对于陈平种种机缘武器的锤衔 已然超过了他对于陈平的忌惮 并且选择了最佳的实际攻杀 庞大的S级超限者气势 铺天盖地而来 来不及回房了 陈平抬起手臂 挡在身前 漆黑的巨斧 化作滔天一击 劈在他的手臂上 气势磅礴的漆黑巨斧 撕裂出一道大大的血口 血肉分离间 斩断了他的手睛 劈裂了他的臂骨 差点要将他的整条手臂都给斩断 九香仙刀也在这一瞬间 化作夺命的刀芒 斩向莫德 莫德的机甲核心在燃烧 速度力量都在暴涨 竟是以巨斧硬汉飞刀的锋芒 连续怒斩了好几下 僵树没飞刀都给震飞 你的飞刀变弱了 莫德球长笑容森然 仿佛发现猎物缠弱了的凶兽 开始露出他的嗜血獠牙 杀气暴涨 手握漆黑巨斧 疯狂朝陈平披落 他知道他赌对了 操控如此恐怖的武器 必然消耗极大 如今的陈平 已经是潜驴技穷 又是一副 劈中了陈平的腰侧 撕裂出一道大血口 少年被巨斧的力量集中 身子站立不稳 朝侧面倒射 莫德球长大步追上前 以强悍的机甲防御 撞飞了几枚飞刀的阶段 手中的巨斧呼啸而出 正要给那个少年最后一击 然而少年的双瞳 却在下一刻 闪耀出了前所未有的魂光 那是将所有的魂力 压榨在同一瞬间释放 击眉被弹飞的仙刀 在高空猛的一颤 掉转了锋芒 沙那间 刀气漫天 击到飘渺的刀光 以及其刁钻的轨迹 击中了他的手腕 脚腕 光辉四剑 铠甲崩碎 扑扑破 刺到鲜血暴食而出 莫德求长手金脚精 同时被斩断 他心头大害 四肢脱力 身子不由自主地滚落地面 第五刀飞刀 已经在这一刻 刺向他的眉心 好似仙人的绝杀一击 撕裂了机甲的重重防御 那极致的锋刃无误不破 撕裂星药金属 刺入他的头颅 陈平是没有多少余力了 也得确钱驴即穷了 但是莫德求常没有想到的是 当陈平急线压榨 他自己的灵魂的时候 还能进行一次爆炸性的反击 湛蓝色的仙刀 带起一大片烟红的血液 黑石部落的最强首领 脑门炸开了刺眼的血光 耀眼夺目 莫德求长眼前的世界 成为了一片血色 他突然意识到 他竟是被眼前这个少年的飞刀 给贯穿了头颅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陈平的却是历劫了 他的飞刀 也得确没有此前那般威能巨大了 莫德求常的判断没错 但是他忽略了陈平在战斗结束的时候 默默磕下的 那一大口高接龙血淡 他不知道 陈平平借助己身那逆天的消化能力 可以极快地填补体内能量空虚 他更不知道 陈平自始至终 都想着靠自己的虚弱 让他放松警惕 然后清静一切 发出绝杀一击 在他将少年视为猎物的时候 少年也早就将他视为猎物了 追了老子八百里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吧 陈平走到莫德求常的面前 身上九刀环绕 啊 莫德求常声音嘶哑 发不出任何声音 噗通 他的身形无力地倒下 生命契机断绝 玛雅族的一代强者 就此陨落 陈平熟练地将莫德求常的遗产 统统收起 要是换作此前 有空天堡垒 有诸多高阶铠甲战士 以及战机 就算他有九相仙刀 他也不敢对莫德求常发起战斗 但现在不一样了 其余力量都被万国天骄 选手们拖住 他可以专心去杀莫德求常 在可以一挑一的情况下 真以为 他还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小兽了 莫德求常的陨落 再次在战场上掀起了轰动 众万国选手都面露骇然 从未想过那个少年 居然连S级超限者都能杀 本以为登塔国 拿万国大笔魁手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现在看来 下国队伍中出了这么一个怪物 一切又都完全说不准了呀 怪不得下国的成员们 都对陈平颇为恭敬 原来竟如此妖念 至于黑石部落 则所有人都炸了 酋长大人 不 居然敢杀我们的酋长大人 我们要将他碎尸万段 糖醋爆炒 杀 莫德求常的陨落 让整个黑石部落的主力部队 都疯狂了 大量铠甲战士以及战机 都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目标 朝陈平的方向狂冲而来 是必要将这个大敌率先轰死 陈平看着那漫天而来的炮火 紧咬着牙关 九柄仙刀嗡嗡颤鸣 就在这时 清悦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大雨见阵 沙纳间 有无数柄彩色神剑列阵盘绕 轰隆隆 无穷无尽的炮火 被格挡在剑阵之外 陈平看见一道曼妙的身姿 挡在他的面前 面对着外界的狂轰烂炸 小玉姐 别担心我 好好恢复状态 我们一起逃出去 秦小玉恢复了一些状态 苍白的脸色多了几分血色 清亮动人的眼眸 倒映着前方的剑光 与炮火爆炸的光芒 坚定地开口道 这个时候 有好几个强大的军船队长 冲入了剑阵 泰山崩 一道金光与血光缠绕的身躯 如山岳般 撞向一个个队长 将强大的队长撞飞 认真看那道身影 赫然是天兵门的狂战神卢鸾 卢鸾就如同战场上 所向披靡的战神 无论冲到哪里 哪里都会想起敌人的惨嚎 就连高科技的战机 都扛不住他的泰山一撞 陈平看着守护在身旁的两个队友 心里莫名地感觉到 安全感与踏实 他的脑袋 开始传来撕裂般的痛感 以及浑身虚弱的感觉 神魂的消耗 已经达到极限了 九香仙刀归位 陈平顺便又塞了一大口的御魂丹 修补神魂 这才撑住 没有直接晕倒 前方 密集的炮火 仍对着他狂轰而来 秦小玉已经有些支撑不住 一柄柄的神剑被炸碎 空天堡垒 更是在积蓄可怕的能量 将一管管的炮口 对准了他们 强大的压迫感扑面来 就算是没有了莫德求偿 黑石部落的主力 仍十分可怕 但下一刻 空天堡垒的内部 突然出现了大爆炸 高温的火球 伴随着狂暴的能量 在内部肆虐 撕裂了厚重的金属护壁 空天堡垒 一阵剧烈摇晃 就连击蓄能量的炮火都熄灭了 众人都是一惊 忍不住将目光投向空天堡垒 轰轰轰 又是一发连环爆炸 空天堡垒冒出一团又一团的爆炸火焰 大量玛雅战士在爆炸中灰飞烟灭 有圣光不停从天穷坠落堡垒 碾碎一个个强大的战士 好纯粹的圣光之力 这是盟国的圣子亚当 不会错的 圣光大殿的圣子出手了 万国天骄都是面露金色 就连陈平都颇为诧异 看着那一道道从天穷坠落的圣光 最后在空天堡垒内部炸开 任谁知道 内部正爆发着极为激烈的战斗 他想到了初见那位有着一头金发 眼睛蔚蓝向大海的少年 这么白白净净 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少年 下手居然如此果决狠辣 果然 四大超级觉醒大国的顶级天骄 没有一个是擅长 该死 空天堡垒被入侵了 快 快回房 杀死入侵者 在外作战的玛雅战士都惊了 急忙回房 他们没想到自己在外杀敌 结果老家居然被偷了 妈的 这些外界的牲畜是属狗的吗 怎么一个两个都那么会偷家 有军团队长破口大骂 极为震怒 先是偷宝岛的宝物 现在好了 开始偷空天堡垒了 他正快速飞回空天堡垒 想要支援 下一刻 空天堡垒其中一个黑油油的炮口 突然对准了他 军团队长 紫星死光喷射而出 瞬间笼罩了军团队长的身体 地月级机甲 直接开始发热融化 然后就是军团队长 那不甘又凄厉的惨叫 堂堂军团队长 居然被猝不及防的一炮给轰没了 轰轰轰 空天堡垒 开始持续开炮了 玛雅战士们惊骇地发现 空天堡垒 居然是朝他们开炮的 密密麻麻的炮口 同时喷吐出毁灭的能量射线 一道道毁灭的死光罐穿天穷 击碎了一个又一个的玛雅战士 轰爆了一艘又一艘的战机 同时笼罩在外界的屏障 封锁在瞬间消散如烟 反倒是空天堡垒的表面 释放出了强力的电磁高能屏障 但凡是想要冲入空天堡垒回房的玛雅战士 统统被电磁高能屏障给轰成了焦炭 众人看着那冒着圣光的空天堡垒 心中都不由地生出了一个想法 空天堡垒 已经被亚当圣子给劫持了 一道道紫星死光喷尸而出 伴随着玛雅战士悲愤不甘地惨叫 最强大的堡垒武器被挟持 释放出可怕的能量 让还占据着优势的黑石部落 顿时陷入了绝境之中 陈平的防御压力顿时小了很多 这些战士也不叫让这给酋长报仇了 家都没了 给酋长报仇又有什么用 他们都掉转了矛头 想要夺回空天堡垒 空天堡垒爆发出一圈圈的推进阵图 进入加速状态 竟是准备逃走了 快 追上空天堡垒 不要让他们逃走了 可恶 要是莫德酋长在这里 又启容他们放肆 快 发消息给王城 绝对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畏所欲畏 众玛雅战士都抛开了眼下的敌人 冲向空天堡垒 一时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 一路站至天边 原战场上 破碎的岛屿 毁灭的神山 满地的炮坑 以及尸体 众万国天骄选手 都是气喘吁吁 气息萎靡 有的原地打坐疗伤 有的 则即忙逃顿至远处 生怕被身边的人捕刀 这一场激烈的战斗 让聚集在此地的天骄门 陨落了将近一半 50多位天骄 仅仅有20多位存活 当然 存活的天骄们 收获都很大 有的得到了神经 有的得到了天才地宝 有的得到了珍贵的高阶科技文图 以及强大的铠甲套装 陈平 秦小玉 以及卢卵打坐疗伤的区域 空出了一大片 众人看见他们的眼神中 都带着几分敬畏 毫无疑问的 陈平靠他的飞刀 已经打出了赫赫威名 纵使 他得到了神物 得到了诸多强者的遗产 甚至还有莫德求偿的底蕴 已经是 全场最大的赢家了 但没有人胆敢对陈平的宝贝 滋生贪念 安装最新版 好了 状态恢复了一些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 陈平站起身 有些焦急地开口道 他深知玛雅人的追杀技术 有多高超 多在原地耽误几分 危险就多上几分 好嘞 备场 狂战神卢卵站起身 十分爽快地开口 他适应自己的身份 适应得很快 一开始 还有跟昆仑学宫的 金刚系强者 心生比较之心 但看见陈平那 离谱的战力之后 这种心情瞬间没有了 既然昆仑学宫的 一些封号弟子 都认陈平为队长 那么他也认 这是对小平飞刀的尊重 秦小玉 亦是眉目含笑地站起身 这一场 战斗太凶险了 多亏了你 这是哪里的话 若是没有你们守护 我至今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啊 陈平摇摇头 满脸的谦虚 因为这种谦虚 如鸾对于这个队长的 认可度更高了 优雅 实在是太优雅了 不仅战斗优雅 就连与人相处 都是如此的优雅 让人如沐春风 三人商议了一下 便腾空而起 朝远处飞对而去 玛雅神境内危机四伏 留在战场原地 是最不好的选择 三人一路走走停停 一边移动位置 一边恢复自己的力量 偶尔发现了有宝贝的地方 还来一波刷怪夺宝 三人都是顶尖的觉醒强者 遇到的神经危险 基本都不算危险 可以说是一路平推过去的 得到的宝贝也算不少 就这样 十天的万国之战 来到了第四天 他们终于将自己的状态 恢复得完好 三人这时候 才能够闲下心来 挖了一个山洞 布下隐蔽气息的阵法 然后好好地盘点 宝岛一战的收获 陈平的收获是最大的 不仅得到了玛雅的传承 还得到了两件神物 除此之外 灯塔国时代双交的宝贝 莫德求偿的宝贝 也尽收囊中 陈平发现 自己的神经数量 已经破千了 而且 是足足有两千枚的神经 这等数量 已经超越了一般觉醒大国 整个队伍神经数量的总和 接下来这段时间 就算他什么也不干 他的收获 可能也将碾压全场 哦 不对 可能一些有大纪元的S级超限者 会比他多 这也得看情况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就算是多 肯定也不会多出太多 队长你是真的斜赚啊 现在回想了一下 感觉所有人都在替你打工呢 这是何等的老谋深算 何等的挚勇双全 卢鸾一脸羡慕地感慨道 不会说话 就少说点 秦小玉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有些不甘道 虽然师弟 你是最大的赢家 但是那位亚当 也是相当的贼 居然把空天堡垒都给偷到了 他又何尝不是 利用了我们所有人的力量 达成了他的目的 陈平回想起了 那个眼神清澈 面容白净精致的少年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果然 在这个世界 一定不能以貌取人 秦小玉点头 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任何规则的约束 谁都不能信 因为谁都可以利用你 亚当作为圣光大殿的圣子 自然是有手段的 而且有情报说 盟国早就对登塔国的文图科技 垂涎不已了 这些年也在暗地里 发展有关那方面的科技 据说已经有了不少的进展 如今 他更是拿到了空天堡垒 绝对能够让盟国的科技 更上一层楼 陈平摸了摸下巴 不过 玛雅神经在登塔国内部 是个硬伤啊 科技文图的力量 大多都需要神经 作为能源去催动 不能采集神经 那么就相当于买了一辆车 结果没有油 而且 他能够通过什么方式 带走这种大家伙呢 他们这么做 肯定有他们的考虑 至于玛雅神经 在登塔国内部这种事情 其实也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不过 那涉及到更高空间维度的博弈了 现在 咱们也不好 去解释他们的一些动机 秦晓玉耐心道 陈平文言 确实摸了摸下巴 陷入了某种沉思中 嗯 皮皮 你的表情变得有些危险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秦晓玉也打算跟着陈兴巧喊皮皮了 毕竟人如其名 他真的太皮了 陈平脸上莫名地浮现一抹笑意 哎 小玉姐 你说 我也像亚当那样 带一个空天堡垒回下国 会不会也很好玩 秦晓玉 玛雅神经 幽明海 这里是一片无穷无尽的黑色汪洋 明明是海洋 但是却十分的安静 无论是浪花拍打礁石 还是巨浪在海洋中翻涌 居然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有的只是寂静 深入骨髓的寂静 若是修为弱的觉醒者 来到这片大海的彼岸 看着那无穷无尽的黑色海洋 就会渐渐地失去思考的能力 从而迷失自己 有的人会在海边不自觉地游荡 有的人则会走入幽明海的深处 身体与幽明海融为一体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孤寂的海洋 却有少女缓缓从海洋深处走出 四周的浪花在托举着她 整个海洋的力量都在顺从着她 她眉目清秀可人 皮肤光滑白皙 长得极其漂亮 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肩膀上 双眸灵动又深邃 如黑药石般清澈透亮 想不到这幽明海 不仅有让我晋升级现觉行者的机缘 还有可以让我幽明一道 直通半神的幽明天书 少女喃喃自语 神色复杂地说着 她是宋思瑶 天生九幽明体 下国代表团中修为最低的队员 当然 现在她已经成功踏入 极限觉行者的行列 不仅如此 她的眉心有紫薇印记闪烁 淡淡的星源力量 按照特殊的轨迹运转 让她的气机愈发高深莫测 安装最新版 宋思瑶一进入这个世界 就落入了幽明海的深处 才走两步路 就被转入了幽明漩涡中 被迫在一个恐怖的秘境中 历经九死一生的考验 少女是一边流泪 一边突破至极限觉醒者 最后还得到了幽明海的核心传承 得到了直通幽明大道的 至宝幽明天书 上面所记载的幽明真义 足以让她一路突破至半神 乃至更高的层次 这种情况 是不是很熟悉 当初进入羽化千山的时候 宋思瑶也是这般猛逼 直接落入仙宫核心 开局就王炸 现在这重开局 就王炸的感觉更甚 直接落入了半神传承的考验中 甚至都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那恐怖的秘境通不过就是死 怕死的宋思瑶 孤零零的一个人 历经九死一生的残酷考验 眼泪都不知道流了多少次 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真的不敢这样 莽撞进入禁区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 一进入禁区 就必然是出现在禁区最危险的位置 不过 她好不容易突破至极限觉醒者 是不是跟陈平的距离 就更近了 宋思心情复杂地想住 她很抗拒危险的事情 但是若是历经一些危险 能够将她和陈平之间的距离拉近一些 是不是也是一种好事呢 正如此想着 幽明海的沿岸出现了机道身影 咦 那个少女是下国代表队的 对 我认识她 她就是那个队伍中 修位最低的 嘿嘿嘿 看起来好漂亮啊 她现在是一个人 能够进入下国队伍 绝对是有丰厚抵运的 如此一来 我们杀了她 岂不是能将她的财富抵运 都转移到我们这里 那机道身影的眼神 逐渐变得炽热起来 满脸微笑地靠近少女 少女也看见了 来者不善的 一种觉醒强者 她的身后 幽明海翻涌 不知何时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幽明怪物 随着翻涌的海浪沉浮着 无声将她拱位在两侧 冰冷的眸子 凝视着那些 笑容渐渐消失的觉醒选手 散发出让所有人都胆寒的恐怖气息 玛雅神境 天外石灵 有女脚踏七星步 驾驭九剑 如月神凌晨 大杀四方 杀得人头滚滚 无论是玛雅人 还是万国天骄 无比闻风丧胆 这位英姿撒爽的神女 也终于来到了 剑义石碑的面前 接受上古剑义传承 一轮皎洁的圆月 就在她的身后升起 照应着那脚白的肌肤 如神的风姿 下国的选手未顶 孔夜华 凌令魂王 无不对那位绝世女剑 仙目炫神秘 仰慕万分 这就是月神啊 他们昆仑学宫的月神 玛雅神静 神允大山 连绵不绝 神力喷薄的群山间 发生了一场 剧烈无比的战斗 一个玛雅部落 被一味平定 满头金发 身形环绕拙 一道道白色能量圆环 双铜苍白 穿着自由世界 组织长老袍的男人 满是冷漠的 看着眼前残破的废墟 他的手中 还抓着一个酋长的脑袋 呵呵 王成不会放过你们的 卑劣可恨的灯塔牲畜 你们一定会被五等抽筋包皮 酋长仍想得放狠话 但他的脑袋率先爆开 飞溅的血液 染红了那位男人的衣袍 但是 当那个男人迈开双腿 开始走动的时候 上面的血污 又会快速流落地面 他依旧是那么的仙尘不染 就好像不接触世界的神明 不会有丝毫的污垢 凯撒大长老打扫着战场 看着那个男人 乐呵呵地开口 嘿 穷 你还是那么的冷漠 一声不吭地 就凭了人家一个部落 这个周身环绕白色能量圆环的男人 正是穷大长老 自由世界组织的支柱之一 一身修为造诣登峰造极 高深莫测 可以说是怪物中的怪物 不仅是凯撒大长老 其余三位灯塔国财团的觉醒高手 都是满脸敬意地看着穷 他们此前还对自由世界组织的巅峰战力 没有清晰的认知 现在总算是知道了 图报空天堡垒 仅凭一己之力 就能让马亚族的强大部落 陷入地狱般的绝境中 这种伟丽 说他是再是神明也不畏过 哦 穷 猜猜我在青年部落发现了什么 神物清神嘞 凯撒大长老说住 就想要将这位神物献给穷大长老 穷仅仅是瞥了一眼对方手中的神物 便默默地挪开目光 不需要 这件东西 你收住吧 凯撒大长老愣住 他没有想到 让S级超限者都无比心动的神物至宝 在这位大长老的眼里 居然也舍得拱手相让 不过 如果不是这样 穷也不可能成为自由世界组织中 声望最高的继位强者之一 穷平静地走到了一尊巨大无比的山岳面前 这座山岳若是认真去看 外形就像一个半跪着的人 表面满是血色的岩石 就像是鲜血流尽的战士 一股苍凉又久远的气息 在天地酝酿着 似乎在诉说着一些什么 而在山顶的眉心处 还有一点神光闪烁 找到钥匙了 穷抬手一探 眉心处裂开 有一枚血域 从他的眉心飞出 落在他的掌心 穷在西端详着这枚血域 隐隐能够感觉得到岁月的流淌 以及时间的无情 纵使使得道成圣 依旧逃不过岁月的摧残 穷青青摇头 眼底闪过一抹悲哀 但这种悲哀 很快又被某种坚定的道心所取代 脚踏虚空而走 凯撒 召唤时间之心的钥匙 一经准备就续 我还需要一些准备工作 你就在此地打扫战场 或参悟圣体大能的宜区 时间一到 我们立即集合 是 凯撒压住心底的兴奋 激动地向穷宫深行里 表达感激与顺从 穷是金钱如粪土的性格 可真是让人惊叹 不仅亲自动手 干掉了罪将的敌人 还将敌人的遗产全都留给他 完全不带 疑似留恋的 怪不得所有人都喜欢跟穷组队 这太香了 凯撒看着这个化为废墟的部落 嘴角的笑容 就完全止不住地往上扬 这一波啊 这一波他凯撒写传 队长 你一直说前面有大纪元 真的靠谱吗 可不要梦我啊 我怎么总有些不祥的预感呢 狂战神卢鸾 神色颇为不安的开口 修为境界达到了某种层次之后 总是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感知 有的人说那是第六感 有的人说那是预测凶极的能力 如今卢鸾就感觉到浑身不安 你懂个屁 越是危险的地方 传承机缘就越多啊 秦小玉双眸明亮 兴奋的小脸蛋都红了起来 很显然 两人对于传承机缘的价值观 完全不一样 陈品也看得出来 秦小玉是一个很喜欢宝贝的女孩子 看见哪里有宝贝 哪里有机缘 她就浑身发软 把持不住 我只能说 前面肯定有机缘 至于微不危险 我就不知道了 陈品道 总之 我们可以先到附近看看 若是真的很危险 大不了 我们直接离开就好了 陈品之所以前往这个方向 完全是娃娃的功能 娃娃跟她说 那个方向有神陨落 有上古传承 可能是个好据处 这个娃娃也不知道 觉醒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神神叨叨的 感觉像变成了神棍一样 可一次次的 偏偏又说得挺对 她经过一次娃娃的指示 转得盆满钵满之后 她就已经对娃娃的能力 深信不疑了 毕竟娃娃可不会害她 一路前进了数百里 一股浩瀚磅礴的能量扑面来 带着某种沧桑 某种悲凉 同时也有着几分炽热的余韵 三人的脸色同时一变 好将大 好古老的契机 情小玉惊呼 不仅如此 而且我的身体在颤抖 我的血液在沸腾 卢卵脸色化未激动的狂喜 这是与我金刚戏 有关的大纪元 两人都不由自主地 将目光投向少年 却见少年一脸坦然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真不愧是队长啊 说有大纪元 就有大纪元 三人继续前行 他们看见了断裂的群山 仿佛被什么神兵利刃 劈开山岳 劈开大地 粉红色的山叶 沿着山堤缓缓流淌 释放着特殊的能量 有的地方已经结出了神经的雏形 还有特殊的能量激荡四周 淡淡的死亡之气 笼罩一剑 小心 前方有飞行器 秦小玉施展感知术法 小声提醒道 我们应该是逼近了某个 玛雅势力的聚集地 陈平皱眉道 这可怎么办 前方有大量无人机在巡逻 应该还有各种高科技探查扫描手段 我们根本难以靠近 卢卵有些失望 这有何难的 秦小玉笑了起来 随手捏了一个法掘 按一朔 开 顿时 地面上的影子如动 居然犹如雨一般 披在了三人身上 一时间 无论是热源 还是外形变动 还是生命波动 统统被掩盖 秦小玉的手法 让两位金刚土狗震撼不已 练气戏就是爽啊 各种神奇的术法 手到擎来 三人又有了继续潜入的底气 果不其然 天空上的无人机 乃至地面上的各种科技文图阵法 都无法感知到三人的存在 任由他们靠近了其中一处高山 可以俯瞰整个玛雅聚集地 这不看还看 一看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他们看见了破碎的战机 看见了失衡遍野的玛雅人 看见了破败坍塌的楼房 还看见了几乎被捶爆成 废铁的空天堡垒 天哪 这是玛雅某个部落的聚集地 不仅如此 这个部落还被打爆了 陈平等人都是大惊 他们是跟玛雅部落的主力交过手的 甚至一个玛雅部落 到底有多降大 到底有多么的难以战胜 如今 一个部落 就在他们眼前毁灭 他们如何能不震撼 到底是谁 这 这不是灯塔国的凯撒大长老吗 还有那三位 是米光财团的泽维尔 凯瑟琳 波利 他们在打扫战场 收集战利品 难道说是他们摧毁了一个玛雅部落 卢兰惊了 冷汗随之直流 秦晓玉却是皱眉 不太可能 他们虽然实力很强 但仅凭他们这股力量 怎么可能直接摧毁一个玛雅部落 凯撒大长老虽然是S级 但也只是S级初期的超限者 纵然有心要击开贾家城 也不可能攻陷一个部落 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吧 陈平盯着热火朝天打扫战场的数人 魂力无声无息地扩散 在寻找四周 还有没有埋伏 然而 他只能感知到 有两个野生的他国A级选手在潜伏着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人了 至于A级觉醒者 对他来说 完全构不成威胁 不管有没有内情 这一次 都是我们的大机会 陈平沉声开口道 秦晓玉和卢兰两人 都没有反对 而是蠢蠢欲动起来 队长 你能搞定那个凯撒吗 秦晓玉又问 S级莫德球场 是被陈平击败的 但整个过程 多少有莫德球 长青敌的成分在 如今遇上状态完好的S级凯撒 到底能不能打赢 秦晓玉心里莫多少敌 但是他却发现身旁的少年笑了起来 发现少年眼中燃烧的某种战斗 放心好了 小玉姐 能上 得到少年的保证 其余两位队友 都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随即都开始满是敌意地 盯着正在清理打扫战场的 四位登塔国选手 自从登塔国的时代双交 趁人之威 想要干掉陈平和秦晓玉的时候 他们就对登塔国的选手 生不起任何的怜悯之心了 这里是全开放无规则的事件 既然如此 那便杀伐犹新 看登塔国的选手不爽 那就直接干过去 凯撒大长老 正美滋滋地将空天堡垒的 神能核心取下 他抬头看了看不远处 那尊巨大无比的血色山月 眼神中闪过几分炽热 战场打扫得差不多了 他也是时候去上面 好好寻找一下机缘了 可就在这时 有一道白色金纹战袍的身影 从远处出现 正一步步朝他走来 凯撒长老看见那道身影 愣了一下 等等 这不是下国的陈平雄王吗 他突然间就想起了 马蒂尔塔大长老的嘱托 进入玛雅神境后 若有机会 一定要杀死陈平 凯撒大长老直接面露喜色 这是猎物主动送上门的节奏 他没有妄动 而是将感知放置最大 感知四周的敌人 陈平的行为太异常了 明知道他在这里 居然还敢往这里走 难不成他已未凭他的声望 平下国跟灯塔国的关系 他堂堂凯撒大长老就不敢动他 真是好天真的少年啊 哦 还有昆仑十二道子之一的秦小玉 以及天兵门的狂战神卢鸾 这些天骄强者 对其他选手而言很强 但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威胁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觉醒者了 嗯 也就是说 这三个傻里傻气的下国选手 想要以卵击时了是吗 凯撒感受到了三人 那淡淡的敌意以及战意 但他丝毫不在乎 反而嘴角上扬 张开双臂 以一种十分欢迎的姿态迎接三人 哦 下国的陈平雄王 是什么风 把你给吹来了 凯撒大长老笑着开口 陈平脸上 亦是有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凯撒大长老 我偶然路过此地 发现此地有不少机缘 跟我有缘 哈哈 的确呢 这里有很多宝贝的 见者有份 来吧 我带你去挖宝贝 凯撒非常热情地走向陈平 走到陈平的面前 抬手想要勾肩搭背 就在手掌抬起的瞬间 他的杀意瞬间膨胀爆发 大手的掌心 突然有黑色的雷霆咆哮 是放出毁灭的力量 如珠网般 粉碎周围的一切 S急问到天师 雷系觉醒者 他施展的 正是地级高阶术法 黑心魔雷 宝贝就在地狱里 凯撒突然凶向毕露 满脸鸣笑地大喊 恐怖的黑心魔雷咆哮 好似深渊恶魔又动 往陈平的脑袋下压去 可以瞬间将一个 大金刚进觉醒者的脑袋碾碎 凯撒在这一瞬间 仿佛都要看见少年 那惊恐绝望的表情了 可同一个瞬间 金色的江叶 从少年的全身是放而出 他身法如蛇蟒般扭曲 竟是以千军一发之际 躲过了咆哮的掌心雷 反手一掌拍在凯撒的腹部 力量如排山倒海 灌入凯撒的身体 凯撒双眸圆凳 内脏剧痛 被一掌震飞 凯撒大长老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少年一脸委屈地看着凯撒 杀势却毫无保留地释放 同时早就准备好的九柄飞刀 同时暴食而出 画出致命的诡计 直取凯撒的手机 事情的反转 总是那么的突如其来 凯撒本来就将陈平 是做主动送到嘴的猎物 但是当他对陈平暴露出杀意 甚至想要一掌将陈平免死的时候 这个看似人处无害的少年 却在下一刻露出了恐怖的獠牙 不仅侧身躲过了他的杀招 还将他一掌击飞 随之而来的九柄飞刀 更是画出极度恐怖的诡计 眨眼便杀至眼前 漫天杀鸡笼罩全身 仿佛随时有可能会死去 这是一种很荒谬的感觉 明明眼前这个少年 是他随手就可以捏死的虫子 结果却变成了 随时能够一口将他吃掉的猛兽 九香仙刀斩落 凯撒胸口突然有一枚镶嵌的机械之心 感应到了主人的致命危机 自主爆开 数十道坚韧的能量壁垒出现 砰砰砰 防御壁垒被仙刀静止斩碎 仅仅半个呼吸 九香仙刀就再度斩至眼前 但也是这半个呼吸的时间 凯撒已经完成了变身 身披星药及机甲 手握两柄修长的黑色刀刃 交织着咆哮的黑色雷霆 砰砰砰 他刀法精妙快捷 狂舞出爆裂的刀网 精确的斩中一柄柄杀来的飞刀 光滑四箭 能量爆裂 地面顿时被撕裂的四分五裂 杀势极强的九香仙刀 顿时被凯撒强势地斩飞 凯撒大人 哦 怎么那么讲 米光财团的泽维尔 凯瑟琳 波利 都满是吃惊地看着 陈平和凯撒战斗的场面 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凯撒大人的保命机械之心 都被触发了 而且 雷王铠甲也直接催动 明明已经如此了 居然还处于劣势中 快 我们去帮凯撒 发动高能死光追杀大炮 三位财团高手 顿时反应了过来 当即打算加入战场 可是下一刻 密密麻麻的神剑光宇 就从天穷暴射而来 还有敌人 众人都是一惊 泽维尔 凯瑟琳毫不犹豫 穿上帝越级机甲 波利还在变形中 突然就有一道 磅礴的金光 横冲直撞而来 以坚硬的身躯 撞在波利的身上 狂战神卢乱 大金刚进巅峰的肉身 有多将大 他们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兵器 能量冲击爆开的瞬间 波利的浑身骨骼 都被撞碎了多处 吐血滚落地面 波利姐 卑裂的下国人 杀 泽维尔和凯瑟琳当即 朝清小玉和卢兰杀去 陈平隔绝了一切外界干扰 全力攻杀凯撒 一柄柄飞刀 闪烁着凌冽的蓝色刀芒 好似划破天际的夺命流光 凡是所过之处 任何物质 都被被斩得一刀两断 凯撒已经怕了 九柄飞刀 就像是夺命的镰刀 纵使他刀数过人 雷霆力量强大 但在九柄飞刀的联合攻杀下 还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提表时不时有火光飞剑 一刀刀裂痕出现在他的铠甲表面 要知道 这可是新药级的机甲啊 在这种级别的机甲上 留下一刀刀裂纹 是什么概念 若非他浑身 都爆发着恐怖的雷霆力量 抵消着飞刀的威能 对方仅仅一击 就能将新药级的防御给破开 杀 雷杀六刃 凯撒浑身爆发出千万黑雷 双刀交织着雷霆 化作一头雷暴朝许优狂射而来 地面崩碎焦黑 拉出长长的沟壑 双刀如雷蛇游动 将一柄柄飞刀弹开 为了突进至陈平的面前 他无视了其余三柄飞刀的进攻 腹部的铠甲 胸部的铠甲 后背的铠甲 都被飞刀展开 鲜血飞剑 而他终于也杀至陈平的面前 双刀猛地斩向 那看似虚弱的少年 三柄飞刀突然从天而降 结成三角刀阵 蓝色的壁垒出现在陈平的身上 刀器以特殊的轨迹相连 演绎着刀阵的奥义 雷鸣爆响 雷刀斩在三角壁垒上 雷光四剑 刀刃却卡在了三角壁垒上 仙刀画像 天欠壁垒 凯撒的身形猛地一致 眼瞳剧烈收缩 下一刻 又有三柄飞刀抓住机会 斩在他的手腕 以及脖梗上 凯撒的反射神经极快 毫不犹豫地就开始抽刀 藤魔身位 踢表施展爆炸性雷霆将 飞刀击飞 但纵使如此 他的手腕 脖梗 还是被斩出了一道血线 他如猛兽般不管不顾 身形扭曲折返 好似顺一般 闪动至了陈平的侧面 绕过了天欠壁垒 抬起黑刀 再度朝陈平的脖梗斩去 陈平侧身后撤 躲过刀刃的锋芒 但那凛冽狂暴的雷芒 依旧在他的脖梗 划破了一道细小的血口 凯撒的反击极为可怕 一招的是 双刀便化作风暴般轻压的攻势 他是极为善战的 一旦进入状态 就不会有任何的废话 以及多余的动作 但是论杀人 陈平的经验丝毫不比凯撒弱 就在凯撒挥刀斩来的时候 九柄飞刀已经撕裂虚空 化作密密麻麻的蓝色轨迹 在凯撒的身上交织 对准的 都是凯撒防御最为薄弱的节点 啊啊呀 凯撒浑身爆出血污 再也顾不得抵挡飞刀 黑色的雷刃间笑着撕裂空气 朝陈平的心脏部位刺来 陈平徒手握住了黑色雷刃 任由锋利的刃芒 割破他的手掌 鲜血淋漓的手掌 硬生生将这致命一击 截停在心脏之外 而凯撒的结局 也在这一刻注定 九香仙刀 抓住了最关键的杀机 斩断了凯撒手脚关节 致命的一刀 从后脑撕裂重重能量 壁垒而入 一刀灌穿了凯撒的头颅 凯撒眼底闪过绝望于回忆 看着自己黑刀锋芒 那近在迟迟的心脏 又看着少年的表情 平静如深潭的模样 仿佛自己的死亡 都在他的掌控中 马蒂尔塔 法克尤 凯撒嘶吼一声 身子便硬挺挺地倒地 陈平从未想过 这位大名鼎鼎的S级超限者 最终的遗言居然会是这个 马蒂尔塔吗 难道就是那个人 想让人在这里除掉他 陈平看见凯撒如此果断 对他下杀手 心里大概就将整件事 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自由世界组织 大概没有人想要让他 活着离开马蒂尔神境 这个人很大概率 就是马蒂尔塔吧 哼 想到这里 陈平忽然自嘲一笑 他还是太天真了呀 完全低估了灯塔国的下陷 他万万没想到 当初金山城总代理凯尔 招揽他失败之后 居然会想着 直接在马蒂尔神境除掉他 得不到 就要毁灭他吗 这特么就是觉醒时代的未来之光 不过认真想想 倒还真是有灯塔国一贯的风格 既然彻底撕破脸了 那我也不装了 陈平抬头看向灯塔国的三位财团高手 其中一个已经被打爆成肉泥 另外两个也都被秦晓玉和卢鸾 死死低压制住 秦晓玉和卢鸾 都是A级巅峰的强者 在下国代表团中都是顶尖水准 面对这些财团高手 想要战胜对方 自然不在话下 换作此前 陈平会给他们两人好好发挥的时间 但是现在 陈平身上的飞刀在线 死啦 空气撕裂的声音响起 两道致命的光闪划破长空 那速度比闪雷还要快 泽维尔 凯瑟琳还未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刀光便已闪至眼前 眼瞳浮现惊恐之色 身体已惊来不及做出反应 扑扑 两道血雾爆开 财团两大高手 当场殒命 九香仙刀 顺杀A级 仙刀闪过 两大财团高手 瞬间毙命 秦晓玉和卢鸾都惊住了 他们虽然也可以干掉眼前这两个敌人 但绝对无法做到如此的干脆利落 甚至可以趁得上市秒杀 只有同阶战斗的时候 他们才深刻意识到 这个少年的飞刀到底有多恐怖 这就死了呀 卢鸾看着眼前机甲 都被射穿一个大洞的尸身 有些默缓过来 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仅凭这几个人 根本不可能摧毁一个玛雅部落 他们必然有更加降大的力量 在后方作证 很有可能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琼 陈平一边说 一边收起仙刀 熟练地将凯撒大长老的空间储物 借着笑纳 还将他身上的新药机机甲 都给扒拉了下来 一弹指 金屋神火 便将凯撒的尸体给焚烧成灰 我们都麻利点吧 这两个人的战利品 依旧是你们的 少年又开口道 秦晓玉和卢鸾都感受到了队长的大气 他们美滋滋地将战利品收下 这些财团高手 或许是因为有高人带入战斗 这几天收集到的神经都相当的可观 保底都有数百枚 至于陈平的收获就更大了 空天堡垒的神能核心就价值无量 更有各种高级科技文图 天才地宝 以及数量破千的神经 现在 他的神经数量已经破三千之数 陈平没有多少时间盘点宝贝 他将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巨大山月 那山月 形如半跪在地的巨人 陈平仅仅是看着那巨人 就感觉心急心慌 更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 扑面而来 让人本能的京剧 就好像看见什么伟大的存在一般 但认真去品味那重契机 认真去看那一道道鲜红四血的山体纹落 又能感觉到 那众岁月摧残的沧桑与破败感 强大 具有无比的悲凉 你也感受到了吗 卢兰走到陈平的身旁 双手抱胸 肌肉壮硕 金刚灿灿 陈平点头 看着眼前的山月 我说的机缘 应该就是这座山 秦小玉立在陈平的身侧 眼眸有灵光闪烁 不可思议 我看着这座山 感觉就像看着一个可怕的生命体一样 陈平笑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它就是一个生命体 两人都是一阵 少年却已经当先 走向眼前巨大的山月 走吧 有些风景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能看见 三人开始登山 陈平完全是跟随着感觉走 或者说 接近了这座山月 他其实就感觉到 冥冥之中有一股指引 而这种指引 能够让他知道自己 该往哪里走 他们沿着背部的脊骨 一路向前 走到肩膀 然后走到头顶 头顶的地方 看见了一汪清澈的池水 除此之外 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卢兰有些猛 却看见少年 直接走到了池水的旁边 吹走了石头瓦砾 找到了一排扭曲的 若隐若现的上古神闻 神闻凹陷 似乎能够成踩东西 陈平沉吟了一下 似乎听见脑海中 有飘渺的声音传来 带着渴望的声音 无知战斗 为胜可照 陈平似乎知道了 需要什么 他想了想 割破手指 挤出一滴金色的金血 蕴含他生命精髓的金血 落在凹陷的部位 扭扭曲曲的神闻 突然亮起了滔天神光 整个山岳都开始震动了起来 紧接着 一汪清澈的池水 似乎被什么力量引动 转化变成了珠红色 一股质阳质刚的力量 在这一刻蔓延开来 是放着让人心惊肉跳的契机 这 这是圣体的契机 狂战神炉软面露狂喜 激动地开口道 圣体 难道说 是金刚系中圣体境界的精华 秦晓玉美眸 浮现出惊喜的亮色 他似乎知道 这座山岳是什么存在了 金刚系的分级 炼铁镜 翠火镜 小金刚镜 大金刚镜 吉阳镜 以及传说中的圣体镜 圣体镜 就是所有金刚系觉醒者追逐的终极 媲美神明的体魄 眼前这座山岳 本来就如同巨大的人类 这里又出现了 蕴含圣体力量精华的池水 很难不让人猜测 这座山岳的本体到底是什么 难道说 有圣体经半神 陨落于此 秦晓玉俏俏脸微变 今生开口道 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才能将圣体经半神都诛杀于此 卢鸾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当他走进珠红色的池水 感受住那圣之能量 都不得不相信 这就是圣体经半神陨落于此的残留之理 不管是什么缘由 现在你们赶紧进去泡澡吧 蕴含一位圣体竞强者的池水 这可是大机缘 陈平笑住开口 这如鸾瞪大的眼睛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 你真的要给我们泡 秦晓玉一时非常不好意思 这东西还是以你的精血引出来的 别废话了 你们先去泡 我们没有时间了 陈平道 两人又是愣了一下 不一起泡吗 陈平摇头 我怕我一进去 你们就没有机会泡了 两人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陈平 不知道陈平此言何意 但都是感动万分 这就是队长的气魄吗 欲献如此至宝 如此大机缘 居然还是让队员悠险 队长 我卢蓝进入玛雅神经座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跟随你 卢蓝眼眶通红 十分认真的对着陈平开口道 陈平乐呵呵地摆手 这都哪个哪啊 快去吧 不管卢蓝的心情如何 面对眼前柱散发着浓郁圣体鱼韵的池水 没有人能够抗住他的诱惑 两人毫不犹豫跃入池水中 然后同时发出痛苦又愉悦的轻盈 啊 啊 强大的圣之能量 灌入他们的身体 断经伐随 这池水 对于金刚系一脉的觉醒者来说 是天大的造化 对于秦小玉这种全方面修行的觉醒者来说 亦是大补之物 他仅仅是泡了一下 就焦躯直颤 体魄强度飙升 不过仅仅一分钟 他就受不了了气喘吁吁的跃出血池 湿漉漉的衣服 紧贴着曼妙玲珑的胶躯 看得陈平微微脸红 卢鸾算是坚持得很久的男人了 足足坚持了三分钟 他才有些受不了 从血池中跃出 但双瞳却是无比的明亮 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妙了 竟是让我的肉身强度 直接拔高了一个层次 只要我多加沉淀 体内的这股力量 必然有机会突破至极阳镜 卢鸾激动开口 说着 他又将感激的目光投向陈平 对肠 您快进去试试吧 陈平笑着点头 好 少年的身子跃入血池之中 几乎是一瞬间 他的皮肤 他的毛孔 他的细胞 统统打开 如同遇到了绝世真修一般 对着池水的圣体能量精华 就是一发惊吞海戏 锦小玉和卢鸾 直接就看傻眼了 他们居然看见 血池正绕着少年选择 形成了巨大的血色漩涡 海量的圣人能量 居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涌入少年体内 如果说卢鸾 耗费三分钟 吸收到身体 扛不住的圣体能量 是五的话 现在陈平仅仅三个呼吸 吸收的圣体能量 就已经超过了十 陈平如今就像一个怪兽 正疯狂 吞噬着血池 是的 他早就忍不住了 再看剑圣体经血池的瞬间 他就已经忍不住了 正因为 他知道自己很饥渴 他才会让锦小玉和卢鸾先进去跑 因为他担心 两人还没泡完 他就要把整个血池给吃了 巨人山岳之巅 翻涌的血池 涌动着海量的能量 进入少年的身体 陈平发出畅快的喊声 感觉自己的血肉 自己的骨骼血脉 都在加速蜕变 仿佛于瞬间 经历一万次的锤打 痛病快乐着 圣体经的精华 就这样被他惊吞海溪 这是极其高深奥妙的能量 而且与他体内的圣之契机 圣之力互相呼应 加速了身体的蜕变与觉醒 轰隆 陈平的修位 急出接巅峰的稚骨 踏入A级中期 他的气息浑然一变 气势随之暴涨一大减 皮皮他突破了 秦小玉惊喜道 吸收了如此之多的 圣体经精华 队长他突破是很正常的 卢鸾难难开口 其实更让我震惊的是 他居然吸收了 那么多的圣体精华才突破 他的基础 到底是有多扎实 卢鸾看着那血红色的池水 比此前几乎淡了一倍 陈平如今吸收圣体经的量 已经是他们两人吸收的精华 加起来的十倍还要多 而且现在居然还在持续吸收住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陈平体破容那里 是他们的很多倍 而且消化力更是匪夷所思的逆天 这就是昆仑大同考的 最强新人王 这就是昆仑之巅的大卫王 不得不说 含金量是真的高 卢鸾如今对陈平 已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陈平如今的修位 还在一路飙升 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下 从A级中期 一路又飙升至了A级中期巅峰 直到尽无可尽位置 一汪蕴含圣体精华的池水 几乎被他吞噬殆尽 又变成了一汪清水 陈平这才睁开 他那无比明亮的双眸 他满意地感受着 体内各种力量的蜕变 正想要心满意足地起身 脑海中突然传来一声轰鸣 有一股奇异的真意 从他的脚底 一路直通天灵干 你 很不错 有资格 接受无知传承 紧接着 陈平被拉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这里是漫无边际的红土大陆 有直插星宇的神山 有仙气萦绕的仙山 有诸多上古 巨型生物 在大陆上搏杀 互相喂食 有一尊巨大无比的人形存在 浑身浴血而立 立在那由诸多上古凶兽堆积 而成的尸山血海之上 周身流淌着赤红色的圣机能量 如彩带般 缠绕着壮硕的体魄 不朽的圣灰比太阳还要耀眼 好似永远也不会败的战神 不知为何 陈平在看见他的瞬间 就有了一种记事感 仿佛在哪里见过 脑海中 默然闪过那个半跪在地面的 巨大山岳 是了 他脚下的这座山 果然就是圣体经大佬的 尸骇所化 无奈斗战圣尊 宏大又坚定的声音 在天地回响 看好了 战斗是这样打的 那巨大的人形存在 突然开始挥拳 一朝一世 仿佛都蕴含着大道智力 深深地烙印在陈平的脑海之中 陈平内心震动 这是 圣体经大佬在传法 斗战圣尊 就是他脚下 这尊圣体的名字吗 陈平沉浸在 斗战圣尊的传法中 他对于近身搏杀 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 对于炼体大佬的战斗方式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就好像有人推开了一扇门 门内是他从未见过的壮丽景象 完全开拓了他的认知 陈平在如鸡似渴地学习 这是斗战的精髓 同时也是通往圣体经的道路 直通半神的道路 足足一刻钟的时间 陈平这才如梦初醒 视野重新回到了这片天地 他看见了秦晓玉和卢鸾 都在用大眼睛盯着自己 皮皮 你醒了 我刚刚发现你在悟到 现在泡个澡 都能悟到吗 面对两人关切地问候 陈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嗯 我对于此后的修道之路 多了一点理解 少年站起身 体表释放金屋火焰 蒸干了身体的火焰 他健壮又极具美感地挺拔身姿 不知为何 两人看去多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 就好像拔高了一个层次那般 陈平沉默了一下 还是对着这座山 缓缓鞠了一躬 传道授业解惑 是卫师 陈平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能够在这座山上 找到通往半神的道路 感觉也太随意 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认真想想 想要得到半神级传承 好像也是很难的 别的不说 单单无知战道 为胜可照的硬性条件 就能够隔绝多少人引出血池 毕竟 在场的能够像陈平这样 提前觉醒圣智力的觉醒者 又有多少 更别提之后 他一口气吞完整个血池 这才引出圣道传承 看似很顺利 实则很难 但这传承 又感觉似乎是为他所准备一样 这大概就是其他人常说的 慈子拥有大气愿 陈平想到这里 心里就有些美滋滋 得天卷固的感觉真不错 但同时 心情亦是有几分沉重 陈平已经深刻体会到了 圣体竟存在有多恐怖 移山填海 震遂大陆 给他一众无所不能的感觉 可他仍是不明白 那么降大的存在 到底是阴河陨落 三人又在山上晃悠了一圈 只得到了零零散散的 数十枚神经 还有几块高品级的血淋浴 除此之外 就没别的东西了 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此地 与此同时 在距离神陨之地千里之外 穷大长老 正立在雪山之巅 满脸迷惑地盯着手中的定位器 凯撒他们怎么还没来 打扫战场需要这么久吗 他的前方是连绵不绝的雪山 以及那阴晕着淡金色光辉的天边 在天边 有一座王城 属于玛雅族的王城 也是支配着这个世界的力量 穷的目标就是那里 他需要凯撒 以及三位财团高手的力量 可是 凯撒却如此拖拉 他忍不住拨动了与凯撒的通信 无人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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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器物的另外一边 是长久的沉默 以及重复的机械鹰 穷那淡漠的脸 多了几分难言的兵望 他已经给予了凯撒极大的好处 结果凯撒竟如此不守规矩 就在这时 有两道光红 朝穷的方向飞来 其中一人 契机深邃四海 自由世界组织 梅大长老 梅 你来了 穷微微点头 脸色稍缓 东西带来了吗 梅掏出了一枚墨绿色的植骨 鲜咸的远骨 找到了 可惜在那一场夜魔窟中 我们损失了三位选手 穷看了一眼 跟随在没身侧的安妮 微微点头 漠视 心里默默补充了一句 安妮公主还在就行 安妮是他们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重要性不亚于登塔国的时代双交 对了 还有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就是 达连那小队 已经全军覆没了 梅大长老开口道 被黑石部落的主力干掉的 穷文言平静地点了点头 遇到玛雅部落的主力 若是没有S级超限者坐镇 很难活着离开 这番损失虽然很大 但也在登塔国可承受的范围呢 另外一个好消息呢 穷又问 好消息 没有好消息啊 另外一个是更坏的消息 没到 穷 我们登塔国时代双交所带领的队伍 也遇到了黑石部落的主力 也全军覆没了 没有开口道 穷的表情僵住 似乎被震撼到了 然后摇头 不可能的 香克斯和米兰达联手 拥有S级的实力 就算无法正面去跟黑石部落的主力抗衡 想要逃走 也肯定不是问题 没叹气道 可惜了 他们不是被黑石部落主力干掉 他们是被下国昆仑学宫的陈平雄王干掉的 穷的表情再度震住 而且明显被震撼到了 有些难以置信道 陈平雄王 那个昆仑学宫 风头最盛的新人王 他曾经听说过陈平雄王的名号 也知道未来世界组织想要杀陈平雄王 但陈平雄王依旧无法入穷的眼 觉得陈平雄王杀掉就杀掉了吧 这种小事交给时代双交 以及凯撒他们去做就好 完全不用他操心 陈平雄王 再穷的眼里 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小角色 正因为如此 当陈平雄王的名号 第一次出现在他耳边的时候 他是极其意外的 这个刚刚晋升A级的金刚系觉醒者 居然能杀我们的时代双交 穷差一档 一开始我也不信 但是我抓住了一位 历经现场战斗的选手拷问 还去现场探查了一番战斗的痕迹 得到的情况的却如此 他不仅杀了时代双交 他甚至连玛雅部落的S级球场 都给杀了 穷又猛了 这昆仑学宫的A级妖孽 连S级超限者都能杀 昆仑学宫 到底是培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梅大长老陈生道 这个陈平 是个不符合场里的怪物 我们一定要注意 穷听住梅大长老的话语 感觉一阵匪夷所思 他终于知道 为何马蒂尔塔大长老那么急着 想要杀陈平了 不 不对 就算是马蒂尔塔大长老 也不知道 陈平能够妖孽至此 突然间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糟了 凯撒那边 快 快联系凯撒 好